沈明杰大战车心远 两个人打到三十多个会合 没分胜败 就急坏了藩江淑蒋平 蒋四也明白 今天是一场硬仗 打仗就要求速度得快 干净利落 如果拖得时间长了 阎王寨派了冤兵 那可就麻烦了 所以蒋平 阎王的耳方高声喊吓 小梁子 你还不给我滚出来 你等什么 其实啊 徐良早就等急了 憋得他 只冒白毛汗 听蒋平这么一说 徐良答应一声 把房门登开 分身形 跳到天津当院 老星儿把帽子 往后边一推 四叔不必大惊 白眼眉来了 就这一嗓子不关紧尿 院里就开了锅了 穷贼一听 是什么 白眼眉 他就是白眼眉 阎王寨的大帅 金标霞 阎王寨的大帅 手无宝剑 定睛观桥 啊 真是白眼眉啊 没想到这小子也来到插树港 看来 眼前是一场血战 淋浴也感到很吃惊 这就叫人的名 树的影 这玩意你不服劲不行 徐良这一过来 让笑面郎君沈明杰到一旁休息 沈明杰把脸上的汗擦了一下 单手提杆吧 回归本队 徐良拎着金丝大魂刀 来到车心远面前 把大板牙一吃 你挑好啊 车心远的眼睛 始终就没离开徐良 上一眼下一眼 看了七十二眼了 他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这就是白眼眉 这小子长得太难看了 哎呀 想当初我没见过他的时候 我以为这徐良 站起来顶破天 坐下压榻地 横推八马倒 倒夜九牛回 不定是夺阔的一条汉子 要这么一看 大伙呢 都是传言不可相信了 这小子长得是其貌不扬 三分不像人 七分好像鬼 大个子水舌妖 叫你这模样怎么出的名呢 真真的是怪事啊 哎 他想这个呢 荣等徐良到他面前 一刺牙问他好 车心远 这才把思路打断 小辈 你就是白眉大侠 徐良 那不错 真是我 好想 我听说你背叛陆离人 建山平山 建岛灭岛 你忘了你的出身 忘了咱们的老祖宗了 你是武林之中的败类 陆林之中的叛徒 今天 本寨主 要给死去的英雄 好汉 报仇 这家说的这儿 把桑门螺丝棍举起来 奔徐良 就砸下来了 老秀看得很清楚 这个车心远 深大力不亏 你看他那个 一丈二尺左右 掌中手使这条大棍 像麻花那么粗 浑铁 明刚制造 这样 轮起来得多大的分量 对付这样的猛将 用力量是不行 自己也没那么大劲 只得用巧招迎他 徐良打定主意 善不邪身 哎 插拉一朵 车心远这一棍就砸空了 由于他用力过猛 收招收不住了 棍头正好砸到当地上 啪 把方砖砸碎了一块 两旁的人一刻 这家ático多大的劲 砸在人身上 就得成肉泥 徐良 顺势双手捧刀石 分心就砸 老伙子来得好 找导 车心远 急忙把大棍收回 使了个怀中爆琵琶 往外一蹦 开 徐良的刀不愿意碰他的棍 手腕子往回一顿 刷 刀尖一滚 奔车心员的小夫 刷就到了 车心员脚尖点地往空中击踪 徐良是一刀点空 车心员呢 双脚还没等落地 轮起大棍 连人载棍一块就下来 十字插花奔徐良肩头便打 老心急忙一转身 跳到东北方向 车心员一棍杂枯 就这样 两个人一朝一世 一来一往就站在一处 三峡五义这面的 没有替徐良担心的 经验证明 谁也对付不了他 你就请好吧 其实大伙猜的一点都不假呀 你别看车心员 身大力不亏 哇哇之叫唤 没用 徐良使的是以柔科刚 果然不出二十个回合 就见车心员 鼻挖并脚热汗之流 张着大嘴呼呼之喘 就跟一头大牛似的 力量 废得不得理 徐良一瞅差不多 把刀招夹紧 啪啪啪 一个劲往里进攻 蹭着车心一碗 一个没注意 徐良使了个刀里夹脚 一脚正登在他小肚子上 手把口痛 啪啪啪啪啪啪 就好像倒了一面墙一样 车心员是一样 面摔倒 棍子也撒了手了 这小子想使个鲤鱼 打挺蹦起来 还没等起来 徐良就到他眼前了 白眉们一琢磨 我们的目的是抓贼 把贼窝子先找着 把这些责任一网打尽 能不杀就不杀 留个活的好问口供 所以想到这 他没给他补刀 要再给他来一下 他就命没了 徐良把刀一翻射 刀背朝下 刀这朝上 就在他肩头上 钉了一刀背 这一下不要紧 把骨头给大折了 把车心一碗 躺大 这一层子 躺的也动不了 徐良一回头 小七杰望上一床 冰巴俩嘴巴子 您胳膊把他捆上 那个说不疼 活该 还管你疼不疼 这叫抓臭贼 就这样 把车心远生擒托 车心远有好朋友 人送绰号 方门神 姓金叫金德利 这金德利跟车心远 是同乡同族 但是不同姓 光屁股在一块长大的 后来啊 又在一起练武 一起到了江湖上混市 一同到了阎王寨 保了天的王黄伦 同时都当了负债主 他们俩人 练的是横链的功夫 横链啊 就是气功 运上来 可以避刀枪 这王禁之娶妻 为了练功 他俩连媳妇都不娶 到现在还是整身的同男 平常没事 他们俩实则同桌 卧则同踏 他上哪儿去都是早木棒锤一顿 拿这次陪着军事留学巧 上这英亲来 他俩也是一顿 这三门神金德利在旁边看得清楚 最好的朋友 失败的这么惨 而且让对方给抓住 真的好像 把他的心给摘了一样 烟死金德利爆跳入雷 就像一头疯狗 奔徐良就来了 好啊 还我这大哥 找棍子 搂 搂头就咋 徐良一看 又上了个大块头 甚至这个 比刚才那位还猛着一截 心里的想 这都从哪儿挑来 要是一员猛将 我可得多加谨慎 言辞徐良 一步慌二步忙 嬉皮笑脸 大战金德利 最和气的 徐良坏道太多 一边打着 一边跟这金德利 老家常 啊我说兄弟 今年二十几岁了 有媳妇没有 几个孩子了 还家住到什么地方 我呸 白眼眉 你我愁身四海 你少他娘的废话 徐良啊 照样嬉皮笑脸 跟他胡扯 我说你这个人 真是不懂人情 咱俩又没有仇恨 说几句闲话 算个生 你当时就发了脾气了 你小心气住 别忘了 气大可伤生 徐良的嘴 跟他穷对付 手 可没闲着 一刀几次 一刀 一刀快 是一刀 使的是八卦 万圣金刀的刀法 这金德利啊 杏如烈火 脾气太暴 就架不住叫人气 让徐良把他气得 五米三道的 胳膊腿 都有点发硬 一看徐良家庭一进攻 他有点手忙脚乱 眼睛也花了 也不知怎么进招好了 一个没注意 叫徐良反背一刀 正砍在他后脊背上 徐良照样没拿刀这 使的是刀背 目的是抓活的 那刀背是钢的 砍到后背也受不了 啪 哭通 金德利摔了个狗坑屎 大棍子撒手了 这小子不太服气 双手摁地 打算跳起来 那能行 他挨着蒋平不远 蒋四爷望前一根布 把小脚巴压张起来 对准他那腮帮子 哐就是一脚 老实点 来着 啪 小七劫望上一闯 把金德利也给捆上来 就这样抓了两个俘虏啊 单说金标侠林玉 这林玉在旁边提着宝剑给观战 他一看 倒吸了一口冷气 心中暗想 别看徐良 七冒不扬 此人果然有决意在身 我还等什么呢 就得过去拼命 把我两个朋友强救下来 想到这里 他纷飞成 队友们 给本帅压住 站脚 站上 林玉飞身形跳过来 刷刷刷 把宝剑一百十个冲天一炷香 就亮开了门户 徐良 你过来 徐良翻眼睛一看 明白 主角上来了 大将押后阵 这个人是最难对付的 前文书咱说了 这金标侠林玉 外表长得真够个材料 比羽毛斩胸飞 长得还漂亮 八十五的身材 细腰梁宽绑上 面似银盆 没分八彩 目若狼兴 通关臂梁 方海阔口 三流虚然 穿的戴的都那么干净利落 特别是两个眼镜 放出两道 憨光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一位武林高手 徐良是干什么的 不管你对方是什么人 只要一看见你 见其外知其内 见其面知其心 就知道你有多高的武艺 要不怎么叫武林大师 其实徐良啊 乐意跟这样人打仗 利用交手的机会 就是学习的机会 能从对方身上 吸收很多有用的招法 为什么徐良二十多岁的人 名声这么高 武艺这么大 就因为他虚心好学 他不放弃所有学习的机会 所以他一看金标侠过来 非常高兴 徐良单手踢刀 伸着脖子 一走三颤 来到林玉进前 把嘴一脸 我说 你是哪一位 林玉冷笑一声 不知道吗 我乃 阎王寨的元帅 出号人称金标侠林玉 你就是金标侠林玉 不错 你早就知道 没听说过 林玉听多泄气 你没听说过 你嘲唬什么 这山西人可够损的 想着这把宝剑一晃 徐良 我告诉 你要知趣的 你把抓那两个人 给我放回来 本帅今日就收兵撤队 你们走你们的阳关道 本帅过我的独木桥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要想打 咱们改日下战表 定时间和地点 你派人 我也派人 咱绝不含糊 不知道你可愿意 徐良一听啊 乐了 嘿嘿嘿 这一乐 比野猫子叫唤还难听 乐的邻居 蛤蟆根之法杂 徐良 你乐什么 我不是乐别的 我乐你这个人呢 说话可笑 上嘴唇一碰下嘴唇 倒说个轻巧 让我放冷 可以 但是 拿兔米星子 白花可不行 必须得给我拿出两下子来 比如说 你要把三些人给赢了 妈说把那两个人放了 看见没 要我的脑袋都想成 假如 你不是三些人的冻水 我说朋友 恐怕今天你也走不了 辛苦一趟 跟我港帮大通俗 掐去打瓜子 呦 徐良啊 敬酒不吃 你他娘子想吃罚酒 拿命来 召见 赶 赶 林玉就下了绝情了 徐良一边打着 一边住着意 他一看淋浴这个能力 可真了不起 使的是八仙剑的剑术 一招分八招 八招能变化成六十四路 神出鬼末是光滑缭绕 伸手抬腿 却有独到之处 那剑术可以说 炼的是炉火村青 登风造极 按他这个岁数 有这么一身好本领 真是不可多得 哎呀徐良暗中赞叹罢了 你说这个人长得这么漂亮 功夫又这么好 为什么食身于贼 真是可惜呀 可惜 徐良啊 有爱将癖 见着材料的人 他是非常羡慕 但是 他跟金标侠淋浴 水火不通炉 今天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没有合作的可能 没有合作的可能 因此徐良 加紧刀树 也频频发动进攻 就见天井当院 刀光剑影 人来人往 两个人就杀作一团 五十多个回合 没分胜败 两旁观战的 无不喝彩呀 虽然这不是什么比武 但是两个人的能耐 全显露出来了 金标侠一边打着 一边偷眼观笑 按条大指称赞 别看徐良长得 其貌不扬 真有功夫 我认为这小子 就会耍贫嘴 鬼脸子多 会欺骗人 闹了半天 真有真额的 哎呀 也就是我黎月 要换成旁人 早就打败了 不过 看这意思 徐良越大精力越足 越大招数越精 时间脱长了 我未必能赢得了他 怎么办 怎么办 有主意了 林玉一想 我叫金标侠 我会打标 我身上带这六支标 干什么呢 这不是装点门面 干脆 我动暗器就得了 他打定了主意之后 宝剑的招数更加紧了 打来打去 金标侠使了个败事 一转身是抽身便走 故意的身子还一摘呗 那个意思 是脚底下没站稳 惊慌失措的样子 直奔脚门 徐良一看 呀 刀就追 啊 林玉 你先别走 我还没打够呢 留步 叹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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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就有五六不远, 再看金标, 像闪电一般, 把宝剑交到左手, 探右手在标囊里, 就瞪出三只金标, 说金标啊, 不是黄金的金, 那玩意倒不好使会, 要一只标都是金子的, 那得多成啊, 这个金是一金二金的金, 因为他这一只标上乘一一, 正好是十六两, 故词叫金标, 您哪别错理会这个意思, 在古人打标的时候, 那是有分量的, 要打三两二的, 要打四两七的, 最多的也就是八两种, 要能打到一金的, 那得多大的功夫, 人家淋浴就使的是金标, 为了有把握起见, 他拽出三只里, 就见他冷不丁就挥身, 哎, 一抖手这三只标同时发出, 直奔徐良致命之处, 徐良离着他才六步远, 一步五尺, 六步才三丈, 这玩意离得太近了, 就是大罗神仙, 也难以躲过, 蒋平, 小七杰, 开封府的官员, 在旁边看着平真, 一看黎玉一转身, 发了暗器, 众人的心忽悠一下, 提到嗓子眼, 蒋平啊, 把眼闭上了, 梁子拔了, 心中暗想, 梁子, 你看你专门打暗器, 今儿个, 你叫暗器把你揍了, 肯定躲不开, 这三只标, 一只奔徐良的面门, 一只奔徐良的港散, 另一只奔徐良的心口, 一条线排列来的, 要不怎么都是致命之处, 徐良起始, 草住了一眼, 他是干什么的, 他跟金标侠黎玉动着手的时候, 他就发现邻居眼珠之转, 徐良心中暗想, 看见没, 这小子像鬼脸子的, 不然不能是这种神态, 我可得留神, 一只邻居假装一败, 脚底还滑了一下, 徐良暗中好笑, 心说你甭给我使烟炮鬼吹灯, 在我面前放迷雾啊, 大平的地, 你摔什么跟头, 这是迷惑我, 小子, 你想干什么, 林玉望越了门洞, 一跑徐良在后都追他, 别看徐良脚步挺急, 但是并不快, 他是干跺的脚不出步, 徐良那眼睛就盯着林玉的, 就见林玉, 肩膀头一动手那么一动狠, 徐良明白了, 好安心, 老心一想, 我躲不是躲不开, 我要一躲就没意思了, 小子, 你不是发镖打我吗, 今天我亮手绝的, 我也试试镖, 我用镖接你的镖, 叫你知道知道山西燕飞, 掌门仙之辈, 徐良才要献你决意, 一服林玉, 嗯, 金镖侠领域, 镖打徐良, 没想到徐良啊, 也用镖接他的镖, 就献了一手决意, 再看徐良, 很迅速地拽出三支镖, 一抖手, 摇着林玉的镖就到了, 这往上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太难了, 怎么个接法, 镖尖, 对镖尖, 你也慢说, 一扬手扔出去, 你就拿着两只手往一块对, 比认真还难, 能那么容易吗, 但是怎么叫决意呢, 一般人都能做到, 那就不称其决字, 徐良这也叫义高人胆大, 打他出事以来, 这还是头一次冒险, 他心里觉着有点把握, 故此把镖发出去, 耳中中就听见,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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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发出一阵悦耳的金属声, 六支标同时落地, 闹了半天, 徐良这三支标, 正好碰到林玉的三支标上, 果然是标尖对标尖, 把林玉的三支标击落, 就这一下, 徐良的身价就提高了百倍, 把林玉整个给惊呆了, 汗都下了, 林玉心中暗想, 哎哟, 我叫金标侠, 要跟徐良比, 差的是天地, 这小子怎么这么大能耐, 他真有绝对, 可他就忘了, 这是战场, 这是玩命的地方, 不容你多加思考, 他光顾吃惊了, 忘了徐良了, 老西就利用这个机会, 望前一纵, 上他一望底下, 搜拔一腿, 正踢着林玉腿肚子上, 金标侠站立不稳, 哭通一声摔倒在地, 孝敏郎君沈明杰, 小冤霸鲁之杰, 蹭蹭就跳过来, 到这儿不容分说, 柯西海一顶的后腰腰, 别动, 您胳膊, 把林玉活拿, 这林玉是阎王寨的大帅啊, 这可不是闹这玩意, 他一辈那是祈祷兵散, 阎王寨的军兵, 篇富寨主, 一下散了心, 哗, 哥哥兄弟快跑不, 快跑不, 上坊的上坊, 上墙的上墙, 是四散奔投, 当然了, 开封府的官人, 能放他们走吗, 尽量在后头追杀, 有的, 在大门口把他们的命夺了, 有的死到狮子阶线里, 有的死到庄村口, 还有一部分是落荒逃走, 特别是, 那祠堂里头, 还有一部分贼, 有个小贼头啊, 叫滚地雷庞顺, 在这领着, 正大吃八喝的时候, 听庄的离打起来, 庞顺不知的怎么回事, 命人前去探听, 时间不大, 探事的人回来了, 不不不不, 可了不得了庞寨主, 快走吧, 我们的人死走逃亡, 大帅都叫人家抓住了, 车将军, 金将军也双双背擒了, 这庞顺一响, 如果我带这些人前去抢救, 白给, 把我们这些人都搭上了, 也抢不回来呀, 干脆, 留着三寸气, 再回去送信去得了, 所以他带着他的原版人马, 平安就跑回阎王寨, 因为他的地点呢, 离徐良他们动手那比较远, 所以他跑也方便, 单说徐良, 提着金丝大魂到追杀了一阵, 看看天色快亮了, 这才提着宝刀回到院里头, 这场战斗宣告结束, 抓住俘虏, 连当官的, 再当兵的二十九人, 死的一百一十多人, 伤的八十多人, 蒋平跟徐良一商议, 应当把这些活的送往大通府, 交给钦差大人掩插散, 生堂审问, 从他们的嘴里头好要口供, 死者就就地掩埋, 受伤的本着人道精神, 找大夫给调治, 然后根据罪行, 该杀就杀, 该放就再放, 咱们单说这老圆外马中, 等到天亮, 领着家人回来了, 一看, 我娘, 到处是鲜血, 到处是死尸, 把老头吓得昏不复体, 但是呢, 他发现官人取胜了, 这还是值得可喜可贺的, 跪在地上, 给蒋平、徐良, 风缘磕头, 是千万万谢, 蒋平拍拍他肩膀, 老伙下, 你们家这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看见没, 昨天晚上, 经过浴血奋战, 总算把贼杀了个死走逃亡, 我们大获全胜了, 不过呢, 你在茶树岗这地方也不能住了, 你知道什么时候, 阳王寨派人来报复你, 恐怕对你们一家都不利, 反正也有的是钱, 干脆把财产变卖了, 远走高飞, 找一平安之地才是, 蒋老爷, 我也是这么想的, 一天我都不待了, 房子地我都不要了, 在马中, 带着老伴和女儿马小娇, 就在当天, 准备了几辆车, 拉的是金银细软之物, 跑到中原逃难去了, 他这一走还算对了, 蒋平把这一切事情料理完毕, 派人看守插出港, 寺外下了卡子, 这才班师回大同, 到了大同, 蒋平和徐良见着严查散, 把经过如实说了一遍, 严得人大喜, 命人赶紧把淋浴几个压在死牢, 等有机会审讯, 人家这头庆贺暂且不提, 单表这些小贼, 积极似丧家之权, 忙忙如漏网之鱼啊, 这路跑啊, 后来发现, 官人没追了, 这才把心放下, 在小头目庞顺率领之下, 跑回阎王寨, 一进天王殿, 庞顺跪下, 拿磕西盖当脚走啊, 这路哭啊, 王爷, 大事不好了, 各位啊, 大事不好了, 单说这大贼头, 天德王黄伦, 黄伦接着个, 还挺高兴, 早晨起来, 书席已闭, 在天王殿这办公, 正办公的时候呢, 宁夏国派来使臣了, 这使臣, 人送绰号八宝大将军, 叫曹天豹, 在前文书咱说过, 有个叫八宝将军曹雷的, 那是他亲哥哥, 这曹天豹, 放了宁夏国国王赵元豪所拆, 望颜王寨, 护送慰问品, 五百头牛, 一千只羊, 三百匹战马, 金银财宝三车, 把东西这一送来, 黄伦喜出往外, 就在天王殿, 设盛宴款待宁夏国的使者, 偏复寨主, 几百人全在这陪着, 在古药声中证人高谈阔论, 哪知道, 庞顺这一回来, 破了棚凉水呀, 大殿里, 就是一乱了, 黄伦干净把酒杯放下, 少年虚然探身去往下滚桥, 一瞅是庞顺, 他心里都不解呀, 那昨天, 庞顺随着军事和大帅, 赶奔叉树港接亲去了, 怎么他回来了, 难道出了什么事了吗, 在他以为不可能, 因为派出去的人, 都是阎王寨的应手, 刘雪角和大帅, 那都什么功夫, 车心员金德利, 那都是什么猛将, 而且派出几百名马队, 他怎么能出的了事呢, 你说没出事, 我这位怎么这么狼狈, 满脸都是血, 浑身上下都是尘土了, 就知道有不祥之兆, 他把桌子一拍, 庞顺, 究竟是什么回事, 速速揍来, 哎呀, 王家千岁啊, 昨天, 我陪着军事大帅, 还有几位将军, 到了查树岗, 满以为, 是一场喜事, 哪知道, 我们中了对方的计策了, 也不知道那老头, 马忠, 怎么跟开封府的人, 勾搭在一起了, 那三江淑, 蒋平, 白眼眉须良, 三下五, 一小五, 一小七节众人, 在查树岗布下天罗地网, 结果我们不知道, 全钻在里头了, 经过一场决战, 军事当场毕命, 大帅跟两位猛将, 三个人背亲, 弟兄们死的死, 上地上就剩下我们六十多人, 跑回来了, 黄伦望椅子上, 一靠是容颜耕变的, 天王殿上死一般的寂静, 全傻了, 这个事太意外了, 因为派出的人, 那都是阎王寨的尖子, 让开封府没肺摧毁之力, 打得如此狼狈, 那将来开封府的人, 要到了阎王寨怎么办, 黄伦一想, 我十六年的心血, 不白费了吗, 我用什么抵抗, 故此他吃惊, 旁边, 这位宁夏国的使者, 曹天豹说话, 王爷, 听方才这么一说, 金镖侠林玉让人抓住了, 啊, 不错, 哎呀, 真是不幸啊, 不幸啊, 可这事也不奇怪, 人有尸首, 马有肉体, 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 既然被抓住, 就说明他没死, 咱们还可能把他救回来, 王爷, 你应当马上派人, 赶问大同府, 杂奸反育, 把活着的人, 全救回来才是, 黄伦一捕了脑袋, 嘿嘿, 谈何容易, 曹将军, 你刚来你不清楚吗, 现在, 当今皇上派了个钦差大臣, 就是疏密院使严查散, 这个严查散是包黑子的徒弟, 如今奉了皇王圣旨, 查办大同府, 他这一来对咱们是大大的不利啊, 如今我们的弟兄, 每一天都有被抓的, 哪一天都有死的, 那张官说什么, 一定要把匪患肃清, 当然也包括咱们阎王寨了, 插树港一站, 这是敲个警钟, 你看着呗, 用不了几天, 他们的大队人马, 就得到我的阎王寨, 我用什么抵抗, 就像你刚才说的, 派几个人去砸肩反育, 这不是笑话吗, 大同府在人家官兵手里头, 同邦铁底, 戒备森严, 又有三峡五翼众人在那保护, 我们进得去吗, 即使进去, 能活得了吗, 如果打极了, 咱们的把柄在人家手心转着呢, 严查咱嘴一歪歪, 先把人都杀了, 咱不空去白回吗, 更加速几个人早死了, 因此此计不妥, 哎呀, 这怎么办呢, 大家就议论开了, 正在天德王无计可施的时候, 在人重制中走过一人, 这人是个大哥, 长得挺瘦, 但是骨架挺大, 面如重草 高王法纪金簪别领 身穿又肥又大的灰布道袍 背后背剑手拿扶尘 此人是谁 正是三手真人刘道通 这个刘道通在江湖上 号称五真人之首 这五真人是五个老道 都是他的亲师兄弟 什么九天真人马道元 七星真人梁道兴 双头鞋子吴道成 这都是他的师兄弟 但是那四个 都死在徐良的刀下 和欧阳春的掌下 如今就伤他老个一个 他在中原无法立足 这才逃到塞北阎王寨 黄伦呢 久闻他的大名 加封他副军师之之 这个刘道通在人群之中一看 天都王一筹莫展呢 三下五一杀的鼻子尖抵起来了 对自己本身也不利 确实应该想个对策 他把这主意想好了 这才处理 吴良伯 王家千岁 贫道由本上奏 黄伦一看是他 不住的点头 军师 有话 清江 王家千岁 有道是 兵来将党 水来土吞 虽然说 我们吃了个大亏 这也不算什么 吃一欠 掌一掷 我们大家 往后更留神 更注意 也就避免更大的灾祸 方才曹将军说的对 目前应当设法 把金标侠 车将军 金将军得救回来 那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如果我们眼瞅着不救 被这些藏官给杀了 那可是最大的损失 军师 那你说怎么救 难道你能进大同 去救这几个人吗 不不不 贫道我没这能耐 但是我可以向您推荐一个人 这个人只要一出头 慢说就这仨人 就摘三官 严查散的脑袋 也不费摧毁之力 别看徐良这么能耐 那么能耐 要跟这主碰在一块 让这主抓他 就好像老鹰抓小精 就这么省事 哦 县长 此人为谁 快快讲来 哈哈哈哈 我要推荐的这个人 就是金标霞林玉的授业老恩师 非剑仙 朱亮 要能把朱老剑客请出来 那还费劲吗 再者一说 他徒弟被人家抓住了 当老师的能不疼耐吗 就从这一点 他就得帮忙 黄伦一听啊 把头低下了 一劲的晃脑袋 这个意思就是反对 不同意 那么说有这么好的事 为什么黄伦不同意呢 原来他有为难之处 说这话是半年以前 阎王寨什么事没有呢 各方的英雄 纷纷跑到这儿来投奔 天的王黄伦 修了几处招贤馆 挂起招贤旗 那这阎王寨是一派生机 可是黄伦要想成其大事 推倒大宋的江山 光靠这点人还不行 他呀得找那有能来的 金镖侠黎玉就向他推荐 说王爷 您哪最好把我师父请出来 我可不是捧我老师主量 要闻有闻 要无忧 老人家读了一辈子兵书 二十多岁的时候 就当过总兵 后来辞官不作 要讲就排军部阵 攻杀战手 斗眼埋伏 如同探囊取悟一般 要论能耐 马上部下长拳短打 可称盖世无双 你要能把我师父给请出来 咱们阎王寨 非发达起来不可 谁都不怕 黄伦准本 当时传了道旨意 让金镖侠黎玉 军事刘雪巧 八名王国人带着号礼 赶奔飞蛇谷 去见朱亮 因为这个朱亮啊 现在隐居在飞蛇谷 有个庄村 有个庄村叫 隐贤庄 老头根本不问世事 结果他们赶着车骑着马去了 到那扣开门环 一见朱亮 把来的原因说明白 李丹望上一谢 满以为老头能答应 结果飞剑仙 朱亮是大发雷霆 就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金镖侠黎玉 痛刺了一顿 说别人 不知道你师父怎么回事 你不知道吗 你师父金盆洗手 已经退出武林了 我老了 奔九十岁的人了 我还争名夺利吗 谁是谁非都跟我无关啊 你这不给我找麻烦 飞剑仙朱亮 越说越有气 把他们送来的礼物 全隔着墙给扔出去了 把李丹也撕了 把林玉留学脚赶出家门 告诉林玉 你往后再来 我砸折你的双腿 这帮人碰了一鼻子灰 就这样回到阎王寨 见天的王黄伦不敢隐瞒了 把实情都说了 黄伦这脸当时就红了 成了红伦了 心中暗想 这老头怎么这么倔呢 我这是往你脸上贴金呢 你这绝我绝个对头弯 你就打有能呢呗 也不至于这么狂啊 好吧 有你不多 无你不少 难道没有你诸亮 我这阎王寨就得垮台吗 一赌气他不请去了 林玉也不敢去了 这事就撂起来 你看刚才 三手珍珍刘道通 又提起这事来了 这一提呢 黄伦就想起半年前的事 所以他直晃脑袋 心说话请不来 这珠亮这老头太特 性情古怪 去了也得顶回来 王返徒劳 白费事 但他这么一想 三手珍珍刘道通 看出来 往前紧走两步 吴良婆 王家千岁 您是不是认为 珠亮不能出头 啊 够呛 我看他不能来 不见得 为什么频道这么说呢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 当初 咱们阎王寨兴旺发达 兵强马壮 用不着他 所以他来不来干什么 如今我们有了难处了 尤其是他那宝贝徒弟 叫人去抓了 我就不信 他这个石头块 我就不相信 他不疼他屠的 岂有此理呢 王爷您就传道 频道不才 我带着礼物 二上飞蛇骨 到那陈说厉害 咱们试探试探 他来了不更好吗 如果他不答应的话 咱们再想方法 也对 黄龙跟大伙一听 刘道通说的有礼 这才刷了一道圣石 又准备了丰盛的礼物 珍珠一百颗 黄金三千两 零罗绸缎 拉了五车 派三首真人刘道通 带着四名寨主 作为全权代表 骑身奔飞蛇骨 简短揭说 两天到了 这飞蛇骨 离着阎王寨 伦都山 一百二十里 山路停好走 要骑着马赶车 那是快的 等到了这儿了 三首真人刘道通 命令车辆停住 让楼楼兵扣打门环 门开了 里边出了个小童子 这小童子啊 岁数不小的 今年二十六岁 就是不长个 挺大个脑袋 有点挪圈腿 说话是童子音 不知从哪选来 这么个小人果 但是个聪明啊 两个眼睛也不亮 这童子出来 晃着大脑袋看了看 你们找谁 吴良婆 贫道是伦都山 阎王寨来的 奉我家王爷所差 要叩见老见客 就说我有急事求见 等一等吧 这个小大头人 到里边送信去 今儿个呀 也不知道飞剑仙怎么的 特别高兴 根本就没拒绝 还搭了个请子 小大头人出来 满面呸笑 我先打您贵姓 啊 年贵姓刘 我叫刘道通 哦 江湖五真人之首 三首真人就是您 哎呀 会杀人也 我是空有其名 五有其实 我说刘大爷 今儿个不知道日子 从哪边出来的 我们老剑客 非常高兴 让我搭了个请子 让你们进去讲话 呦 刘道通一乡有门啊 如果飞剑仙 答应出头 虚良啊 准教你死无葬身之地 三首真人 刘道通 奉命来请朱亮 原来以为挺难 哎 结果挺顺利 小童子一通报 就让他进来 哎呦 把刘道通乐的 心说 只要诸老剑客 愿意出头 什么事情都不成问题 我呀 也可以借助他的力量 给我报仇 一边想着他 一边往里走 就见人家 小院不大 但是 百花盛开 清香扑鼻 这个幽静印就别提了 顺着当中 石头子扑的涌路 拐弯 到了二道院 这是飞剑仙 朱亮 念书的书房 小童子一回头 仙大 您先留步 我道理的给您再回一声 他进了屋了 就听朱亮 弹嗽一声 声音红亮 给我请 是 小童子把连笼打起来 仙长 您屋里请 刘道通 正正道观 斗斗道袍 浑身上下 手是干净了 哈着腰 走进书房 一提鼻子 一股 弹香味 抬头望上看 正中央放了一把 安乐椅 在椅子上 端坐一位老者 这老头是大个 平顶身高 没有一丈 也差不多少 面四三秋古月 一步虚然散满千辛 全是白的 条条透风 根根漏肉 就好像的 银切相似 光头 没戴着帽子 往着法纪 金三别头 茶几上 放着几本冰书 放着文房四宝 这房屋的两旁 全都是书架子 摆满了各族书籍 人哪 只身在这个地方 就感到飘飘然 有点肃然起敬的样子 刘道通知道 这老头 就是飞剑仙助量 赶紧抢不起身过来 无量天尊 晚辈刘道通 参见老剑客 说话之间 聊衣不要磕头 主量赶紧站起来 用手相掺 不必客气 仙长免礼 一旁落座 善哉善哉 贫道卸坐 刘道通坐下 主量命令小童子 赶紧献茶 一碗香茶摆上来 两个人是边喝边谈 主量手撵着炎然 打量打量刘道通 刘现场 无事不登三宝殿 你是个忙人 能够忙里偷闲 来到闭宅 大概有事吧 刘道通站起来 啊 老剑客 您说对了 贫道来 是奉天德王所差 给您送了一封信 说着话在怀里 把天德王的手书拿出来 恭恭敬敬 望上一地 就见朱亮把脸望下去 沉 根本没接这封信 不用看了 刘现场 你究竟来是什么意思 哎 刘道通一看又要来劲 啊 这老头又翻这个倔疲心了 是这么回事 有一件 这 朱亮把脸沉起来 现场 有话直讲 何必犹豫呢 好吧 老剑客 您那可别上火 也别着急 这玩意这个人生一世啊 苦乐悲哀 是交织在一起的 他这不必裸造 有话直说 哎 我现在就说 民徒弟金标侠林玉 啊 他怎么了 他让开封府的官人 给活拿了 现在问成死罪 压在大同府的囚牢 凶多吉少 恐怕要掉脑袋 像这等大事 我等不敢隐瞒 特来奉告老剑客 好 朱亮的脸 当时就变了 刘道通 头眼一看 有门 我看你动心不动心 我脚着这副药 能好使唤吗 可是朱亮呢 开始一惊 模样也变了 一会儿又平静下来 哦 原来是这么回事 哼 刘县长啊 你们给我送信来 老朽非常感谢 不过我是这么看 人生的路 由自己来走 有的走的是阳光大道 有的就是走的岔路 他今天被人家抓住了 这是咎由自取 自己做的 即使掉了脑袋 也活该 跟我这师父 没什么关系 慢说我们是师徒 即使是父子 我也管不了啊 儿大不由爷嘛 呵呵呵呵呵 主量说完了 把眼闭上 哎呀 三手真真 刘道通一看 我这老头说的是 真的 还是假的 难道他真不动心 他要拒绝出山 这事可麻烦了 不行 还得揭插 往下说 五良婆 老奖客 话虽如此 林玉毕竟是您徒弟 以频道看来 他没做什么坏事 他不就是保了天德王黄伦了吗 可这算什么错呢 人生一世 对任何事情 任何职业 都可以选择呀 那天德王是个人才 他要扭转乾坤 推倒大宋 另立一个世界 这也不算不对吧 你老人家熟都京史 你什么不知道 开天匹地到现在更换了多少朝代了 所以说天下乃人人之天下 不是一人一性之天下 那宋朝老赵家 好了 他就多待几天 不好了 就得有人取代 如今天德王黄伦 想要取代大宋 这算什么不对 再说您徒弟礼遇 保了天德王 更无所指宅呀 老人家 因此 您不要认为您徒弟不好 再往下说 那开封府的人 那都是什么人 准横跋扈啊 借着皇上和包黑子的势力 背叛武林 反过头来欺压武林 用大伙的鲜血 换了他们的官帽 用大伙的死 换了他们的官职 简直是可杀不可饶 您是没见着的 这往这儿横的邪乎 刚到大同府就放出方来了 就要抓金标侠林 结果给抓住了 言下之意 不光对付林狱 还要把您也给逗倒呢 您认为您没事了 您在这儿一待就稳当了 稳当不了 假如阎王寨 被他们占了 您这飞蛇骨 也不能够安定 请老建客三思 也有你这么一说 我不明白 谁把我徒弟抓住的 徐良 徐良 他是何许人也 哎呦 老建客 您那九居山林 消息必赛 您不知道他是谁 那张金大红的发紫哦 这小子是山西太原府 齐县徐家庄的人 他爹就是大五义的老三 穿山属徐庆 这个小子 这个小子自幼受高人传授 听说他有两个老师 头一个师父 叫云中鹤 魏珍 就是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 第二个老师 号称山西二绝的头一个 叫金鸡 好斗 梅梁祖 徐良在他们两个人身上 学到了决议 其实呢 现在徐良的能为 超过他的老师 因为这个小子鬼点子多 格外的聪明 他身上的决议 可太多了 双手打镖 双手接镖 双手发飞黄石 双手接飞黄石 双手打绣剑 双手接绣剑 一手三暗器 这百发百中 向来不虚发 而且他掌中那口金丝大魂宝刀 招数惊奇 这小子现在可了不起 皇上加封的三品戴刀 御前护卫 在开封府效力当差 因此他眼里就没人了 他给开封府的包黑子 当了忠实的鹰犬 平山灭岛 杀了我们陆林英雄 无期待数 如今又领着人 来到大同府 要平灭阎王寨 老人家 这可怎么得了呢 他要没能的 能抓住您徒弟们 抓住那天我还听说 他仰面大笑 说谁是林玉的师父 怎么交出这么个饭桶来啊 是不是跟他师娘学的 哎呀 这个话说的难听不堪入耳啊 把朱亮气的一使劲 把手中的插杯捏碎 什么功夫 应找力 哎呦 三手真人流到头 偷着一看 有门 看来这人呢 都怕鸡 这鸡降法真的好使 这副药可灵了 就见朱亮脑筋也蹦起来了 哼 我当他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 闹了半天 是个黄口竹子 无名的小辈啊 刘道通 你来的意思 是不是搬请我出山 让我救我徒弟 对不对 对 就是这个意思 你看 刚才给您信 您还不看 天的王 在这里边写的清清楚楚 这朱亮这只才把信打开 一看跟刘道通说的差不多 他闭上眼睛 合计了半天 刘道通啊 这么办 老朽 金盆洗手 对天蒙事 誓死不愿出头了 可今天我二次出山 就违背我的誓言呢 我可不上山入伙 咱把话说清楚啊 要说叫我保天的王 高地我不能干 我这次下山 就是为了我徒弟 把我徒弟救出之后 我把他领回飞车舞 让他好好练舞 不让他再上山了 到那时候 你等大家 可不必埋怨 呀 刘道通一听 这不对 合着把你请出来 把淋浴救了 不管我们了 又一想 嗯 恐怕你这么想啊 跟事实不能一样 到时候看着形势吧 恐怕你自己都约束不了你自己呀 只要你能出头就行 刘道通想到这里赶紧跪到 无量偏尊 山哉山哉 老建客 您这就对了 糊涂都不吃紫 您能不管您徒弟吗 应当赶紧下山才是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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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我守这么个败家子儿 给我找了麻烦啊 星儿 星儿是谁呢 就那大头人 他本来姓王 叫王兴 王兴过来了 师父 到后宅给我打点打点 为师要下山走一趟 师父您上哪去 到大通府接你师兄去 让他回来跟你同堂练武 是 汪兴下起来 时间不大 给拿来了 一个小包 这小包里头 有几套衣裳 出门在外临时更换的 另外有个百宝囊 最显眼的 有一条五金的拐杖 这套拐杖比鸭子还粗 龙头放尾 这乃是飞剑仙猪量 英手的家伙 不知道的呢 就是上了年纪的人 拿着他走路 实际上是一种兵人 王兴都给准备好了 往桌上一放 师父 您看看还缺什么不 不缺了 用什么东西 我派人再来取 为师不在家 你要好好料理门户 是 但不知老师何时归来 多则五日 少则三天 哎哎好 我等你了 就这样 刘道童一看 有希望了 命人把礼物抬进来 朱亮把脸望下一沉 这是干什么 这是我们王爷的一点心意 求老人家笑纳 不必 我从来不受理 怎么拿来的 怎么拉回去 二话别跟我说 哎 好好好 小人 情面太薄 您见着天的王 然后再说吧 我拉回去 拉回去 刘道童啊 不敢创兵子 知道这老头太倔 好容易他答应出头了 再把他惹翻了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就这样 他让这些楼兵 把礼物烧毁 朱亮告诉他 你先行一步 我随后就到 咱们在阎王寨 不见不散 刘道童满心喜欢 率领众人 回到阎王寨 等见着天的王黄伦 他是眉飞色舞啊 好了 这回好了 朱亮答应出头了 随后就到 是吗 把黄伦也乐坏了 吩咐一声 快点 张灯结彩 净水刷山 黄图电道 准备隆重迎接 劳尖客 整个阎王寨全 动起来 下午的时候 果然朱亮来了 天德王黄伦 率领天父寨主 将近两千余人 亲自下山迎接 把飞剑先接上天王殿 到了天王殿 是盛情款待 让他往当中一坐 黄伦在旁边站着给敬酒 这回可好 请了个老祖宗 谁不得大溜虚啊 咱不说别人 在人群之中坐着仨人 就是江夏三鬼 要命鬼 黄中江 追命鬼 黄中海 还有那个戏伯 大头鬼 房淑安 前文书咱说过 这房淑安 就是徐良的干儿子 梁华寺 完了事之后 他率领着其他人 投靠阎王寨 到了这儿了 也给他安排一个篇幅的小寨主 是棒吃棒喝 阎王寨所发生的一切 方淑安是全知道 他一看天的王黄伦 又请了个老头 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先 方淑安心里就放开心思了 心说徐良啊 大概这回可够你呛 你老露脸啊 你老走字啊 你也有现眼的时候 我听人家说过 露脸跟现眼就是戒饼 露脸露得太足了 离现眼就差不多少了 这回飞剑先这一出面 上大东府去救灵狱 肯定得遇上麻烦 肯定得跟你动手 就你那口金丝大混刀 能不能赢得了人家五金的拐杖 你叫三手将 人家叫飞剑先呢 打暗器人也是一绝啊 大概的学量是凶多吉少啊 方淑安一看呢 都打朱亮的流须 纷纷过去敬酒 那么自己不敬酒 也不合适 方淑安一桶黄中江黄中海 两位哥哥 咱也得过去 先下年轻呢 好吧 每人都端了一杯酒 晃晃悠悠 来到朱亮的进前 方淑安把大脑子一晃 未曾说话 先拉屁 咱们前文书说过呀 他没鼻子 没这玩意 他不兜风 这说话他费劲 他事先呢 先得攒足了气 所以就像拉屁一样 朱亮正跟天的王说话呢 一听这什么声 抬头顺声 一看 面前站仨人 为首的这位长得真可笑 脖子好像擀面杖 脑袋好像大窝窝 一阵风刮过来 好像就得把脑袋刮掉 饼子里还没鼻子 哎呀 飞剑仙一想 这人怎么能看 活个什么劲呢 带着他这种身份 能说这种话吗 朱亮看看方淑安 壮士 你是哪位 哎呀 哎呀 老建客 这是您问起来了 完备 只好如实奉告 我是江夏的人 姓房 就是房子的房 双明淑安 因为我伯父系脑袋大 大伙给我送个超号 叫细伯大头鬼 原来是房债主 对 是我 老建客 人的名书的 听别人不知道 要提您 一个雷天下响 福如皆知 没有不知道的 您来了 我太高兴了 我代表我们哥仨 给您敬点酒 帮您赏脸 说的话 把酒杯举过来 老建客看了看 情面难却 只好笑呵呵 把酒杯端过来 一言而尽 多谢三位 是是 够意思 够意思 不过 完备有 你是不明 当面请教 哦 有话请讲当面 哈哈哈哈 我说你不管 对不对 老建客 您可别挑礼 那么您这次 二次出山 打算干点 什么玩意儿呢 哦 你还不清楚吗 我要敢问 大同府 前去救我 图尔林 啊 是这么回事 您准备 带多少兵马去 哈哈哈哈 方寨主 这你放心 我一兵一足都不带 就老朽 一人足矣 什么 这就你一个人 我老建客 您老人家可别大意啊 真真真真 你要知道 人要骄傲 就得 变败 龚王今来 多少例子 哎 你要到大同府 别人 我 我不敢说 你要遇上那白眼 没须良 怎么办 哎 恐怕你 好气 你可回不来呀 天的王黄伦一听 这小子 你这是敬酒 你是给添秘 你看在这天王殿里头 你哪有说话的余地 这人怎么那么讨厌呢 可又一想 人家投奔招宪馆来的 捧我的常识是客人 对人家还不能失礼 天的王黄伦 恐怕的说出 其他难听的话来 就过来打岔 房寨主 房寨主 赶紧归座 一会儿韭菜都凉了 嗯嗯 妈呀 您别黏我 您是不是认为 我说话刺耳 您可别忘了 良药苦口 利于病 中眼逆耳 利于行 要越好 越苦 话越好 越刺耳 我这是警告老建客 不要掉以轻心 那徐良不好惹 老建客 你知道我们俩什么关系吗 哦 你跟徐良还有关系 娘 都知道就您不知道 徐良是我干老 我是那干儿子 这一句话把大伙哇 全逗乐了 朱良哪知道这些事 帐二的和尚摸不着头了 走 怎么徐良是你干老 哎 你一年都不哑呀 您知怎么认得这干老吗 说这话好几年了 在金方岭准提示 我跟金库脱头 邓飞雄 飞毛腿高屑 燕飞白就哗 在那做客 喝了两盅酒 我的嘴就没把门的了 我现在硬高兴 我吹开牛了 我骂徐良 我说徐良 那小从小他妈就没出去 竟在我胳膊上拉青屎 想不到他妈 他现在又出去了 他忘了他当初了 他是我干儿 我是他干爹 其实我说他妈是 九宫的胡说八道 哪知道一骂他妈糟了 徐良听见了 大吼一声跳到屋里头 把别人打败 把我给抓住了 我一个就是说好的 徐良还真不错 饶我不死 但是为了警告我呀 给我留点记号 蹭一下 把鼻子给拉下去了 当时我还多个心眼 趁热捡起来 安上得了 你着急 安错了 大头朝上来 你这么的还漏雨 我一毒气了 又哺了下去了 打败以后 我们俩就认亲了 他就是我干老 我是他干儿 我连做梦 我也不敢说他别的 为什么呢 那可灵了 只要我一说 我干老不好 俩字 他是随时就到 你们看 我干老来了 群贼文庭 一阵大乱 非见仙 药会须良 西伯大头鬼 房书安 朗不丁喊了一嗓子 我干老徐良来了 就这一下不要紧 天王殿 就开了锅了 有二十多个贼 揉揉揉 跳到房上 还有十八九个贼 自溜 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有的人各拉刀剑 闪躲在两旁 真是丑太百出 就连飞剑仙朱亮 也为之一惊 甩颜然 长大双眼观球 好 徐良在哪里 一看呢 什么也没有 把房书安乐的 腰都直不起来了 嗯 诸位 不必害怕 我是开个小小的玩笑 刚才我眼前活见鬼 看差了 嘿 大伙一听这个气 就甭提了 天的王黄伦 急忙吩咐一声 大家安静 上房的 重新跳起来 藏到桌子底下的 又钻出来 把黄伦气的用手 直拍桌子 众位 你们这是怎么了 银河上房的上房 钻桌子的 钻桌上 回王家千岁 因为我们听说 徐良来了 要做好战斗准备 这位还会找借口呢 其实啊 钻桌子的里边 有两个人都吓得尿了裤子了 朱亮看得清清楚楚 没乐意把这盖给掀开 飞剑仙 长叹一声 哎 徐良这小子有多横 一提他的苗 把我们陆林人都吓得这般狼狈 可见这小子素日是多么 专横跋扈了 本来凭老朽的身份 不愿跟着娃娃计较 要看这情况 我说非把他铲除 不可 但是朱亮又恨这方树安 你是哪头呢 这不是吃里爬外吗 明明徐良是仇人 把你鼻子给你拉下去了 你张嘴干老 闭嘴干爹 你太给陆林人丢人了 老建客想到这里 砰一把 把方树安的衣服给抓住 局长要砸 想把方树安给打死 天德王黄伦赶紧过来了 哎呦 老建客手下留情 老建客打不得打不得 嗯 烟河打不得 黄伦把这嘴啊 对准了朱亮的耳朵 压低声音 跟他说了几句话 朱亮一听就一愣 把手又放下了 没敢打 那么说方树安有什么了不起的 连朱亮都不敢揍他 这玩意真有原因 咱们这个书啊 没在最前边说 要在头前说呀 您就明白了 这个方树安出身 听了不起 二十年前 他创办一座大山 叫八宝叠云峰 轻松狼牙剑 把这大山治理的是 同邦撇底啊 那会儿方树安年轻 肚子流点到他 后来来了几个人 头一个叫半翅峰王点 汪金龙 第二个电光霞火玉贵 第三个 飞天老摩 叫公爷子安 这三个人乡中八宝叠云峰 愿意上山路火 方树安非常欢迎 把三个人接到山上 打那以后 这四个人冲北磕头 拔拜结交 论岁数一排 方树安是老四 因此人们都管的 叫四大寨主 后来呢 方树安这个人呢 脾气不好 发现这三个哥哥 做事不端 就发生了口角 方树安一跺脚 离开八宝叠云峰 轻松拉下见 又到湖北江夏 认识了黄中江 黄中海 号称江夏三鬼 他就不回山上去了 其实那三位啊 也搅着心里头 怪对不起 方树安的 派下人来 请他 这位还越请越来劲 说什么不回去 到现在不凉不热的 就撂下来 人家爹云峰上 还有他的名字 大伙谈论起来 还管他叫四寨主 就是没回去罢了 这件事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说方树安这个人 不怎么地 他那三个磕头 就惹不起 半赤峰 王匾 王金龙 那是剑侠的身份 武功盖世 电光侠 火玉贵 掌中三十六路 电光掌 驾盖武林 没有对手 再加上那公爷子安 那无数都是了不起 又了不起的 所以看在这三个人的份上 谁也不敢惹这方传 方才黄伦就是说的这个事 老建哥 你手下留情啊 他动不大 他那仨把兄弟 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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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猪量给下猪了 因为飞剑仙 知道这三位 那是了不起的人物 弄功夫 只在自己以上 不在自己以下 但是他纳闷 那三位高人 怎么跟这么个废物 磕头结败呢 哎呀 人生一世错综复杂 真是不可理解呀 就这样 朱亮就没动手 方书安一看 腰板更直了 谁敢动我 出来我干老虚量 别人啊 他也配 老建哥呀 我还揭插说 刚才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您这一兵一卒不带 就想进大同府救你徒弟 这不玩笑一样吗 弄好了 你跟我似的 把鼻子混丢了 咱俩一块拜干老 去你 妈的 朱亮仍无可忍 照方书安 屁股上来一脚 方书安这家伙 皮糙肉厚 根本就不害臊 长叹了一声 老板 好两年 难劝 该死鬼呀 反正我心 是尽道了 说完了 他归座了 这帮贼听完了 是啼笑皆非 别人是不敢言语 朱亮这火可太大了 无意之中 方书安使的 这是激将法呀 把老头这火 都积到脑门子上 朱亮是愤然战起 心说这事不去 也得去 大话扔出去了 不赠半夜不幸 别人都好说 就这戏伯大脑袋 这张嘴我就惹不起 朱亮气呼呼站起来 王家千岁 老朽告辞 咱们 您这就走 对 我要赶本大同 去救我徒弟 顺便把 徐亮的人头 烧回阎王寨 老人家 您好好想想 还是多带点人吧 哈哈哈哈 王家 您不必为我操心了 您想想 我带多少人 带三千五千的 不济于事 带三万两万的 你这块没人了 相反 人多 目标大 这大部队一开去 事先人家得着信 就做好了准备 挑起吊桥 落下千金 砸板 死守大同 一半会儿 还打得进去吗 就即使打进去 恐怕 我徒弟早就伸手一触了 还不如老朽 一个人去 何事 神不知 鬼不觉 到那块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就把事 办成了 再者一说 你看 以方术安为首的众人 把徐良等人说得神乎其身 在老朽看来 无非是陆路之辈 他们是攒鸡毛凑胆子 没真功夫 我还真没把他们看在眼里 王家 各位 你们就听习信吧 告辞了 朱亮说的这 在桌旁边一伸手 抄起五斤的拐档 一转身 唰了 众人吓得又一哆嗦 再找朱亮是踪迹不见 玩个绝的 那身子够多快 其实朱亮也不会影身法 哪儿去了 从后窗户出去 飞身上防 等大伙再追出去 他早已飘到墙外走了 嗯 黄伦一想大概还有希望 咱们等着听习信吧 告诉御膳房 杀牛宰羊准备祝贺 安下群贼听信 不说 单说飞剑仙竹亮 怒冲冲下了阎王寨 找一肃静的地方 把衣服收拾收拾 他平心静气的想了想 哎呀 这次我到大同 用什么办法 能把淋浴被压的地方摸清 我是公开露面 还是晚上夜叹大同 如果 他们要凭武力 我应当怎样对付 他得盘算盘算 后来呀 他在肚子里画了条道 不如如此这么办 这么办 如此就这么办 这招是上策 这才叫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我呀 公开去 不用闪闪躲躲的 那还叫人家小瞧 另外 也不易下手 想到这儿 他出了树林 大不流行 直奔大同 没人的时候 他把妖望下一塌 施展陆地 飞腾树 跟箭头似的那么快 一咬人呢 他就把脚步收住 慢慢往前走 因为光天化日之下 竟然看着不好 你说 有老头大白胡子 这怎么事 是揉揉揉这么跑 官知不雅 就这样 加紧一段 慢走一段 在日子望西转的时候 就来到大同府的北门 飞剑仙手打梁棚 往城门这一看 门前黑呀呀 怎么那么多人 往城头上瞅 五步一岗 十步一哨 金旗飘白 占满了大宋朝的军兵 因为这是前方 不管是黑天 还是白天 戒备这十文言 朱亮等卖不来到北门口 这一看 为什么人这么多呢 闹了半天天快黑了 到城外办事的老百姓 急于回家要进城 到城里办事的人呢 急于要出城 按照钦差大人严查散规定 不管出城者还是进城者 都要经过严格检查 官府发放的腰牌 腰牌得对上号了 这才能放出放入 对不上 那不行 发现可疑的 立刻抓起来 投入大牢 进行审讯 不然的话 能把这些贼 置得这么服服帖帖的 朱亮等几近人群一瞅 要进城的人呢 排了能有五百多人 哎 这些人这个着急呀 不少人议论 这怎么慢呢 这这这这快点 要想这怎么样 掌灯也到不了家 这怎么慢 朱亮一瞅城门洞着 放了一张桌 桌后面两把椅子 坐着两个年轻人 这两个人 站起来都是大个 每人头上都带着 六楞抽口硬撞金 浑身上下都穿青色的衣服 腰中都挂着刀 你别看穿的是便装 一瞅就是官人 在这喝着水 眼睛不住地打量出城进城的百姓 有二十几名军兵各拿刀枪 搜查来往的行人 旁边还有一个文职官员 在这收腰牌 放腰牌 登记在侧 忙的是满头大汉 在城门洞的旁边呢 还搭着个卢西棚 竹梁一看里边也有人 闹了半天到里边去 把衣服扒光的检查 看看你随身带什么违法物没有 啊 竹梁一看够严的 这一说 我也得经过检查呀 我也没有腰牌呀 这还没等进城呢 就遇上麻烦了 哼 竹梁又一想啊 谁管你这套鬼吹灯啊 你们干你们的 我干我的 按原来的计划行事 所以他也没排队 几个人宠 一直来到城门洞 拄着拐杖 挺着胸扑 脉步往里就走 当兵的抬头与丑 哎 站住 站住 我老子 你乱闯什么你 你没看进城的 都得排队 去 后来排出去 弟兄们 大家辛苦辛苦 老朽有急事在身 务必这会进城 大家给个方便吧 对不起对不起 来日我请弟兄们喝茶 朱亮边说还往里边走 当兵的横刀枪把他拦住了 我老头你 你活内外了 你刚才说的什么话 谁用你请喝茶 你经过检查了吗 哎 好不去 再要不听 把你抓到官府致罪 哎呦 你们这个衙门真不讲理 我什么法都没犯就把我抓起来 要冲你这么一说 我还非进城不可 我看你们哪一个敢抓老朽 说实话他还往里走 结果就发生争吵了 桌子后边坐这俩年轻的听见了 啪一拍桌子站起来 怎么回来 这俩人过来了 书中代言他们俩是谁呀 开封府六品带刀的校尉 行如龙 行如虎 要说起这哥俩呢 前文书咱们交代过 别看他们俩过去 尸身于贼 跟襄阳王赵爵瞎跑 也做了很多对不起人的事 但是这两个人改些归账了 群雄巨破冲销楼大破通往镇 这两个人倒戈投降 因为他们俩立有战功 经包的人的宝奏 人宗准许 收到开封府校里当差 而且加封六品的官职 几年来 这哥俩确实是变了俩人 跟徐良众人 抓柴破案 屡立战功 拿这次来说吧 守北门的事就交给他们俩了 这哥俩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啊 有时候累的 坐在这椅子上就睡着了 尽管如此 他们知道形势严重 一点都不敢偷懒呢 一会儿掌灯的时候该换包的 但这两个人 一点不敢怠慢 听着这一抄抄 形势弟兄站起来 形容龙在前 形如虎在后 罗罗兵左右一闪 他们来到朱亮进前 上一眼下一眼看看 一瞅面前站着个大哥的老头 面似迎盆 胸前散满银燃 头上戴着鸭尾巾 身胚英雄场 手里拿着把乌黑赞亮的拐棍 两只眼睛 倍儿亮 倍儿亮 哥俩就知道这老头是练武的 不然的话 这眼神不能这么亮啊 看他这个冲性 也许是三峡五义的朋友 别得罪啊 得问清楚 兴容龙过来一抱拳 老人家 你好你好 哈哈哈哈 十方才军兵弟兄说话不周 惹您生气 万望见谅 不过呢 上之下派迫不得已 我们是干者的 因此呢 就得沿着一点 您呢 还得谅解 您看见没 不管是谁 想要出城进城 必须登记在册 说明您的姓名 报出您的家乡住处 说明理由 发放您腰牌 然后才兴许进城 不然的话 上风怪起来 兄弟们不好交代 老人家 您请到这边来 您贵姓啊 来来来 先给这老爷子搬手续 这行如龙啊 就算会来 说这套话 也不算过分 但是朱亮 今天是找茬来的 这一来 他就没安着好心呢 就打算玩命 尽管行如龙 说的这么婉转 他仍然把脸望下 一沉 太麻烦了 这么宽敞的城门 你们硬堵着不让进 要他娘的什么登记在册 这不是刁难人吗 老朱活到七八十岁 还没遇上过这些麻烦 对不起 全给我免了 说着还往里走 行如龙怎么解释 他也不听 行如虎极了 你看行如虎这脾气 跟他这名差不多 胡头胡脑的 行如虎 你看这老家伙什么东西 也从北门来 除了北门不远 就是阎王寨啊 他不是个老贼啊 成亲跑这倒来发坏 你看我哥哥这劲 你怎么一个字 跟他说好的 把他抓起来就得了 行如虎过来 把他哥哥往旁边一蹲了 老家伙 给脸不要脸 敬酒不吃你吃罚酒 我告诉你 你要找不顺的 今天爷对不起你 弟兄们 把他拿下 医生令下当兵的往上 一床抓胳膊的裸袖子的 就想要抓主量 那能抓得住 飞剑仙把两臂一抖 使了一招武术 叫老龙斗甲 上面一晃身不要紧 当兵的 揉揉揉 剃发了 壳装 摔躺 一看 呀 老家伙回两下 跑这找茶来 来来来 我对付对付你 行如虎甩掉外衣 轮圈就打 朱亮一想 我今天进大统啊 为救我徒弟 主要会的是徐良 就这些人呢 不知荡去打 我也不能浪费的精力 干脆快点把他打破了就得了 行如虎往上一纵使了个通片炮 朱亮往旁边一歪头 全都打空了 还没等行如虎换招 就见朱亮 把左手抬起来 伸出两个手指 在行如虎的泪茶子上捅了一下 别动 啪 行如虎这勒子大了 下面起码蹲当势 一个胳膊伸着 一个胳膊在后头 眼珠瞪着 是一动不能动 闹了半天点血 行如龙一看 哟 我老头 你敢打我兄弟 过来 轮拳就打 朱亮一转身 转到行如龙的身后 仍然使用这招 别动 行如龙也听话 也动不了地方 当兵的傻子 这 刚想望上床 朱亮一白说 弟兄们 咱们都没仇恨 老朽这般年纪 绝不无故伤害你们 我进城办事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哪个过来敢拦着 我可对你们不重 说话之间 大不流星 就尽了大痛苦 等到了街上 他钻进胡同去了 迎面正好遇上两个百姓 朱亮就打听 二位接光 请问 钦差大人的公馆 在什么地方 啊 老爷子 您顺这胡同出去 前面有一趟大街 您顺着大街直接问东走 路北朝南 有个大衙门 那是知府衙 公馆就在知府衙门 哎 不远 就是一里多地 多谢多谢 说话之间 这两个人过去了 朱亮 按人家指点的方向 从胡同出去 果然是一条街 顺这条街往前走 有个小狮子 接他一抬头 果然看见公馆 书中代言 这是知府衙门 现在又是钦差大人的公馆 能跟一般住宅的相同吗 那太有区别了 这门前多气派 两旁边 两六拴马的庄子 拴着几十匹骏马 再往门上观看 站着几十名军兵 各拿大刀 扶跃腰中跨着刀剑 来回巡逻 朱亮一瞅 到地方 我要来的就是这 肯定白眼眉 以及他的帮凶爪牙 都在这待着 别等着了 天黑以前 我就叫他大功告成啊 想着这 朱亮晃掌中的拐杖 飞身望离床 他要学见公馆 飞剑仙朱亮 来到公馆的门前 来回走了两趟 火望上撞 刚想望离床 但是朱亮啊 要把自己的情绪 控制住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座公馆 对大门 守卫森严呢 他用眼睛 这么转了一下 没有一百人 也得有七八十 不是那么容易 往里闯的 当然 凭自己的功夫 没拿这些人 当回事 他们也挡不住 但是连朝是带喊 不就捅了 马蜂窝了吗 人家里边 做好了准备 再想救我徒弟 林玉 就不那么容易了 我的想方设法 先把人救出来 然后再说 朱亮灯 想到这 心生一计 正好这时候 从公馆里面 走出了个当差的 手里头 抱着一锣子护书 急冲冲的 往北去 飞剑仙 你看这是好机会 紧走两步 把这当差的给拦住了 小兄 小兄留步 当差的站住 回头一看 不认识 是个高个的老头 老先生 有事啊 哎呀 这位小兄贵姓啊 免贵姓赵 好 我跟你打听一件事 好吗 老先生有话请说吧 请问 听说你们 前两天打了个胜仗 在叉树岗 活着了几个人 什么金标霞林玉 车心远 金德利 但不知这几个人 压在什么地方 这姓赵的 当差的就一愣 老先生 您打听这干什么 没别的意思 我也不怕 您见怪 我们是远方的亲戚 我想探探 坚 哎呀 我老先生 您好不小事啊 您知道他们 犯的什么罪吗 他们是 兴兴造反 作乱 按宋朝的利率 都得扒皮 点天灯 往轻的来说 都得斩首示众 这么重要的差事 您给他探什么见 在这时候 躲都躲不及呀 还往前凑合去 老先生 您听我劝 别问了 赶紧走 多谢这位小兄 管兆 您说的一点都不假 不过呀 你不了解内情 当年老朽 欠过这几个人的亏空 你说他们谈了事了 我在退避三舍 不露面 脚着于心不忍 哪怕见个面呢 给送去一点吃点 我这心就静了 不是老头 你你怎么这样 我就告诉你 你也见不着 哦 那么小兄这么办行不行 你告诉我在哪压着 哪怕我进不去 隔着墙 我捉撒衣 回去啊 我也就睡好觉了 我这心愿呢 也就了了 说话飞剑仙在怀里头 拽出十两银子 往前一臂 塞在这当差的手里了 这当差的结果里一看 白花花的银子 回头瞅瞅 没人发现 他就有点动心了 哎 老先生 我告诉你啊 我这可犯法呀 不过呢 我瞅你一片智诚 那我就告诉你 这仨人就压在这院里头 没投入大牢 暂时在公馆 在公馆寄压 哦 就在这儿 这时候我也进不去 那可不 要不我说了 这么告诉你 也白扯 你能进这两公馆吗 进公馆 在后边那层院 有个小跨院 在那压着 离后门不远 我可走了啊 老头 最好你甭去 你去要找了麻烦 你可别怪我啊 这当差的说完了 把钱揣回了 他走了 那年头那官府 有几个不探赃的 除了包的人 和少数几个清官之外 上上下下 都是见前眼开呀 话虽然不多 已经给飞剑仙朱亮 画了个简单的地图 朱亮的心放下了 哦 在后门不远 那我就不走前门了 这得省多大麻烦 这十两银子没白话 想着这朱亮 提着五金的拐棍 顺着胡同过去 找公馆的后门 时间不大到了 这后脚门呢 也关着 门上有两个站崗的 朱亮瞅瞅 这后街也比较肃静 卖步过来 二位辛苦辛苦 俩当差的看看 啊 不辛苦 老先生 有事吗 要有事到前面去办 后边 不接待任何事物 是是是 我知道 他 敢问医生 这是公馆的后门吗 啊 对啊 好 我打算进去办点事 烦老二位把门户开开 办事 我你这老头是上岁数的是怎么 刚才我们说了 这属于内宅 任何人都不准出入 你有事到前面去办去吧 正因为是内宅 老朽才奔这来的 我跟前边 没有什么可说 哈哈哈哈 说实话 朱亮上台阶 推门也想进来 那当台阶能让吗 我你这老头怎么不讲理 过来一拦他 朱亮把手一伸 别动 别动 啪啪 点穴 这两位全动不了了 朱亮微微带笑 用手一推门他进来 进来一瞅啊 挺大个院子 看意思 好像是仓房 可到底不是 他也不知道林玉在哪压着呢 你别看刚才姓赵的那个拆光 告诉他了 有个跨院 等进来一找 那跨院在哪 所以飞剑仙朱亮 一边找 一边就喊 玉儿 林玉儿 你在哪儿呢 威师 来了 林玉儿啊 您说他这胆子有多大 建屋他就进 建院他就走 四外寻找 瞎猫碰死耗子 还真碰上了 离这后门不远 旁边就是个跨院 一拉六有三间房子 林玉 车心远 金德利都在这压着 这三个人 自从被俘之后 没受什么罪 岩茶散的人 心比较善 因为呢 把你抓住了 你肯定是贼了 用不着问你其他的口供 所以就没动飞行 也无非是当兵的 你一拳头 我一脚的 这都不算个什么 一日三餐 到时候有人来给送饭菜 尽管如此 这三人的心啊 跟油烹的一样 起码说 这身上他不得劲 带着行家 手肘脚料 拨索 四大劲行去 到时候上厕所 都去不了 房屋的机脚有个马桶 在屋吃 在屋拉 屋里头给准备了三张木床 床上铺的是草 虽然挺干净 那比起当初在阎王寨 那不是天让之别吗 没事这仨人凑得一块就琢磨 怎么能跑得了呢 但是铁门 铁窗户 外头有人严格把手 泪生双翅也出不去 把他们愁坏了 一天这十二个时辰 都没法挠 可以说度日如年 昨天晚上啊 他们商量事情 想要越狱 但是手底下没家伙 后半夜这才睡了一觉 烟词啊 头蒙脑炸 这会儿呢 三个人靠着墙 昏昏沉沉 似睡非睡 这林玉就听着院里头 有人喊自己的名字 林玉 鱼儿 你在哪呢 几名 他把眼睛睁开了 我做梦呢 这个生间怎么这么熟悉啊 有人呼唤我的名字 哎呀 难道一说要出大差 今天到了我们三个人的最后关头 这些三官要下毒手 不抢 又一响不疼 要出大差 他喊我名干什么 而且这声音 也不香 哦 对了 昨天晚上啊 没睡好觉 大概耳鸣 胡思乱想之故 他又把眼闭上了 等了一会儿 又听就有人喊 而且这声间越来越近 林玉 唯师在此 你在哪呢 这回他可听起来 赶紧把眼睁开 与此同时 他往左右一看 大力神车心远 金德力 都把眼睁开 林玉就问 二位 你们听见没 听见了 有人喊大帅的名字 对 丧人赶紧站起来 想拔这窗户外 看看 但这窗户特别高 根本就够不着 林玉 敲着脚 拔着脖子 这时候 又听见喊声 林玉 你在哪里 为师找你呢 哎呦 这回听明白 是老师 非见仙 林玉 简直都不敢想象 这不是神话呢 我师父 怎么能 进得了大同 怎么能找到这儿来 这样能把我救了 我真是够命大的了 林玉 到了现在 不顾一切 扯着脖子 就喊开了 师父 弟子在这儿呢 师父 你看哪个窗户高 带铁壁子的 我就在这儿呢 车心圆 金德利也喊上了 老金科 我们俩也在这儿呢 三个人这一呼喊 声音挺高啊 朱亮在外不听见了 其实朱亮就隔着一道墙 不远了 啊 在这儿 他一拐弯把门找着了 这门呢 就是院里的门 上子有大铁锁 朱亮不顾一切 轮起五金的拐杖 一下把铁锁砸了 一下把铁锁砸牙 声在灯 把院里的门开开 满物进了院 啊 果然 发现三间房子 窗户非常高 铁门关着 上屋也有大锁 不过在这儿 正吃饭的时候 院里没人 朱亮来得是正好 鱼儿 为师在此 师父我们就在这屋呢 快救我们吧 朱亮那心呢 也要飘出来了 对林玉 又疼又恨 疼之疼 自己的徒弟 手把手交给他 数载的苦工 气之气 这孩子不听话 谁让你上阎王寨 跟天的王黄伦鬼混 你要听我的话 走正路干点正事 好不好 何至于受今日牢狱之灾呀 这阵 他也顾不得想别的 来到铁门附近 伸出大手来 把铁锁抓住 当天一叫立 哎 把大锁掰掉 那朱亮什么功夫 这个铁锁能挡得住他吗 紧跟着把铁门开 一哈腰 他进入屋里 林玉他们一看门开了 三个人就扑过来了 华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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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父 哎呀 老婆 老健哥 朱亮一看林玉也不认得了 你想在这压着这心情能好吗 法际批散 眼角那眼尺都多长 全顾突出 两腮身陷 眼睛上挂满了血丝啊 跟三个活鬼相似 朱亮心更难过了 孩儿啊 不必捉急 我就是救你们来的 师父能出的去 差不多 来来来 我先把你们的刑具去掉 没有钥匙 全凭着老头这两只手 那么容易啊 费了半天劲 先把三个人的刑夹给掰开 这脖子上的刑具没了 然后又把手肘脚镣 给他们变开 最后剩的是脖锁 老头两只手把铁锁拽住 单片脚里 咔呀咔 咔巴这一声 把锁链振断 把三个人都救了 朱亮一转身在头前掩路 这三个人在后头跟着 闯出临时的牢房到院里 朱亮说快走啊 事不宜迟啊 一旦衙门里头得着信 咱们四个人谁也走不了 哎师父 您再偷见掩路吧 刚转身要出去 就听外头跟开了锅了一样 了过他了 有人来救人来了 别让他跑了 把金镖侠淋浴下得好像没坐地下 坏了师父走不了了 其实朱亮也有图案 再看 公馆的军兵 把小院落实紧紧的包围啊 朱亮就知道大势已去 看来不打 不行了 书中代言 官府怎么来得这么快呢 您还用问吗 朱亮大摇大摆进了北关 用扁穴法 扁住行如龙行如虎 扁完他走了 难道说那块的人 都是木头爵子 能不禀报吗 有一个当兵的 有点武术的能耐 有这么点经验 他知道老头使的是点穴 所以呢 过来一推行如龙 一晃进行如虎 果然把点穴给破了 就是这么回事 有人一动 血脉一流通 就没事了 行如龙行如虎 哎哟了一声 还过来 再找老头不见了 两个人就问 刚才那老贼哪去了 进了城了 哎哟 你们赶紧把城门关闭 禁止通行 我们俩禁报去 他们俩撒哑子 跑回公馆 到里边就喊 不好了 来贼了 来了个老贼 可厉害呢 就这么样 把人全豁弄起来 三家武艺 小武艺 小七杰 所有的半差关 全都到了前厅 纷纷打听 这两个人 把方才的经过 讲说一遍 蒋平就问 那老头到哪去了 不知道 反正他进了城了 嗯 蒋平多聪明 一琢磨 大概就是 为这几个俘虏的事 要不见 就是搞暗杀 这老头胆太大了 敢晃着膀子进大通 可见非是等闲之辈 做好准备 掃 把人马撒开 把公馆保护住 四面八方一搜 有人到了后脚门的 一瞅 这俩把门的倒挺好 跟一堆大蜡似的 一动不动 过来一看 受了点穴了 把两个人的穴道 给破了 这一问 两个人说 可了不得了 刚才有个白胡子老头 在这进去了 我们一拦 他一伸手 把我们俩给捅住了 这还不露馅 蒋平马上调兵 调了二百亲兵 把这小院包围 率领老少英雄 抢到此处 等推开门 蒋平马 院离开 呵 果然遇上那白胡子老头 已经破马尔进 把三贼救出来了 在院里打了个照面 蒋平心里说话 好险啊 往来一步 把仨贼给救走了 樊江叔把掌中一对 峨眉刺 啪亮亮亮亮 一碰 呆 老匹夫 你吃了雄心 咽了豹子胆 光天化日之下 竟敢砸肩反育 你可知罪 朱亮把掌中五金的拐棍 晃了晃 抬头一看 对面站着个小老头 长得跟猴差不多少 别看个头不高 浑身上下一团惊奇神 狗幽狐 七根朝上 八根朝下 奔奔直奔 一对小圆眼珠子 激怒咕噜烂拽 一说话 嗓尖发尖 朱亮就知道 想平 别看没见过面 听说过 对面这人 口打官腔 莫非 你就是翻江鼠 蒋泽长吗 不错 正是死老爷 我老头 你是哪位 老朽无名少姓 姓朱 叫朱亮 朱特曼 朱亮 莫非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 不成 不错 正是老朽 哎呦 我的白 蒋平下了一缩脖子 还是那句话 人的名书点 蒋平 蒋平 经验丰富 广交天下的豪杰 凡是各门各户的 各商各倒的 名人 基本他都知道 他知道 在飞蛇谷有个了不起的老眼士 叫飞剑仙 朱亮 听说此人富有绝意在身 后来呢 这个人在武林之中消失了 听说眼居不出头了 其实怎么跑这出来呢 莫非说就是那个朱亮 要真是他 今儿可麻烦了 蒋平 想着这一抱拳 啊 朱老健客 九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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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尾大名 轰雷光耳 今日得见 三生有幸 请问老健客 您这是干什么 您和杂老反育 难道 您不知道 这是犯法的吗 蒋平 不用往下再问了 你不知道 我跟这几个人的关系 看见没 金标侠黎玉 是我的爱徒 这两个人 是我爱徒的好友 老朽 焉有不救之理 蒋平啊 你也是陆林人出身 如果你能闪个面 把道路闪开 让老朽 把这几个人救走 我绝不忘恩 不知你可怨否 嘿嘿嘿嘿嘿嘿嘿 哎呀 我说老健客 你好糊涂啊 咱这可不是做买卖 乐一买就买 乐一卖就卖 这可是犯法的事啊 我小明是国家四品 带到狱前的护卫 国家的命官 我的职责 就是捕盗拿贼 林玉 和车薪远金的力 背叛大宋 犯下不赦之罪 今天把他们抓住 寄压于此 等着皇王圣旨一到 就将儿等正法 可在这个节骨眼上 您砸肩反育 要把他们救走 还说什么 让我高个手 把您给放了 您这不是笑话吗 我蒋瓶砸了几个脑袋 我敢以绅士法呀 话又说回来了 咱爷两个 萍水相逢 一点儿交情都没有 我怎么能放你呢 可你呢 砸肩反育 又犯下不赦之罪 我把你一放啊 我就得打官司 这个事儿万万不能聪明啊 我说老建客 您错了 就从您所作所为 您并不聪明 今天讲不了说不起 请您 把拐杖扔下 我们一个人把你捆上 跟着我乖乖到案打官司 不然的话 嘿嘿嘿 我可要撒野了 蒋四爷说到这儿 被眼珠子一弄 朱亮一看 蒋礼不好使 就得开打了 杀出一条血路 把这仨人救出去 想到这儿 他把拐杖一晃 蒋平 既然有理讲不通 来来来 我看你们哪一个是老朽的对手 不怕死呢 过来 还没等蒋平传令 在身后 批雷鬼 韩天锦 就压不住火了 您听这外号 批雷鬼 沾火就着啊 韩天锦是小武艺的二爷 彻底属 我寒张的刚儿子 这家伙身大力不亏 掌中使一条混铁大棍 熬熬一嗓子望上一纵 四叔 您跟他白我什么 把他砸扁了 不就得了吗 老皮肤歇我走结棍 笨朱亮 搂头别拿 朱亮可不知道他是谁 也没工夫问 使了个海底捞月 五金的拐杖望上一崩 开 您说得什么劲 能接得住韩天锦这一棍 朱亮啊 别看上的年纪了 真有劲啊 老头到了现在 练的是十三太宝的横廉 整身同男 会同子宫 因此 宫底身后力量十足 拐杖一碰到棍上 韩天锦就受不了了 叫着虎口发麻 两地发酸 哎呀 手指一松 大棍飞起来 飞起了五六丈高 转着个 正好落到房上 到爬叉 打碎了十几块房了 韩天锦见识不好说 磨头就跑 朱亮 你看 这是逃走的机会 孩子们 跟我往外 出 韩天锦 大战 朱亮 一个回合就败起来 这无数的东西 最讲理 是真的 加不了 是假的 也真不了 行家 身身手 辩知 有没有 就拿 韩天锦来说 三十来岁 正当年 两地一晃八百斤的力量 那构成一元虎将 但是跟朱亮比的一块 差的太短 咱不用说五亿高低 拿力气来比较 韩天锦也得甘拜下风 不但棍子被人家崩飞了 再看这两只大手 全都震破了 韩天锦 见识不好 是爆脑的就跑 朱亮一看机会来了 刚想往外冲 能冲的出去吗 嗷嗷一嗓子 旁边就蹦过一位 老皮肤 接刀 抓就一抖 朱亮往旁边一闪身 斜眼一看 跳过了一个漂亮小伙 这小伙 能有二十六七岁 穿青挂躁 长得是干净利落 手中 倾着后背 坚持 念灵刀 朱亮用拐棍 汤朗把刀给夹住 娃娃 你是谁 一侠太保 刘世杰 哦 无名的小辈 娃娃 要知趣的 闪开道路 顺我者生 逆我者亡 废话你接刀创 刘世杰又是一刀 朱亮一看 不能留客气了 用拐杖往尾一拨他的刀 刘世杰知道他这拐杖上有劲儿 碰上刀就得飞 赶紧抽刀使了个国脑藏头进不连环式 插一刀 奔朱亮脖子来 飞剑先往下一劲头 刘世杰一刀走空 刚想换招 朱亮就不给他容空了 往前一根部就飞起了一腿 您别看八九十岁的老人了 那腿跟面条一样 直奔刘世杰的 泪叉子就蹬来了 真给踢上 泪骨圈的蛇 刘世杰见识不好 望上你挺身 哎 为什么挺身呢 把屁活给扔进来 屁活肉多富于弹性 这玩意金踹 啪 刘世杰横着摔出去 一丈多远 汗珠子下来了 别看这一脚蹬在屁股上 刘世杰是半身麻木 正好啊 他摔到圣守秀士 风渊脚前 风渊一哈腰 把刘世杰给扶起来 哦呀 我大兄弟 你脚的怎么样 哎呀 这个老皮肤 甚是厉害 我脚的浑身麻木 我呀没有关系 我给你活动活动 风渊在这帮忙 给他活动筋骨 咱且不提 刘世杰也摔倒 超水燕的旅人节就急了 因为旅人节跟刘世杰交情莫逆 小伙子把三彩的围裙 往上一流滑上 啪啪啪啪啪啪 拽出十三截链子枪 打电步 蹭 就跳到朱亮的眼前 老皮肤 可知道毛家的厉害 朱亮一看 又来了个漂亮小伙 黄白镜子肩下壳 没分八彩一对大猫子眼 干净利索 呵 掌中手使明慌慌一条链子枪啊 罢了了 这开封府的人才真不少 这小伙是一个赛过一个 宝宝 你是谁超水燕子 旅人节招枪 刷 枪一番直刺朱亮的耿嗓 朱亮知道 这个软家伙最不好对付 因为十三截链子枪啊 是十三截连在一块 中间的衔接处是用环子套着 这玩意见硬就拐弯 你要拿拐棍一剥了 他拐了弯了 就把你给打着了 要练不好呢 自己还伤自己 所以最吃功夫 要想往外剥了 就得打这头 你不把这尖给剥开 你就得吃亏上大 那朱亮是行界 晃无金的拐杖 对准链子枪的枪 只要他们就忍一下 哪知道旅人节 顺势一转身 枪随人转 链子枪平着来了 抽朱亮的耳门 这要给扇上了 这人当时就得废 朱亮赶紧使了个锁梗 藏头是望下一哈头 链子枪当时掠过 挂了一道风啊 一老一少站在一块 五个回合 朱亮反背一拐杖 直砸旅人节的后背 旅人节一看不好 使了个苏亲背剑 把链子枪望后一戴 拐杖正好砸到链子枪上 虽然说没直接砸到后背上 垫了这一下也够巧的 把旅人节绷出有一丈多远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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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西湖摔倒 后几背上来了一条紫鳞子 把小伙子腾着 咬牙切齿 汗珠子下来了 他刚下去 小圆霸 鲁士杰就上来了 您听他这绰号 小圆霸 顾名思义 就好像隋唐年间西府赵王李圆霸相似 小个儿不搞骨瘦如柴 手中使着一对雷鼓 梦惊吹 这鲁士杰说话 还有点结巴 个个个 老家伙 竟敢撒也 招锤 朱亮一瞅 这位长得不怎么的 跟雷公崽子差不多少 这锤个儿可不小啊 看来又把他力气 嗯 我试试你这劲儿有多大 锤望下砸 朱亮 使了个海底唠月 用五金拐杖望上一下 踏 拐杖碰双锤 到底是鲁士杰的劲儿比汉天锦气儿大 双锤没撒手 尽管 锤没撒手 把小圆霸震的登登登退了几步 哭通 来个屁活堆 这下摔的这个疼 鲁士杰可不干了 咬一撒的蹦起来 二次轮吹就撒 你想他的能力怎么比得了朱亮啊 五六个会合让朱亮一拐他 正大的屁活蛋子上 把鲁士杰是打出两丈多远 锤也撒手了 啪地下 哎哟 这这 哎哟 可 可 这 真他娘 够 够疼的 这 救命啊 有人过去 把他抢就下去 扒下裤子里一看 呦 屁活蛋子上一条子领子 跟个赶面杖在这别着差不多 蒋平知道 这碗误住血就不好办了 快快快 抬到前屋 把伤口拉开 把那血圈挤出来 化了能救废了 有人抢救鲁士杰 咱且不提 单说 上去一个败一个 上去一个败一个 最多的也就是五个回合 前押奴背手 一押当行人呐 朱亮在这一发威 三峡五义的众人可吃惊不小啊 你看这完了 挡不住啊 唯一的办法就得靠着人多是重 蒋平吉的直转 我心说他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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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梁子这小他他他哪儿去了 其实徐良要在这儿走就过来了 徐良哪儿去了 有事 吃完中午饭 奉言大人所差 奔西关 去安抚百姓去了 可那些老百姓 一听说他就是大侠白眼眉 恭敬的像神仙似的 这家也拉 那家也请 所以就把徐良给 镖住了 一直都快掌灯了 徐良也抽不出身来 后来徐良呢 实在待不下去了 恐怕公馆有事 就这样跟乡亲们告辞 领着八个徒兵 回到公馆 刚一进门 当兵的就过来了 三将军可了不得了 你快到后边看看去吧 打起来了 徐良就一愣 什么事情 哎呀来个老头 甚是凶猛 砸奸反育来就离 遇他们来了 纵位英雄动手 谁也不行 大伙正着急找您呢 徐良一听脑就嗡了一声 带我观看 老西子说完了 撒脚蹦后边就跑 等到了出事的地方 分人群挤进来 蒋平一看徐良来了 哎呦 我说孩子 可把你判了 梁子上非你不可了 四叔不必吃酒 我看一看 火拉朝众人一闪 当时把腰板全拔起来了 行了吐了 小梁子来了 行了 徐三将军来了 指定得胜利 你看看徐良啊 给大伙就有这么深的印象 白眼眉几近人群 抬头一看 面前站个少头 手里拎这五金拐棍 比鸭子还粗着三圈 大哥白脸白胡 长得十分绅士 往后一看 抓住那三名俘虏 劈头三发的 瞪着眼睛 在后边站着 徐良跟蒋平一打听 蒋平把方才的经过一介绍 老星坐到心里头有数 迈步过来 他这人打仗 从来不着急 即使心里头 多么着急 脸上也不流露出来 他冲着飞剑仙 扑车一笑 我说老爷子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飞剑仙 诸老剑客 把不错 正是老兄 林玉紧走两步 到他师父身后 老师 你可注意啊 这小子可不好惹 他就是白眼眉徐良 看 白眉毛为继 知道了 你不说 我也认出来了 哈哈 哇啦 你就是徐良 不错 正是撒西人 好 冤有头 债有主 老朽这次赶问大同 要办两件事 一 来救我徒儿 和这两位英雄 第二 就要会会你徐良 顺便 把你这颗脑袋 带回阎王寨 不是啊 那太好了 要能把我的脑袋取走 我就上这受罪了 不过老剑客 这个牛可不能烂吹啊 吹得贴点边 我这脑袋 可不他妈好摘的 是吗 别人摘不容易 大概在我身上来说 不会费硬 取良 废话少说 过来 我看看你小子 究竟有什么能耐 说话之间 飞剑先往前一纵 轮拐杖就砸 徐良啊 不乐脑袋往旁边一躲 拐杖 落空 肉肉 朱亮连着又是三拐杖 徐良低了流身形乱转 又全躲开了 朱亮把眼睛一瞪 白眉毛 你眼和不动手 哎 我说 老前辈 咱俩俩初次相会 你不知道 撒西容的脾气 我这个人 最对礼貌了 跟谁动手 都得让他几招 哎哟 就凭我这身份 还用得着 你让嘛 你少说废话 快拉刀 好了 我这就拽刀 徐良探绑被 双双 拽出金丝大荤刀 他这口刀啊 咱也说过 这是列国年间 造刀大师赫连坡 所造 宝中之宝 切金断月 想当年 徐良在乌龙港 高级店得的 自从得了 这把宝刀之后 徐良就好比 标胡生意一般 他在这刀上 可真下过苦功啊 平日跟大伙一样上班 一样志工 别人睡觉休息了 徐良不睡 上院里练刀去 这功夫不负有心人啊 所以徐良的能耐 才高出别人 到用的时候 就知道这帮可贵了 再看老心把大伙刀拽出来 唰唰唰唰唰 使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室 说了声 请 往前一纵 跟朱良 站在一处 这回徐良可不留情了 一点儿不敢马虎大意 一招紧次 一招 一招快次 一招 大伙刀无动无飞 跟刀山一般 朱良也是有意的 看看徐良有多大能耐 一开始 没用尽手的招数 就按着一般的招 跟徐良一来一往 偷眼观瞧 此巴了 怪不得林玉 被他给抓住了 我徐弟的能耐 赶不上人家 这样平心而论 高就是高 低就是低 哎 罢了啊 看来徐良 比我徐弟强多了 朱良一边打着 心里他一边赞成 可是打过二十个回合 飞剑仙一想不好 我想什么呢 我现在干什么呢 我在虎口之中啊 当然 我要想走 谁也拦不住 我后面还有仨人呢 如果耽搁了时间 他们观人越来越多 就走不了了 干脆 立在肃战 我把徐良就废了 就得了 朱良想得着 刷了 一换招 就下了毒手了 这条拐杖上下翻飞 实际是六十四路 天刚拐 朱良真一加紧 徐良就架不住了 你看徐良 他不是万能的 说谁都不是徐良的对手 哪有那种道理 人后有人 天外有天 徐良的能耐 打不过人家 不过能盯到这种程度 那就不含糊了 重量拐棍一加紧 徐良就搅着 怎么对付也对付不了 被人家逼得身形 嘀咧咧往后直退啊 讹脚之相 也见了汗了 蒋平在旁边急着着跺脚 我他妈说 小梁子 你这小子怎么了你呀 加把劲 全执着你呢 三哥加把劲 三弟 加把劲 大伙 大伙给徐良打气 老心 咬牙关 晃大 换刀 勉强 支持 正这么个时候 公馆前边啊 来仨串门的 这三位有说有笑的 在这三个人的前边呢 跟着两个领路的 三位高人 到了 这这这就是公馆 这这这这这就是 这三位高人看了看 很好 老家到里边送信 让老四 讲评出来 迎接我们 三位高人 对不起 现在四也有公务在身 后院正打着呢 他不能接你们 哦 跟谁打呢 跟谁打 小人不清楚 反正来个老头 这家厉害的习伙 那大的难解难分 大概公馆的人还够呛的 这三位温婷 眼珠子一瞪 师兄 师弟 来来来 赶紧赶往后院前去观看 走走 穿斋而过 来到后院 这三位移子排开掌身去望院的一筹 徐良正大占 朱亮 三位高人不看便吧 看罢 多是高宋 佛号 诺强 诺弥陀佛 我良天尊 徐良 不必担惊 退在一旁 朱亮 休要畅狂 我等 来了 声音的洪亮跟敲钟一样 徐良听着怎么这么熟啊 老师打电部飞身飘到旁边 抬头一看 呦 徐良这个乐呀 不但他乐 观人都乐坏了 这回救命星可来了 先说这三位的模样 在前面 是个大子盼子 这坨上乘腰一腰 三百斤的挂铃 紫微微一张大脸 两道九转狮子猪沙威 两个眼睛跟俩肉包子差不多 狮子鼻子 黏于嘴 挺厚的嘴唇 连担子 往下嘟了着 看年纪 六十岁挂铃了 身穿灰布僧衣 外照旗子布的披露挂 在尖头上 横担日月方便 连魂铲 这条大铲 都出了号了 那铲头 好像小破型 那大月牙 有半两圆桌的面 差不多少了 用金水走了十六遍 是绕炎生辉 这大和尚斜跨个兜子 鼓鼓囊囊 里头装着很多零碎 这个紫胖子是谁 正是大名鼎鼎的紫然伯 北霞 欧阳春 欧阳老夏克来 挨着欧阳春 是两个老道 一个穿白的 一个穿黑的 穿白色 这位道爷 长得细挑挑的身材 面如过誉 花白虚然散满千辛 头顶五婆关 金簪别顶 身穿道袍 背背宝剑 手拿浮尘 可见这个人 年轻的那会儿 不定多漂亮 这位道爷 非是旁人 正是雍中鹤 魏珍 徐良的老师 穿黑道袍的那老道 长得也够好看的 三流短默然 头上带鱼尾道观 身穿轻步道袍 背后背剑 手拿浮尘 这位是谁 就是想当初 大名鼎鼎的东方侠 贺妖狐 智华 闹了半年 是他们老三位 说来这事儿也真巧 欧阳春 落法出家 奉旨在大相国寺当了方丈 皇上亲口家风 保送罗汉 欧阳春就算想了福了 每天早晚三朝拜 佛前一炷香 把佛事做完了 专心致志 研究武艺 他最好的朋友 就是贺妖狐之话 云中贺卫珍 前些日子 这俩老道 到大相国寺 看望老哥哥欧阳春 哎呀 老弟老兄 见了面了 说不完的 致心话 可住了那么几天 贺妖狐之话提出来了 这话说 您哪 别看我穿的是道家的衣服 我这心呢 还是不死 老想念开封府这些弟兄 还有这些晚辈 能不能咱三个人到开封府 看看大伙 不然的话 我四哥讲评 非挑礼不可 把欧阳春说的也心火了 好吧 宅了一天 他们赶忙开封府 结果到开封 扑空了 包的人亲自接见的 在书房里摆了一桌素宴 给三个人接封 在酒席宴前包的人 把以往经过讲说一遍 说这些人 跟奉旨的钦差 在盐查散查办大同府 走了已经五六天了 老三位一听 真好比冷水泼头一般 云中和卫真一听说 徒弟走了 当师父呢 就动了心了 卫真这么一算 就到大同 大同周围都有什么高人 他拿脑袋过了一遍 他就想起几个人来 其中有个最不好惹的 就是飞蛇骨的 飞剑仙珠亮 他有个徒弟 叫金标侠李玉 听说 现在在阎王寨当大帅 哎哟 我徒弟是官人要去了 非得发生敌处 打败了 不用说 可我徒弟要打胜了 老匹夫珠亮 非得出面不可 他要一出面 我那徒弟还活得了吗 味道也吃不下去了 脸沉着 把头一低 质画包的人 欧阳春都看出来了 就问 道爷您怎么了 怎么谈着谈着 你突然不高兴了 魏真跟这几个人不言会 就把自己心里想象的事 说了一遍 而且起声告辞 要赶奔大同 欧阳春一听 道爷 咱是好朋友 你去 我们能不陪着吗 怎么叫舍命陪君子呢 魏真乐乐如此甚好 就这样老三位结伴同行 来到大同府 才有三峡会见 北达欧阳春 云中贺卫真 贺妖狐志化 这老三位来得太巧了 一到了公馆 正好遇上飞剑仙 朱亮大战 虚亮 老三位几近 人群一看 大吃了一惊 吃什么惊 虚亮这个小子 敢跟朱亮动手 这胆太大了 那朱亮是什么人物 幸亏我们早来一步 来晚了 小梁子性命难保 欧阳春一着急 双掌合十 口诵法号 诺弥陀佛 朱亮 休有猖狂 小梁子 你还不给我退下 欧阳春 有资格 那威望够多高啊 尤其是北侠客 落法威僧之后 那身价比以前还高啊 现在是四地人宗的替僧 恩丰的保送罗汉 在皇上面前说话 说一不二啊 尤其跟三峡武艺 开封府的老少英雄 那是莫逆之交 北侠这一嗓子 徐良又惊又喜 虚晃一刀跳出圈外 单手踢刀呼呼之喘 你看徐良从来没这么累过 把脸上的汗水擦了擦 呸 呸 外部来到北侠进去 嗯 和我打死谁呢 原来是老伯父 清上 受我一拜 起来吧 自己爷们儿何必多礼 徐良起来 一瞅师父卫珍在这儿呢 给老师磕头 给智大叔见礼 众人全围拢过来了 蒋平一看欧阳春啊 变了样了 比当初还怕 这肚子都出了号 俩手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 蒋四爷十里之后 用手摸着北侠的肚子 我老哥哥 你这不是胖肺了吗 那怎么办 我没心没肺 吃点东西就长肉 喝口凉水都长镖 果然是肺了 老四 有话一会儿再说 我说这是怎么回事 哎呀老哥哥别提了 一言难尽 蒋平就把经过蒋说一遍 欧阳春听吧 频频点头 明白是怎么回事 四弟 你领着众人在后边 给运凶官邸 带我过去搭话 欧阳阳春 阳阳春 尖头上扛着方便连魂铲 迈步来到飞剑仙 朱亮的面前 弥陀佛 善哉善哉 朱老剑客 可时任 贫僧 朱亮早就认识欧阳春 想当年少林寺 大比武的时候 朱亮参加过 欧阳春 当堂献议啊 练的是七星宝刀 压盖全场 朱亮也曾经给喝过彩 第二次 在山西万里白树林 三圣莲花会上 八十一门大聚会 朱亮也参加了 二次见到欧阳春 欧阳也大闲身手 练了一趟少林棍 也受到好评 当初呢 朱亮跟欧阳春 还都是朋友 交流过经验 在一起盘踞过不少天 后来呢 分道扬镳 一直这些年没见面 他听说欧阳春 落法为僧了 还没想到今儿个在这碰上 飞剑仙心里就一放个 心说坏了 我怎么这么倒霉 这个欧阳春早不来 晚不来 当敢紧要的关头 他露了面 那还用问吗 他得向着蒋平和徐良啊 他要一插手这件事 我要想出大同府 把我徒弟安全救走 谈何容易 看来今天呢 我就得豁出我这条老命去 不然的话 绝闯不出去 朱亮想到这里 满面陪笑 老罗汉 您不是欧阳侠客吗 九尾 九尾呀 当初在三圣莲华会一别 趋之算来 也有二十年了吧 欧阳春点点头 不错 正是两个整数啊 老建客 您跟当年没变什么样 不过胡须都白了 朱亮闻听 无限感慨 把炎燃一拖 打一嗨声 哎 日月蹉跎 老将至义 人随着日月的消磨 也有不老之理啊 老侠客 您也发福了 托福托福 贫僧从来就是这个样子 哎 老朋友们 见面还说了几句闲话 然后欧阳春把话题一转 归到正路上 老建客 十方才贫僧听说 你来到大同府 砸老返运 要把你身后那几个人 给救走 此话可当真 啊 一点都不错 是真的 老建客 你错了 就凭你飞剑仙 这么高的身份 您怎么能做这种糊涂事 像那林玉 和车心远之辈 他们都干了些什么 福保黄伦 插旗造反 要背叛大宋 与此同时 他高串西下国的军队 骚扰边境 打家结舍 干尽了坏事 真是死有余辜 如今 当今天子派来钦差大臣 查办边塞 那林玉 不知悔过 相反 更加猖狂了 如今被祸遭勤 是罪有应得 就应当把他送交朝廷 按律治罪 老人家呀 您是他师父 你别忘了这句话 子不教 父之过 教不言 师之舵呀 你是他老师 他的好坏 与你直接都有关系 倘若你多加教诲 林玉能不能走到邪道上 如今 他被祸遭勤 不管得到什么处分 都是咎由自欺 怪他自己 跟你当师父的 不但不研究自责 相反 跑到这砸老反育 又做下犯法不容的大事 真是糊涂到极点了 这么办吧 我来的不算晚 念咱们的老交情 我跟我四弟和严的人求求情 把你放走就得了 林玉的事情 你不要再管了 如果你知迷不悟 大僧凭武力 闯出大东府 这可是罪上假罪 不知贫僧所言 老建客肯听头 朱亮点了点头啊 心中明白 欧阳春说的都是智礼名言 我能不懂这些事吗 我恨林玉啊 他不听我的话呀 但是他是我徒弟呀 我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年的心血 能白费吗 能见死不救吗 明知的犯法 还得以身是法 这就叫心里明白 腿打辫 朱亮想到这儿 冲着欧阳春去抱拳 老罗汉 今时良言 我是感恩不忘 不过 没有办法 一不做 二不休 搬不到葫芦 撒不了油 而今 我是骑虎南下了 您说 我能把林玉他们撒 扔到这儿不管吗 这做不到 只要有我三寸气在 我要把他们三个人救出户口 如果救不了 也将说不起了 弥陀佛 老剑客 这一说 你还要继续打吗 朱亮苦笑了一下 老罗汉 那不打怎么办呢 难道你能给我求个情 把道路闪开 放我们过去吗 话说的这儿 说绝了 欧阳春一看 再往下说 枉费春舌了 老霞可 黑黑一笑 朱亮 好了 这就叫 好良言 难劝 该死鬼 既然老剑客 忠言逆耳 那我也没别的办法了 只好 只好在老剑客台前 领教 一 二 欧阳春说完了 砰 大蝉望 必须一戳 把腰中的袋子 勒了勒 其实怎么勒 这肚子也小不了 无非比刚才啊 利索一点 把前后的底筋 提起了椰的袋子上 把肥大的袖子 挽了一挽 卷起来 二次把大蝉 抄起 老剑客 请问 要把欧阳春赢了 你随便 要赢不了 那可就得委屈 委屈你了 朱亮一看 欧阳春真身手了 只好硬着头皮 把五金的拐杖一摆 呀 分身往上纵 轮拐就砸 欧阳春横铁铲 往上招架 两件兵刃碰在一处 他 把朱亮的拐棍 崩起来三尺多高 把他镇的是单臂 发麻呀 再看欧阳春 温丝没动 欧阳春的大铁铲 没有二百斤 差不多 能怕踏踏杀吗 再看欧阳也把大铲 五洞开了 跟朱亮 站在一处 可他们打着 徐良这会儿呢 跟师父 魏珍 在一起交谈 把所遭所欲 跟师父禀报了一遍 魏道也频频点头啊 他拍拍徒弟的肩膀 一方面鼓励他 一方面替他担心啊 梁子 据你这么一说 这阎王寨好比龙潭虎穴 你可千万留神注意啊 现在陆林人提到你的名字 都恨得牙长四指 不少人都想把你暗算 明的也好 暗中的也好 你要格外的留神 不然的话 眼前就是一场杀身大祸 徐良不住的点头 感谢老师对自己的关怀 可是这毕竟不是心平气和 老家常的时候 这还打着呢 徐良转回身来 往战场观瞧 一瞅这朱亮跟北侠 打了个平手 您别看欧阳春身份高 要想胜朱亮 不那么容易 翻回头来 说朱亮胜欧阳春 更不易 两个人打了八十个回合 没分上下 欧阳春 徒脑门子上见了汗 飞见仙 脸上也见了汗 不但朱亮在这着急 特别是林玉这仨人 急得光光之跺脚啊 现在这仨小的有劲还使不上 心里头一个劲念佛 但愿老天保佑着我师父快打胜仗 让咱们离开这个地方 他怎么就不长翅膀呢 这要有翅膀 飞回阎王寨有多好啊 不过这都是梦想啊 林玉着急急的要命啊 但是他到底有什么用 就在这紧急关头 突然听房上 有人喊了一嗓子 对 欧阳春 少要撒野 诸老江客不必担心 你们看看这是谁 这一嗓子在天上来的 谁不吃惊 欧阳爷虚晃一铲 跳出圈外 被大铲抬头关销 老少的英雄都仰面光看 这一看可吓坏 做梦没想到的事出现了 就像房级上 站着个出家的僧人 这和尚跟欧阳春不一样 欧阳爷是六根清净 就是剃的光脑袋 不溜头发 这个和尚是个拖头 散发披肩 月牙金箍勒头 望脸上看 面似淡金 一张铜锣大脸 满脸都是瘦斑 可见这个人最小啊 也得八十岁开外 肉杠子眉毛 一对火眼 大啪鼻子 粘于嘴 大耳朝怀 比一般的胖子 还多少胖着一点 比欧阳春 还差点多 身上穿着灰布的僧衣 背后背着一块金棋盘 腰里斜挂个兜子 里边装的暗器 三十二颗金棋子 所谓的金 不是存金的 里边是昆铁鸣钢的 外边用金属镀的 他这棋盘可是特殊的病人 欧阳春 认的这人 他是白云山羽王剑的 莲花门的哨门厂 人送绰号 三世臣团 叫臣东坡 最不是东西 没想到今儿他在这露面 说他来也没什么可吃惊的 像欧阳春 徐良这种人 酒精大敌 能怕他吗 使人吃惊的是 他手里头抓着一个人 这人是谁啊 正是钦差大人 严查散 故此把众人吓得胆裂昏飞 谁也想象不到 这个陈同波 什么时候来的 怎么把大人给抓住的 说书的一张嘴 表不了两家的事 这块打着呢 陈同波这小子进了那宅了 严大人身边有人保护 正是大无意之中的 钻天属卢方 彻底属汉张 和川山属徐庆 这老三位的任务 就是保护大人的安全 严查散住的礼物 他们三位住的外屋 吃饭前陪着四个人一张桌 大人办公 这老三位就挪到院去 一边喝着水聊着天 一边给守卫着 要说呀 那非常保险 万无一失 但是今天情况特殊 陈同波这小子来了 方才咱们讲了 他是白云山羽王剑的 这家是莲花派的少派主 功夫可盖世啊 掌中这棋盘翻天三十六路 打遍天下没有对手 腰中的三十二颗金七子百发百中 而且陈同波这小子 手狠心毒啊 凡是跟他交手的 都是死口的 因此武林之中 一提起他来 都管的叫一毒 他怎么来的呢 从阎王寨来 天德王黄伦 修的朝贤馆 广大天下所谓的豪杰 给白云山羽王剑也下了情帖了 请他来入伙 陈同波这小子一琢磨 我溜达一趟 到那看看 合适呢 我就入伙 不合适 我还回我的白云山 所以他到了阎王寨 他到山上那会儿 朱亮刚走 天德王热情款待 知道他是个世外的高人 在酒席宴前 把方才的事说了 陈同波一听大吃一惊啊 哎呀 朱老建客一个人进了大同 这可够危险的 那是龙潭虎穴啊 我跟朱老建客有交情 焉有不管之力啊 我后年吧 到那块儿祝他一臂之力 就这样陈同波吃了一口饭 也敢奔大同族 跟这猪量是前后脚 至多差着一个半时辰 后来他感到了 至于守门的那些军兵 拦他能拦得住吗 他也会点穴法 把别人点住 顺利通过城门 打听到了公馆 没走大门 从西墙进去宅子 宅友他一听啊 正大的热烈 他趴着房子往院离开 哎呦 正赶上飞剑仙 大战徐良 陈同波有心下去帮忙 又一琢磨没必要 徐良算个什么东西 朱老剑可对付他 潮潮有余 我下去没有用 哎 哎 一瞅 所有的差官都在这个院 精力都记住到这 恐怕那脏官 在保护方面就点疏忽 不如我把脏官弄到手里头 有人质在我手中掐着 叫他们怎么的 他们的怎么的 不然的话 离不开大通口 这小子打定这个鬼点子 一转身 赶奔大人的内宅 虽然他不知道 他还不会探听 后来真叫他找着了 障碍上三鼠在院里坐着 沿着人在屋里 三世臣团从房上往下一跳 徐庆先看见 徐三也一瞅 从墙上蹦起个拖头和尚来 大吃了一惊 赶紧拉家伙 过来给拦住了 与此同时 钻天鼠彻底鼠 老哥俩把刀也拽出来 什么人 陈东坡一乐 什么人 出家人 葬官是在屋里吧 把葬官交给我一笔勾销 没有话说 不交给贫僧 你们仨一对半 谁也活不了 三老能听他的吗 拉刀过来一打 陈东坡没费 出一回之力 用点穴法把三老点住 就这样挺顺利的进了屋 严的人是个文官 根本不能打仗 因此叫人家抓了俘虏 陈东坡呀 没想要他的命 就想抓个人质 腰侠开封府 把道路赏开 好放他们出去 到了城外再说 这小子可够毒辣的 他一只手 抓着盐的人 飞身上房 赶到战场 哎呀 我一看换人了 徐良波打了 变了个大子胖子 陈东坡一看认得 欧阳春 哎呦 欧阳春这从哪来呀 看来我这么做还对了 没有人质在手中 连我 带朱老剑客 还难逃大通 顾死在在房级上喊了这一嗓子 怨里不达了 飞剑仙 陈朱亮抬头一看是好朋友来了 而且抓住了三官 他心跟开了两扇门一样 老朋友快来救我 弥陈朱老剑客 您放心吧 我跟他们交涉交涉 朱亮点头 闪到旁边去了 陈东坡 提高了嗓音 哪一个是白眉徐亮 谁是蒋平 赶紧出来大话 把徐亮急得奔奔直奔 老心揉就跳出来了 不错 我就是桑西长 有话跟我说吧 徐亮 看见没 我手中抓的 就是你们的上司严叉散 他的命运就在我手心掌握着 你说怎么办 你们要把道路闪开 把我们这些人平安的送出大同府 我一撒手把桑冠放了 你要敢说三个不字 你来看 陈东坡 把掌举起来 我这一掌 就打碎狗官的脑袋 说 你们到底怎么办 但这个 哎呦 可以用着我的命了 徐亮脑筋蹦起来多高啊 请说 这这这这这怎么办 无论如何 我们不能让炎的人出了危险 他要有个三长两短 我们对不起皇上 但是这这这怎么办 不答应他们的要求 大人就要出危险 徐亮眼珠一转 是记上心头 山西燕 徐亮 一看钦差大人 落到魔掌之中 把他急得是火冒三丈 他真想飞身上防 把这个凶僧一刀 批为两半 把大人抢救回来 但是他没敢呢 这是说着玩的呢 望上一纵 人家手起掌握 啪叉 就把炎大人 结果的性命 岂不住成大错 但是有心不上去 怎么能把大人救得回来 徐亮想发暗器 也不敢 万一失手 把炎大人给打着 怎么办 他说哎呀 你可累悄悄的 可气死撒心了 把徐亮急得是一筹莫展 蒋平啊 在旁边过来了 跟徐亮咬了半天耳朵 孩儿啊 事到如今 就得叫人家牵着鼻子走了 干脆听他们的 把他们送出大同府 再想发把大人救回来 江四叔 要把他送出大同府 他若他不放大人 怎么办 嗨 孩儿 咱们走一步 看一步 我已命人 调动军队了 量他 也逃不出咱们的掌心 他不把大人给咱们放了 咱也跟他玩不了 徐亮一听 这主意也不算高 但也只好如此 想到这儿 徐亮一抬头 而我说 兄丧 你说话 算不算数 倘若我们把你们放出大同府 我们大人 你放不放 徐亮 你只管放心 贫僧 虽然不敢说是殷凶好汉 但是说话算数 兔个兔米就等于钉子 只要你把我们放出去 我立刻就把人还给你们 好了 我也把丑话说到前面 倘若 你要不放大人 今天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不是鱼死 就是网破 我们也豁出去了 严的人 虽然害怕 但是 严的人拼命地喊 徐三将军 各位英雄 不要挂念我 放不得呀 你们就把下官豁出去吧 不能放这帮贼走了 严的人 当然得这么说 可事到现在 谁还能听他的 徐良跟蒋平往旁边一闪身 撤 医生令下如山倒 三峡 三峡武艺小武艺小七节 各位半差官 军兵弟兄 火拉朝望 两旁一闪 把道路给闪出来了 飞剑 飞剑仙 诸亮 这颗乐呀 单手提着五金的拐棍 回手换林玉 车薪远金的力 走 他们是大摇大摆 从人群中穿过 离开公馆到大街 然后又出了北城 那个凶僧 那个凶僧 陈东波 一只手提着大人 一只手在空中举着 两个眼睛急了咕噜烂转 预防有人不利于他 在后边跟着 也出了北城 老少英雄 离着他们三丈来远 各拉家伙在后头跟着 空气十分紧张 大伙眼瞅着 让人家走了 等离开城关 五里左右地 这地方一片荒凉 出来山石拉子 就是树林 靠东北有条弯弯小路 这条路就是赶奔 插树港和阎王寨的 走到这儿 许良不走着 插住 主量 我们算够意思了 话夫前沿 把你们全放了 你们现在应当把大人 交给我们了 就在这儿 就见陈东坡 一阵的冷笑 许良啊 你真是白日做梦 还给你大人 你怎么想来的 我告诉你 对付你们这帮人 就得心狠点 手黑点 方才我说那些话 不算数 我要把这赃官 带回阎王寨 大伙赫赫公 喝一口酒 拉他一刀 把他万人分尸 怕什么来生 不管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老少英雄一听 一阵大乱 上 上 别让他走路 刚要往上床 陈东坡 把这只掌在空中晃了 谁敢过来 过来我现在就砸 我先把赃官砸死 这一招真有效 大伙又站住不敢过去了 要不说拿人质做妖侠 这门真厉害 陈东坡说算了 你们众位就请回吧 有能耐到阎王寨去救人 没能耐 那就讲说不了了 回头他阎望飞剑仙 诸亮 老兄 咱们该走了 走 转身要走 如果他们这几个人进了树林 那就真跑了 徐亮他们干的脸没有办法 那原始密林 一眼望不到边 道路崎岖而又复杂 人家对地理相当熟 顺着这就可以到伦都山阎王寨 开封府 开封府的人得多被动啊 可以说几十年来 没遇上这么大个挫折 公关破岛 什么复杂的事情都遇上过 也没这次缠手 这怎么办 徐亮一想啊 也就得豁出去了 大人啊 你要有命 你就死不了 你要没命 在混战之中 你也就交代了 我们也不能眼睁睁瞅着 他把你裸到阎王寨去 老心儿浑身上下 血都热了 他刚想望迁纵 就这么时候 就听石喇子的后面 树林的周围 弄他 三声炮响 伏兵四起 正好把这帮贼人的 去路给截断 正中央挑起 一杆做都妻 顺风飘摆 夯书就卷 三丈多高的漆杆 葫芦金领 真头发的漆英 火红段子大旗 绣着白字 看得非常清楚 上面秀 上面秀的是 遇刺 飞插 太保 边关 镇守 使 钟 在起脚之下 有一员大将 头顶 奉施 金盔 体挂 金锁连环甲 外照 月白段的滚龙袍 妖素施满带 凤凰群 双折马面 下边 蹬着虎头战靴 在掌中 行着一条 三股 拖天叉 此人 面如晚霞 六十左右岁 见眉虎目 三柳花白的虚然 在马上一坐 专不雅如金甲 天神相似 在他的左右 有八匹马 马鞭 坐着八员大将 手中各拿刀枪棍吧 再往后看 是五百弓箭手 把箭都搭好了 对准这些群贼 徐良跟老少英雄一看 马上这员大将 非是旁人 正是飞插大帅 太保 忠雄 方才咱们说了 蒋平说 我已经调兵去了 指什么说的 就是指忠雄 蒋平知道事情不好办 没有援兵 解决不了问题了 因此暗地之中 派超水燕的旅人节 顺着小路上野马岭搬兵 把忠雄给搬来了 忠雄 有帅才啊 得着紧急的报告之后 他一分析 我这军队不能进城 到那儿 有能耐也使忍不开 这帮贼肯定得回阎王寨 不如我把咽喉要道给卡住 让你插翅南非 因此 他把兵就埋伏到这儿了 裹不出他所料 群贼正好来到这儿 被忠雄给挡住 就见中太保 虎头靴硬点 冰铁凳 马往前提 一塌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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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塌 等等群贼 怎么一看呢 也害了怕 哎哟 想不到这块还有大宋朝的扶兵 这怎么办 面对强敌 他们心里他也没底了 飞剑仙朱亮 跟陈东波一摇耳头 干脆把人放了吧 要不放 咱们都走不了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少 将来咱再报仇也不晚呢 好在我们的目的达到 人已经救出来了 别把事情逼急了 你们瞅瞅 他们眼珠子都红了 到了一定的程度 就把这张官的性命豁出去了 也要跟咱们决一死战 陈东波点点头 好吧 尔弥陀佛 徐良 贫僧刚才跟你开个小小的玩笑 就凭我这么大年纪 能说瞎话吗 我说放人 一定要放 不过你们这么做可不对啊 我要把人放了 我要把人放了 你们要实信 不让我们过去怎么办 徐良一听 有研究 这小的话软了 我说凶丧 你放心 开封府的人说话历来算数 只要你把人放了 我们保证你们的安全 肯定放你们过去 钟大帅 你想把道路闪开 这放人 你们就把他放过去 钟雄点头 好吧 说啦把大叉一晃 摆了个一字 长舌阵 把这道就给闪开了 可是有一样 人不放 不能让你过去 陈东波 最后一咬牙 把钦柴大人抓过来 用手指着鼻子 赃管哪 让你捡个便宜 你记住 还有第二回 再叫贫僧把你抓住 管让你分身碎骨 吹一两个 他一斗手 把阎德人推回来 阎德人是个文官 叫这几里地 让陈东波这一抓 骨子架子都散了 战力不稳 摔倒在地 老少英雄望上一床 保护大人 就利用混乱这个机会 陈东波 朱亮 林玉 车薪远金的力 是趁机逃走 钻进树林门影了 徐良暗自咬牙 可把我们欺负苦了 将来见面咱们再算账 总算把大人抢救回来了 再看岩茶伞 没有人模样的 浑身陡坐一团 直冒虚汗 脸色僵黄 这玩意大伙就认为是吓的 谁见过这个呀 死死生生好几回呀 人他能不变模样吗 就这样纷纷收兵撤队 回奔大通 纷纷到屋 给大人问安 但是 就见严大人 一句话也不说 开始啊 这眼睛还睁着 慢慢的把眼闭上 呼吸短处 越来越严重 大伙一想不至于 岩的人就是胆小 也不至于下的这样 而且岩的人久经大比 想当年在襄阳 也没少遇上这种事 就是小诸葛沈仲元 把他偷走了 他也是谈笑风声 毫不在乎 怎么这回能下的这样呢 不是有病了 云中鹤魏珍魏道也 过来给真脉 这一阵脉发现不好 这人有点反常 魏珍脑瓜一转个 哟 怪了 我们上当 别看陈东波 把大人给放了 背不住 他暗中使了什么毒气啊 快点检查 门窗关闭 把岩的人的帽子摘了 衣服罢了 从头顶上 检查到脚趾的尖上 最后这才发现 在岩的人的后背 脊椎骨一旁 那盯着一颗针 这针不长 一寸五左右 不住一看 看不出来 细如头发 但是这毛病都出的这根针上 就见皮肤 红肿高大 顺着这小眼往外冒 黄水 味道也一皱眉 无良法 我们上大了 陈东波 按下毒手 虽然把人放了 他给大人扎成毒针了 你看在混乱之中 谁注意这个呀 也没想到啊 哎呦 把大伙急的 眼珠子都红了 这咋办呢 仗着云中和魏珍 有半仙之体 对医学生 颇惊通 魏珍在这亲自动手术 先用小钳子 把这颗毒针夹出来 然后又给上上纸疼伞 把毒钩 众人守候在床前 一夜晚间无话 到了次日平民 再看大人 不但没见清 相反更加严重 浑身浮肿 脑袋好像个大头翁 哎呦 再一枕脉 脉搏跳动 十分微弱 这人这命啊 要交代 为什么呢 魏珍一道随高 不能对症下药 大伙就问 怎么能把大人 这条命给保住 魏道爷连连口答嗨一声 这事可麻烦了 这这这这怎么怎么办呢 眼前就是救大人要紧啊 哎呀 谁能救得了呢 魏珍就冻开脑筋了 要么有半个时辰 忽然的眼睛一亮 想起一个人来 中卫不要担惊 大人有救了 一句话徐良就跳过来了 老四 怎么有救 你快说一说 方才我想起一个人来 此人 离着大同府不远 这个地方 名叫炎仙庄 炎仙庄有个世外的高人 人宋 人宋戳号叫金蝉子 姓苏叫苏元和 他不但是一位武林的高手 而且精通一道 想当初我跟此人有一面之时 如果他还在的话 要把苏元和给请出来 管保大人 转为为安 有很多人都知道苏老建客的名字 哦 没想到就落到眼前不远 说不远 一百八十多里地啊 为人提到这 众人一想 马上就得起身 把苏老先生请出来 现在就得死马当活马治 万一他治不了 再想办法 云中和魏道爷呢 提起笔来 开了个药方 让人把药抓来 按方法煎好了 给炎的人先灌进去 这种药 虽然不能根治大人的毒 起码能厌长寿命 派专人带着福祀大人 愚者 魏道爷挑了几个人 带着蒋平 徐良 刘世杰 圣守秀氏风渊 大爷钻天属路方 起身赶奔严仙庄 聘请苏元和 把北侠制化 留到公馆了 因为啊 你得接受前者的教训 都早了 其身不顾家 贼人再回来怎么办 那不就更被动了 其他的人看守公馆 保护大通不提 魏道爷命人 准备了九匹块马 又带着不少贵重的礼物 出大通 赶奔 阴仙庄 在这一路之上 谁也不说话 恨不得泪生霜 是飞的呢 是打马如飞 一百八十里地 仅用了两个多时辰 就赶到了 大伙都没来过 一看呢 是个小山沟 这山沟 区区万万 就住着不少的村民 他们这马一进村子 村民有点害怕 不管大人孩子 纷纷往两旁躲避 没见过这个 魏道爷啊 光之的住处 还真没来过 等催马到了狮子街 一仰手 大伙站住了 呦呦呦呦呦呦 全都水凳 黎安从马上跳下来 魏珍把身上的尘土 胆了胆 一看旁边 站着个年轻的 穿的破衣啰嗦的 直勾勾的 瞅着众人 这位属于胆儿大的 胆儿小的早跑了 魏道爷笑呵呵 来到他面前 无良天尊 食主请了 呃呃呃呃 什么事 你们找谁 请问食主 这个庄村 叫银仙庄吗 不不不 叫银仙庄 银仙庄还得往前走 一里地 哦 那么再问问你 尹仙庄住着个姓苏的 叫苏元和 苏老先生 你可认识 认识认识 苏老先生是活神仙 我们平常闹病 都请他老人家给治 有钱就给 没钱不要 那老头可好呢 哦 师主啊 我们要求见苏老先生 道路不熟 麻烦你给带的道 怎么样啊 行行 蒋平多回来事 在兜里摸出一块银子 塞到这个人手里头 我小兄弟 买双鞋穿吧 这块的人才穷呢 哪见过银子 这位在手中掂量掂量 一看这块银子 足能有三四两重 可乐坏了 趴到地上 给蒋平 可乐的头 满面欢喜 来来来 跟我来 出这桩子就是 大伙子 大伙也不骑马了 都牵着马跟着他 可不是吗 穿过这个破山村 再往前走 靠着山坡 果然还有个小村庄 但是这个村庄比刚才强多了 两旁边的住房也比较整齐 在密林之中显着格外的妖精 等进了街了 这年轻人站住了 用手一指 看见没 就就这门口 苏老先生就住在这 我还有点事 我得走了 好好好 后会有期 后会有期 领路的人走了 众人来到门前这儿 徐良把手扬起来 刚要砸门 被魏道爷拦住了 行吗 老师 为什么 哎呀孩子 你可知道 这高人哪 都有古怪的脾气 我跟苏老先生 没什么交往 人家能出头 不出头 还在两可之间 你千万别在这儿贸然行事 待魏师亲自靠门 魏道爷把徐良劝住 老人家亲自上台阶 扣打门环 啪啪啪 啪啪啪 门上有人吗 哪位听事 哎 没费劲 就见门开了 从里边出了个小童子 这小孩长得聪明伶俐 看这样 十五六岁 头梳着双杂技 身上穿着蓝布袍 开门往外一看呢 这小童子就愣了 一瞅外地有九匹马 来了那么九个人 穿衣打扮 于众不同 看意思 是走长途来的 每个人身上都有尘土 满脸都带着汗迹 叫门的也是个老道 欲瞅这老道 长得干净利落 小童子就问 呃 先哪 找谁啊 乌量天尊 先童 请问这是苏老先生的宝宅吗 啊 对啊 老先生在家否 这啊 在家正在浩屋读书 小童子 烦老你给通禀一声 你就说 玉泉山三清观的观主 云中鹤未真 前来拜 我记不清这么些啊 你倒叫什么名吧 未真 就可以了 稍后片刻啊 广当 门关上了 众人在这等着吧 要等着时间可不短 要么有半顿饭的那么长 就听见脚步声音 那小童子把门又开开了 各位 老你们久等了 我家主人因为更换衣服 所以耽误了一会儿 你看 他亲自来接您来了 说话间这小童子往旁边一闪 大家一看 从里边走出一位年迈苍苍的老者 就见这个老者 平顶身高 不到八尺差不多 面如三秋古月 花白虚然散满千胸 头上戴着四楞圆外巾 身穿对花圆外场 腰里系着丝带 这个人长得是慈眉善目 但是 发现此人瞳孔刷亮 就知道是武林的高手啊 魏真一眼就认出来了 老建客苏元和 当年在三圣莲花会上见过面 魏道也赶紧失礼啊 善哉善哉 老人家一向可好 魏真有理了 苏元和强步其身 到了魏真面前 赶紧失礼 哎哟仙长 这是哪阵乡风 把您刮的臂宅啊 我太欢迎了 里边请 里边请 哎这人非常热忱 可魏真一回头 老人家 我这还领了几个朋友 您看方便 您看方便不方便 哎哟 道也 您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欢迎 欢迎 同儿 把马匹签到后院 好好刷 好好刷洗 验尿 各位 里边落座 哎 中人一看呢 这人还不古怪 不像想象的那样 不像想象的那样 你看多热忱啊 所以这心呢 就比较踏实了 帮着那小童子 把马匹签到后院 拴好了 大伙才进前厅归座 往屋里一瞅 没什么摆设 靠着山吃山 靠着水吃水 这屋里都是粗木家具 你别看没什么 显得非常文雅幽静 屋里的光线也充足 空气十分好 大家分宾主落座 那小童子把香茶泡上来 茶坝格展 苏元何志才问呢 魏导爷 哪任香风把您挂来 大概有事吧 无良佛 老建客您算猜对了 我们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给您找麻烦来 这个呢 我先介绍介绍啊 说着话把蒋平叫过来 这个人您认识吗 这就是大武艺排行在四 翻江淑 蒋平 蒋泽长 现在是开封府四平 带刀的护卫 蒋平多亏来事 赶紧过来施礼 哎哟老先生 哎哟老先生一向可好 蒋平有礼了 苏元何以礼相还呢 想老爷 九文大名 轰雷观尔 能到碧宅来 真实老汉 脸上增光啊 欢迎 欢迎 第二个 把徐良叫过来 老先生 这就是我的徒弟 名字叫徐良 味道也没往下介绍 那些零碎就不用说了 但是苏元何一听 大吃了一惊 哦 莫非 就是大名鼎鼎的三手将 白眉大侠乎 不错 就是我徒弟 徐良过来攻身失礼 萨西人给老强被行礼了 哎呦 罢了 我看看 我看看 苏元何显得格外的亲近 把徐良的手抓住 上眼下一眼 看了几十眼吧 看完之后 连连的点头 罢了 真英雄也 我听说 你一出事 是大闹乌龙岗高级殿 得了金丝大欢宝刀 后来又在全真馆 小武艺接拜 大闹岳州 大闹桃花沟 血染石门县 大闹黑水湖 力胜双枪降五万丰 群雄巨破冲销楼 同网阵 是宝刀贺群靠 皇上见起 家风里三瓶带刀 御前护卫 奉旨夸观三日 你给陆林人 打腰提气啊 陆林人能有你 这么个人 真是显得十分光彩 我久闻大明 早想拜会 今日在我家相见 真是三生有幸 欢迎 欢迎 让苏元和把徐良夸的 脸上一红一白的 徐良都有点摸不开了 老人家 您高抬了 我那是空有其名 无有其实 魏道爷 又把义霞太保刘世杰 叫过来 做了演见 哎 总而言之 是来的人 都介绍完毕 重新归座 魏道爷 接着茶说 老建客 刚才我说了 我们无事 不登三宝殿 现在我们 遇上点麻烦事 恳求老先生 伸手帮忙 哦 还有用我之处 这都是官府的官人 手言通天 老朽我能干什么呢 当然您能有办法了 实不相瞒 就在前一两天 大同府出事了 有个人 人送绰号叫 三世臣团 姓臣叫 臣东波 这个凶僧 把我们严大人 给打了一颗毒针 这毒针叫什么名 贫道不知道 现在毒气发作 我们严大人 凶多吉少 多少大夫 也医治不了啊 我早就听说过 老先生 您妙手挥春 有起死灰生的本领 大尊求您呢 到大同府去一趟 给我们严大人 治之伤 假如 能把我们大人给救好 我们是感恩 匪浅 呐 蒋平接着补充 老先生 方才味道 也说的一点都不假 我们就是求您这件事 求您老人家拿出仙丹妙药 实战妙手挥春的本领 把我们大人救活 要这样的话 我们秉明天子和包大人 对您老人家必加奖赏 望求老人家 您辛苦辛苦吧 大伙紧跟着七嘴八舌头 都谈的是这个事 苏元和听完了 笑眯眯的 没当时表态 过了一会儿 他把插杯放下了 道爷 各位 恐怕 你们白来了 魏道爷一听 这心就凉半截 老江客 这么说 您不愿意帮忙 非也 老朽不是这个意思 那您是什么意思呢 据你们各位 这么一说呀 我也不懂得 这陈东波 使用的是什么针 我去了 也未必守到病处 可你们大家抱着挺大的希望 到那块落空了 反为不美呀 你越听外间传说 我什么妙手挥春 那都是捧我 实质上呢 我也懂得一点 但都是一知半解 你比如说乡亲们 长个农疮 长个街子 头疼脑热 上吐下泻 发烧感冒 这个我能治 但是像炎的人这种伤 我心里可没底啊 我看各位 还是另请旁人才是 不要拖延时间 免治 酿成大祸 一句话把大伙说没词的 人家说的挺客观的 人家说治不了 那你怎么办 味道也一笑 老建客这么办行不行 咱说句粗俗的话 死马当活马治 您跟我们去一趟 能治 当然更好了 治不了 那也讲述不起 我们再另想办法 只要您跟着去一趟就行 哎呀 我去也不是不可以 恐怕是有点缠手 哎 老建客 那么您现在就起身 跟我们去一趟 实在不行 我们再另想办法 苏元和呀 也没词了 好吧 这叫盛情难学呀 那我就到大通府看看 咱把丑话说前边啊 真要治不了 你们众位可便有怨言 魏大爷说 您这说的哪来了 您治不了 非叫您治 能叫您强人所难吗 我们绝不会那么做 来呀 把礼物搭进来 带了不少贵重礼物 黄金五十两 白银三百两 绫罗绸缎 八匹 干鲜水果 好几框 往这屋一抬 苏元和一看 连连白手 别别别 乌公寿路 寝室不安 我分本都不能收 如果我收了 我就得包制 这往我治不好 还得把礼物给退回 那就更不好了 我去一定去 礼物高低不收 味道也再三解圈 您要不收 难道还叫我们 抬回去吗 能博我们大伙的面子吗 叫您治不了 我们来逃咬一回 也应当送点礼 说什么非留得着 苏元和没办法呢 这才叫小童子 把东西搭到后屋 先登记在册 预防治不了 把礼物给人家退回去 苏元和站起来 各位 少后片刻 我把我药箱子收拾收拾 他一转身走了 哎 众人互相看了一眼 长出了一口气 总算 劝着人家活动了 但愿苏元和到那 手道并出 你别看他说不能治 人家这种高人都留有退身余地 能把这话说绝了吗 大伙心里都是这么想的 等着时间不大 苏元和从后院出来了 手里他拎着个药箱子 一看这箱子 就知道不是一般的人了 这箱子是楠木雕刻的 上的有五福捧瘦的大金字 脊脚用白铜包的 小巧玲珑十分精致 苏元和把药箱往桌上一放 各位看见没 我把家底全带着了 这里便是完善高单 如果这小箱子里的药 全治不了大人的病 那我是尽到最大的努力了 你们只好另请旁人 小童子 师父 一会儿为师日 要赶奔大童 家里的事情 你要好生料理 把免客牌挂在门前 如果有人找我 就说外出有事 三天两日之内 不能给大家看病 是 徒儿记住了 你去 把我那批驴牵出来 哎 你想在山村之中 没有脚力哪行 苏元和呀 养着一头 葱白大叫驴 那脚成才快呢 小童子去背驴去了 时间不大 把驴背好了 小童子手中拎着鞭子 进屋了 师父 给您鞭子 您什么时候起身 我现在就走 站起来就要走 还正在这么个时候 外面有人砸门 棒棒棒 棒棒棒 门上 有人吗 苏老建客在家吗 哎呦 学良和蒋平同时一愣 怎么听这声音这么烧啊 这是谁 小童子 瞅瞅师父 就愣住了 那意思 我是开门 是不开门 就见苏元和 颜色更变 去吧 中卫坏了 你们还得躲避躲避 魏道也就问 为什么 没听见外面有人扣门吗 你们知道是谁吗 不清楚 哎呀 阎王寨来的人 叩门者正是非剑仙 朱亮 你们快点躲一躲 如果都在我家相遇是多有不便 大伙听完了 大吃了一惊 你看这事意外不意外 怎么他也来了 难道说苏元和 跟阎王寨的人 还有什么勾搭连环吗 其实啊 苏元和有苦难言 因为他这个地方不好 这地方属于三不管 要归大同管 要不归大同管 离这阎王寨也不太远 阎王寨的人经常上这来 特别是对待苏元和 十分注意啊 那天德王黄伦 自从在这占山之后 曾经发了三次请帖 请苏元和上山入伙 加封到国医 你什么也不用干了 你在我们阎王寨 专门管理治病这些事 你是国医 赐二贫官 每月给金银若干 都被苏元和拒绝了 后来呢 金标侠领域又派人请了两次 也被苏元和拒绝了 今儿又来了 苏元和呀 怕开封府这些人怀疑 所以这话没跟大伙讲 出于他的本意 他不乐意跟这些贼共事 心说我能上山上入伙吗 你们是干什么呢 你们是国家的叛逆 所以老建客 从心里反对他 今儿个有人这一叩门 他就知道是谁了 苏元和变婶的原因 他就怕这两家 在自己家里相遇 有一场血战 那有多不好 味道也一挺很知趣 老建客 好好好 那我们就躲避躲避 避免发生冲突 哎呀我多谢各位 后边房间挺宽敞 你们到后头 站毙一时 由我来对付对付 把他打担走了 然后咱们再启程 说话之间 这老少九人 都躲到后院去了 屋里的都收拾完了 苏元和命令小童子 开门 小童子把门一开 呼 来的也不少 来的也不少 咱们的飞剑仙筑梁 后边三世陈团 陈东坡 再往后看金标霞领域 大力神车心远 无敌大将 金得利 后头还有十几个楼兵 抬着不少礼物 当然小童子是不认得这些人的 就一愣 你们找谁 啊 朱亮一笑 我们来拜望苏老剑客 在家呢 苏元和之都没法躲避 这会儿也就出来了 赶紧攻身实力 啊 苏某在此 前面 敢是老剑客 朱亮不成 哦 老伙计 你真在家呢 我就是为你来的 来请进 请进 他们倒不喜悖 呼噜呼噜呼噜都进来了 把礼物放在院里头 苏元和硬着头皮 望里向让 到大厅分宾堵落座 这苏元和呀 心里登登登登 支跳啊 还不能三两句话 把他们打发走了 但是又得罪不起 老剑客 您怎么这么得侠 到我家了 哈哈 苏老剑客 明人不做暗示 咱们打开天窗 就说亮话吧 请你来 请我 对 请你到阎王寨入伙 告诉你 房子都给你准备好了 使用的人 也全都准备齐了 就准备你上山享福 你何必在这山沟里 受这窝囊气 有什么意思 跟大家在一起 飞吃飞喝 大把的金银花着 将来把宋朝推倒 你就是太医院的长院 有多美 自抛金带 无穷的富贵 怎么样 老剑客 顺便咱就把东西收拾收拾 跟我们一起走吧 苏元和文婷把脸望下一尘 心说话 有这么干的吗 你们是请我入伙 是来绑架 不征求我的意见 就来给我搬家来了 这简直是土匪呀 苏元和把火往下压了一下 朱老献客 恐怕您的盛情 我不能领 哦 为什么 前者天德王派人请过我五次 都被我拒绝了 我这个人呢 天生孤贫 你别看我们这穷山沟 我住着挺舒服 我吃着粗茶淡饭 也很得胃 老了 就愿意肃静 因此 我不愿意上阎王寨 你慢说 让我当国医 你就给我什么官 我也不稀罕 老健客 您的盛情 我领了 但是我不能遵命 朱亮文婷 把脸望下一沉 老健客 您可别敬酒不吃 吃罚酒啊 我在天德王面前 把大话都说绝了 到这来 三言无语 就能把您接到山上去 您这把我给拨了 我回去如何交代 您就别客气了 什么孤僻啊 粗茶淡饭 这都叫骗人 我且问你 难道你不跟我们上阎王寨 你还有心赶奔 大同府 不成吗 诶 诸老健客 您这话什么意思 哈哈哈哈 老伙计 你我这般年纪 咱们耍什么心眼啊 水贼过河 甭使狗袍 你别看 我没看见 我可以说 廖氏诸神 肯定 那些公馆的人 找过你 一定请你到大同府 给张官治病 有没有这事 把苏元和下去 张口结舌 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书中代言 朱亮是炸他吗 不 有根据 前文书咱说了 飞剑仙朱亮 就是林玉仨人 和三世成团 陈东坡 狼狈逃回阎王寨 本来朱亮呢 想带着林玉 回飞蛇谷 不打算出头 但是通过这次上大同府 他憋着一肚子气 他一看欧阳春 魏珍都出面了 你们这帮人太欺负人了 不是要跟我斗一斗吗 我就硬干 我看看你们能把我飞剑仙 师徒如何 所以他也改变了原来的宗旨 没回飞蛇谷 直接回到阎王寨 同时答应天德王黄伦 他就载着不走了 多咱把脏官严插散打退 多咱再商量 那么他为什么上这来呢 就因为三世成团 陈东坡 暗地之中 打了一颗独针 回到阎王寨啊 陈东坡告诉独梁 说我这独针 除了我能治之外 谁也治不了 这脏官回去也得死 你们就听喜信吧 飞剑仙朱亮 和三世成团 陈东坡 他们经过周密的商议 来请苏元和 其实啊 苏元和还真猜对了 所谓的请 在这后面就有半绑架的意思 你去也得去 不去也得去 一方面他们想利用苏元和 另一方面 他怕苏元和 被官员请走 给严的人治伤 治好之后 这苏元和还变成了仇敌 这次来也是来者不善 善者不来啊 在半路上 朱亮 就跟陈东坡商议好了 如果苏元和不来 嘿嘿 顺便就把他废了 也不能留下这个祸害 所以他们在谈话之中 无形之中就暴露出来了 苏元和是干什么的 在江湖上创当六十多年 经验丰富 眼睛毛都是空的 听完朱亮说的话 心中十分不悦 老头子把脸望下一沉呢 四真四假 半开玩笑的意思 朱老健可 那么我要不去 你们怎么办呢 哈哈哈哈 老先生 您要不去呀 我们非得请您去 这么说吧 不去不行 苏元和文庭火望上撞 啪 把桌子一拍 老头就站起来 朱亮 你给我滚 都滚 我家庙小 装不下大神仙 古往今来 请人没这么请的 哦 你们打算拿阎王寨的势力压我呀 想错了 我这个人是硬骨头 还不怕压 我这眼里的根本就没有一个阎王寨 你别搅着你非剑仙 朱亮 是成了名的剑客 你也未必在我身上能得着什么好处 管你走 那小童子也挺横 文生也进了屋了 各位 走走走走 送客送客 这事情就算闹翻了 陈东坡 比朱亮火星大呀 凶僧文庭此言也站起来 苏老剑客 这可讲不了 自许你不仁 就许我们不义 既然你敬酒不吃 非吃罚酒 就羞怪我等无礼 撑 他跳到院去了 把漂袋解开一身手 从后背把金棋盘摘起来 他这个棋盘呢 有八仙桌子面那么大 厚了下能有一寸 旁边呢 有个把手 利于拿手攥着 拿这玩意当一种兵器呀 这玩意简直太特殊了 招数也与众不同 抛除他这金棋盘之外 他这刀子里头 还有三十二颗金棋子 百发百中 这还不说 他还擅打五毒梅花针 严得人倒霉就倒塌身上 再可能来到天井当院是 岳无央威啊 苏渊河呀 你到底跟我们走是不走 不走的话 我今天就拍死你 那些贼也跳在院里头的 甩大一拉家伙 不服不愤 不依不饶啊 怎么样 老苏头 你到底去不去 苏渊河忍无可忍 一伸手把四楞原外金摘了 一晃房子把原外长闪掉 里面是短衣金小大汉 老头子晃双掌 也跳到天井当院 我这人就是吃软不吃硬 不是要动武吗 苏某放 赔 说着话晃双掌 奔陈东波就来了 朱亮一看 已经闹翻了 也就没法再说什么 朱这五金的拐杖 也到了院里头 往明柱上一靠 笑呵呵在这关笛料阵 他那样子是胸有成竹 心说话不用我身手 陈东波对付他就超超有余 不行了我再过去 咱们简短结束 陈东波跟苏源河就站在一处 苏源河徒手啊 这玩意就吃了亏了 陈东波这把大棋盘 无动如飞 呼呼山影 这玩意一砸就一大片 真要砸到身上 骨断金蛇 那小童子招了急 撒脚跑到后院去 给蒋平众人送心去 光当一开门 好学没趴下 各位可了不得了 你们快看看去吧 前面打起来了 因为这后院 跟前院离这庭院 前面动手 后边根本不知道 蒋平徐良 魏珍众人大吃一饮 跟谁打起来 跟阎王寨的人呐 他们非要绑架我师父 我师父不听 故此动了手了 你们各位快点 帮帮帮忙 嘿哟 大伙一看这多好 人没请去 还在这伸了手了 无论如何得帮苏元和的忙啊 不帮忙怎么请人家 魏道爷一伸手 从背后拽出宝刃 刘彩虹 屋里大力道电闪寒光 徐良拽出金丝大环宝刀 蒋平撤出分水峨梅寺 刘士杰就拽出柳叶丹刀 老少九个人 像九只猛虹一样 从后宅扑到前来 蒋平高声贺喊 带拉海 群贼 你们又跑到这儿撒野来了 可知道三江鼠栽死 九个人到外头 把门就给堵上 当然说飞剑先诸亮 他光预料到 大同府能来人请苏元和 可没料到来得这么快 而且就在本宅 当时他也吃了一惊 这遇上了 原来他以为啊 官人肯定请苏元和 没想到来得这么快 而且还都在同一时间到的 我们要晚来一步 这老苏头肯定得投靠官府 看来来早了 不如来巧了 打吧 他晃无尽的拐杖是直奔军中鹤 味道也并不大话 白宝剑占住珠亮 要说他们的能为 并不是相差的悬殊 这一伸手 一半会儿分不出输赢来 徐良下大欢到望上 一纵刚想驻站 那边金标侠李玉 嗷嗷一声上来 徐良啊 愁鬼 别看你前者把我抓住了 那是我没注意 本侠可也要注意的话 你也配 来来来咱俩决一死战 吴宝剑占住徐良 大力神车心远 晃桑门罗斯棍望上一床 被义侠太保刘世杰给挡住了 桑门神无敌将金德利 晃棍子刚跳上来 被孝敏郎军沈明杰 用杆棒给拦住了 哎呦这院里要展开混战 停堂停堂 停止跑 停堂 把这小小的山村 整个给震动了 男女老少都出来 躲得远远的看热闹 因为咱说是山坡 虽然动手是在院里头 这人要到山坡上边呢 还能看得见 一边看着 老百姓一边焦头接耳 议论纷纷 怎么回事 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哪跟哪打上来 不明白啊 这在苏老侠 给家里打起来了 哎呦 多好个人呐 可别再出了事 老百姓对苏元和 十分关心 咱们再说院里头 打到三十几个回合 分出胜败来了 别人全盯得住 苏元和盯不住了 方才咱们说 老头是手空拳呢 面对强敌 这显得有点吃亏 勉强坚持到三十个照片 一个没注意 被这凶僧 轮起金旗盘来 奔后脑海就拍起来 你给我再走 苏元和是躲闪不及啊 老建客心里的一番歌 我命休矣 只好使了个锁肯藏头 把脑袋一滴 致命之处躲开了 把这后背就交给人家 这下拍的这个结石 啪 把苏元和扇出去 有两丈多远 哭泣一声 摔到枪根底下 叫这一下不要紧 这些官差们全傻眼 能不担心吗 老心徐良 见识不好 大魂都交到单手 在白不囊之中 一伸手 把石头枣拽出来 这回徐良击了 把这点零碎 全抖了出来 圆的用墨浴飞黄石 稍微近点的 用双筒绣剑 再离着远远 再离这远点的 用飞标 底下 徐良叫三手将 一手三按弃 炸 啪啪啪啪啪啪 相给金标匣淋欲 脑袋上揍俩包 棒棒 这俩包啊 都像酸枣差不多 把林玉腾得 嗷嗷一蹦 跳归本队 与此同时 大力神车心远 肩头上中了一只绣剑 金的力屁股上 挨了一镖 连飞剑仙珠亮的帽子 都被徐良的金镖打落呀 大点是邪不勤政 这帮贼一看 不可恋战 既然给苏元和打趴去了 他这条命是保不住了 我们剑好就收 一会儿宋朝的军队在开呢 对我们不利啊 烟瓷飞剑仙 把俩手指头往嘴里的一塞 分楼楼一打胡哨 封紧扯 这帮群贼一窝蜂一样 回归了阎王寨 要没有徐良的暗器 今天不能结尾呀 老心徐良一下腰 把失落的金镖捡起来 带到镖囊之中 众人顾不得别的 赶紧扑奔苏元和 再看苏老剑客 牙关紧咬 双目紧闭 人事不行 等抬在屋里头 味道也赶紧进行调制 这才发现 苏元和的脊椎骨 让棋盘打折了三段 要不是苏元和有硬功在身 这一棋盘 当时就派死了 大伙一抖了手 这都好 请大夫来了 大夫还叫人家揍了 命保得住 保不住 都不知道 把那个小童子 急得挖挖之哭 师父啊 师父啊 这个怎么办 味道也紧劝 仙童 你先别悲伤 你对你师父也清楚 像他这么重的伤 吃什么药好 对对对 这药箱子里都有 小童子慌乱之间 也找不着药是他 用斧头 把锁头打开 药箱子掀开 在里边取出 顽赏高单 止血药 止疼的药 给灌下去 把后背 也都抹上药 大家趴到耳边呼唤 药有半个时辰 苏元和八眼才睁开 老头子往两旁看了看 眼泪躺下来 费了半天劲 才说出话来 但是声音极低 你得趴在嘴边仔细听 不然听不见 味道也把身子一哈 靠近他的嘴边 老剑客 你觉着怎么样 我命 我活不了了 老剑客话可不能这么说 您 本身 医道精通 您说说 用什么药 能把您治好 苏元和把眼闭上 晃晃脑袋 完了 就是有神仙一把抓 也救不了我了 一口血喷出来 全是血饼跟血块 众人又一阵忙乱 好半天 苏元和这口气又浑上来 贵道也 给我报仇啊 老剑客放心 我们一定给你报仇 你万万保重贵体 好帮着我们救盐的人 你看这样厌弃了 还不好办呢 苏元和晃晃脑袋 我是不行了 但是道爷 我话已出口 绝不更改 别看我不行了 我们给你推荐一个人 哦 推荐谁 在我这山沟往里走 十五里地 地名叫松朱林 住着我一个好朋友 此人绰号人称 赤虚子 叫丁振 我这点医道 都是跟人家学的 如果丁老先生要答应出头 剩我万倍 你们就请他去吧 你看这事麻烦不麻烦 又给建局个人 又多一费麻烦事 但是事到如今没有办法呀 苏元和还不错 把底交出来了 老建客 我们跟这丁振丁老先生 素不相识 人家肯于帮忙吗 放心 有我在 他一定帮忙 如果你们不放心 最好派个人 把他请到我家来 我要能活的那阵 当面我哀求哀求他 这倒是个好主意 魏道也有把那小童子 叫过来 仙童 你辛苦辛苦 我们对地理不熟 你骑一批快马 赶紧把丁老建客 请到你家来 师父 我去一趟行不 苏元和点点头 小童子出去 骑的是蒋平那批马 等到了外 他打马如飞 奔山里头就下去了 众人就在这守着苏元和 发现这老头 时而昏迷 时而清醒 比死人呢 就多着一口气 大伙急得直冒白毛汗 盼望这小童子快回来 但是又担心 万一姓丁的这丁老头不在家 可全完了 哎 正这时候 听见外头 麻挂 磷灵的声音 紧跟着听车咕噜声 来了 就见那小童子满面是汗 兴冲冲跑进来 师父 这回您得救了 丁老大伯来了 各位 丁老健客来了 说话之间众人都接出去了 再看车老板 把车辽一挑 放下一个小板凳 从里边下了一位老者 这老头不下了呀 大伙这信心十足 等一见这老头啊 大伙这个扫兴就崩提了 闹了半天 这个老者是个锣锅 还不轻呢 简直都扣了头了 那脸都要碰到地皮上 几倍都朝了天了 如果这老者不是锣锅的话 个儿还不小 这也看出来是大身材 车老板把鞭子插上 搀扶着丁阵 往里走 后边还有两个小童子 给拎着要箱子 这是人家带来的 大伙过去十里 丁老头连里也没里 只是看看位真 丑丑虚凉 问那位小仙童 你师父在哪 就在这屋里 丁阵急冲冲进了屋里 趴到床边上 把苏元和的眼皮撩起来 顶着一跺脚 心里说话 完了 这人没劲了 又耗了耗卖 没开药房 在兜里拿出个小瓶子 从里边取出三粒丸药 让小童子用水化开 用勺 给苏元和灌下去 时间不大 苏元和把眼睁开 眼神都散了 往这边转着 往那边转着 顶阵往前一凑 贤弟 运凶在此 苏元和花花脑袋 眼泪淌下来 拉住丁阵的手 摇了三摇 晃了三晃 痛苦难言 兄弟 你不必着急 有话慢慢讲 大哥 我完了 你得给我报仇学恨 谁把你打成这样 一个凶僧 住在白云山 与王剑 此人姓陈 叫陈东波 人送绰号 三世陈团 哦 是他 对 他拿棋盘 把我拍 他 好好好 兄弟你放心 我一定找陈东波 跟你报仇学恨 把他拉在你的床前 开一趟破服 你看 你看如何 老哥哥我相信 哎呀 在我临危之前 还有一事 拜托 要念你我弟兄之情 你万万答应 说吧 什么事 看着这几位 都是大同府来的 这位是云中鹤 魏老剑客 这位是开封府的蒋平 山西燕 虚凉 人家请我出头啊 给阎大人 制伤 我答应了 但是又遇上这么个事 看来我去不了了 我打算委托老兄 替我代劳 无论如何 把阎大人的伤 给治好 我死也就明目了 丁镇呢 犹豫了一下 为什么呢 这老头真古怪 不乐跟官府打交道 尤其他又不认识这帮人 管你阎大人 捡大人的 跟我有什么关系 但是呢 好朋友 临死的委托 又不能回避 好吧 兄弟 这事包到我身上 我到那一定给他治好 好了 再有一件事 我死之后 就埋在我家的后房 我家也没别人啊 就是个小童子 小六子 您就把他收养吧 逢年过节 到我坟前一计 烧上两张纸 我也就感恩不尽了 别说这话 别说这话 我现在就救你 其实这叫安慰 没说了三五计话 就见金蝉子苏元和两眼一翻 这条命交代 有屋里人都哭了 虽然没什么交情 这老头好 特别是赤顺子 顺着 哭的 一拳击床啊 贤地啊 逛逛逛 兄弟 在天之灵别散 云兄一定给你报仇啊 哭哭哭 大家一边擦眼泪 一边得劝啊 好不容易 把丁振劝得不哭了 丁振把眼泪擦擦 回过头来 冲众人去抱拳 各位 恕我无礼 刚才事在紧急 我跟众位也没打招呼 哎呀 老人家 这这这不算什么 这情况特殊 您看这后事 应该怎么料理 各位 这你们就别操心了 我兄弟 先不能埋 我一定找到阎王寨 我把那陈东坡 深情豁达 绑到我兄弟尸体的前边 把他开膛破斧 放下我恨 大伙 心里还纳闷呢 这老头话说的挺大 就冲您这大锣锅 能是陈东坡的对手吗 可正在这时候 就见赤须子 把眼泪擦干 转身到院了 中卫啊 你们先在此稍后片刻 老朽 这就赶奔阎王寨 老阳兄丁镇 一看好朋友 苏元和 死得太惨了 真是油烹 肺腑一般 眼珠子也挂了血线了 转身就走 老阳兄丁镇 干什么去 要上阎王寨 找飞剑仙朱亮 三世陈团 陈东坡 报仇去 蒋平和徐梁重 中人一看 能不拦着吗 大伙过来 把老头给劝住了 蒋平和徐梁重 老爷子 您消消气 您着急呀 我们比您也不差 不过有很多的事还没办呢 咱们把事办完 大伙子 大伙一块上阎王寨 您看有多好呢 老爷子 老爷子 您留步吧 徐梁也劝 魏道爷也劝 这才算把他劝住 顶着把脚一跺 嘿 好吧 听人劝吃饱饭 我就让这两个小子 多活几天 然后再找他们算账 顶着不去了 大家都得料理后事 苏元和这个家 就两口人 一个老头 一个小童子 财产也没什么 先给老头 买了一口花头棺材 装练起来 远胎深埋 就埋到山里边 他那小童子啊 就成了大孝子了 头顶麻棺 身披重孝 摔盆摔罐 这就算给送了钟 然后这个小童子 就归了丁镇 由丁镇抚养 这些琐碎的事情 咱不必详细交代 苏元和就丧事料理完了 蒋平还请着丁镇到大通啊 你得给我们大人治伤啊 丁镇点头 因为苏元和临终之时 已经做了嘱托 这叫受人之托 必办忠心之事 当然要跟着去了 丁镇回到家 把东西准备准备 告诉家里人 一半会儿我不能回来 我给钦柴大人治完伤 还要赶奔盐王寨 也许今生我就回不来了 家里头便指着我 要家里人一听 闭门家中坐 祸从天上来啊 好好平静的日子 怎么起了这么个风波 大家又不敢说别的 丁镇回到家 不但把东西归制好了 而且把兵镇拿来的 他这条兵镇 叫三尖匕首月 这真是二十四路 外五行的家伙 你看都没看过 从外表上看 好像半拉车轮 三个尖子 每个尖的后面 都有个鸡爪 存钢制造 能裸别人的兵人 招数也特殊 兵老英雄 把三尖匕首月 背到身上 讲评众人 给拿着药箱子 准备了两辆车 其他人上了马 这才敢奔大头 一百八十里 也不算近 这一路上 是紧紧站路 背道而行 总算来到大同埔 车子停到公馆门前 蒋平到里边 先送信 老少英雄 接出来了 一看把大夫请来了 把丁老英雄 让进待客厅 先让老头 数数口 敬敬面 厨房 准备吃喝 丁震一摆手 不 救人如救火呀 不能再耽搁了 我现在肚子 什么也吃不下去 我先看看大人的伤 众人一听啊 这老头别看长得不怎么的 心眼可真好 也乐意他这么做呀 要把大人给治好了 一切问题不都解决了吗 就这样 老少英雄 陪伴着 来到严大人的卧室 顶镇进屋 往床上一看 这伤可不清 就见炎的人 侧身躺着 面塞黄钱纸 唇似电涅青 耳朵都干不了 就好像个辣驼制造的人 你要不摸脉搏 不摸摸心脏 就是个死人 旁边站着不少大夫 急的是一筹莫展 连连的摇头叹息 什么好药都用了 就是没有功效 把希望就寄托到 心情来的先生身上了 顶镇拉了把椅子 坐到窗边 仔细针针脉 检查之后 看看后背的伤 味道也用手点指 您看见没 这个小眼 就是被陈东波 用毒针打的 嗯 老朽看见了 哎呀 这颗针打的 稍微歪了一点 要再往里边靠二指 炎的人就没救了 不过中卫放心 现在还来得及 有大伙一听这话 这心宽敞多了 就这样 兵阵 把药箱子打开 对症下药 给炎的人把药灌下去 外边的伤 又浮了最好的 金疮铁扇伞 拔都高 到掌灯的时候 炎的人这口气上来 下边准备摊土 哇哇就吐开了 吐的都是黄花绿沫 七臭难闻 门窗都打开 屋里点上摊香 就这样 大人折腾了 整整到三更天 把肚子里的毒水全吐进 眼窝也塌下去了 但是清醒了 蒋平跟徐良 老少英雄凑过来 就问了 大人 大人您叫得怎么样 烟茶三点点头 蒋平啊 怕得神志昏迷 挨着个儿地问 大人 您看看我是谁啊 你是四哥 哎对了 他呢 他是徐良 连问几个都对 蒋平乐得好 学没蹦起来 哎呦 新人说这丁老爷子 真是妙手回春 真有起死回生的本领 不然的话 我们大人交代了 众人感恩不尽 胡拉超全跪下来 老英雄 您真是救命的恩人 不但我们大人感谢 连我们也感恩不尽 请上授 我等一拜 丁老英雄 把大伙都搀扶起来 各位不必客气 我呀 这叫瞎猫碰死耗子 该着大人有红腹 不该死 我的一道不怎么样 说了几句客气话 众人陪着到前厅 设宴祝贺 徐良就问 老张家 我们大人 第几天能够服员 哎呀 他伤挺重啊 虽然说清醒了 还要抚养三十日五十日 这俩来月吧 众人一听 时间虽然长点 毕竟命保住了 要求定阵 您先别走 赶着帮着守些日子 另外呢 您给开个药方 我们好派人 抓来药 按时服用 顶阵点头 众位你们放心 我可以在这守十天 大人的性命 一点事都没了 就是他身体虚弱 加上大补的药 很快就能康复 说话间 李屋传了信了 严得人饿了 要喝粥 哎呦 把众人乐的 马上命人 熬地粥 大人喝了一碗 迷迷糊糊睡去了 严得人这一好 众人的心呢 等提拓高兴了 在前大厅 设宴 款待丁老建客 在洗钱呢 大伙子 大伙什么都问了 江平先说的话 我说老爷子 你一到这么高 武艺又这么精 怎么隐居在山林之中 我们要不是查办大同虎 根本就不知道有您这么个人 真是神龙 见首 不见尾呀 老爷子 如果您愿意的话 我们请您出山 赶奔东京 前去落户 您还那有多好呢 让我们包的人 上一本 把您包举到太医院去 到那时候 您这能力 就全能施展开了 连您的儿孙后代 岂不都跟着享福呢 哈哈哈哈 此意是 多谢你的美 无奈人各有志 老朽一生 就喜欢肃静 原来我住到大同城里 后来呢 才隐居到山林 我就讲着我家乡 比哪儿都好 另外 我种点山产 再做点小买呢 也能糊口 不打算贪恋 公民富贵 其实丁振说的一点都不假 这种人性情十分古怪 可小圆霸鲁世杰 看他这兵刃挺特殊 老爷 你后边背那玩意 是什么家伙 能不能拿出来 我们开开眼 对啊 老人家 您这兵刃 这太真特殊了 我们看看怎么样 你看坐在一起 什么都说呀 这丁振点点头 把胸前的瓢袋解开 把皮囊摘下 叹里里 拽出三间匕首院 交给小圆霸鲁世杰 鲁世杰看完了 传给刘世杰 小弟兄们看着是爱不失手 蒋平告诉我 注意啊 这可是宝家伙 手指都碰上就得掉 那这谁也不想碰啊 大家轮流是看完了 把兵刃又交给丁振 刘世杰抱万当凶 老人家 瞅您这兵刃这么特殊 恐怕这招法跟刀枪剑击不能一样 您老人家 能不能给我们练两招 让我们开开眼呢 对老英雄 您练一下 我们看看 都是练武的 大伙一致要求 要在往常 丁振绝对不练 今天的这个心呢 非常矛盾 第一样 好朋友苏元和死了 他立志要给报仇 第二样 老头感觉到 很多人的眼光之中 有瞧不起自己的意思 为什么瞧不起呢 丁振是个大啰锅 两面都扣头了 几倍朝天 他一进公馆 有不少人就捂着鼻子发笑 现在提出这个要求来 也可能是正当的 有可能是讥讽自己 丁振一想 那我就练练 前压奴背手 一压当行人 我恋良他 也让他们知道知道 我丁振是何许人也 老头想到这儿 把酒杯放下 哈哈哈哈 恭敬不如尊命 既然众位如此盛情 老朽就现愁了 好到到院里头 到院里头 屋里能练得开吗 大伙都到了院里了 这时候早有差人 把院收拾干净了 害事的东西都把它搬开 因为现在天黑了 掌起十几盏灯笼 点起十几个火把 院里照得通亮 人们有站在狼颜下的 有站在大墙根底下的 有蹲着的 有坐在椅子上的 在这儿全神致志的观看 单说定阵 单手请着三间匕首院 一窄一晃 从台阶上来到院子当中 的确有不少人捂鼻子乐 听说这位这锣锅也够大的 都说他有能耐 就冲这腰板 他这能耐在哪来 他有通天的文灵也难以施展 这边真有意思 怪事怪事 就见丁阵 站好之后冲着周围 抱着个螺圈衣 各位 老朽现愁了 一塌就啪 他就晾开了 这一练不要紧 把大伙全惊呆了 这哪是个人呢 分明是个肉球满地乱文 就见三间匕首院光滑夺目 冷气逼人 一开始 一朝一世还看得挺轻 因为越练越快 后来看不见了 广界一团白欧 听见呼呼的声音 这老头脚尖一点力 往空中一纵 两丈挂铃 在空中落下来 生息皆无 就像个棉花球 掉在油缸里头一样 前存后纵 左右多深 比狸猫很快 徐良啊 站到台阶下头 眼珠不错的看着 暗中挑大纸 八了 可真了不起 哎呀 今后要有机会 我杀戏人非得跟丁老侠客 多亲多近 我跟人家学点能 这个徐良这个人 他就爱学 不放过每一个学习的机会 不然的话 他本领为什么那么高 你看别人看的 瞎看 就是看看热闹 品头论足 徐良不是 从中要吸取有用的东西 可看来看去 就见丁震玩了手 绝对 什么绝对 他把三间匕首院扔出去 撒 扔出去 三丈多高 然后脚尖点地 腾身而起 在空中接着匕首院 在空中翻八个个 再落到地下 这叫拔不赶产 练完了也就收招了 可是老头没想到 啪一声 把匕首院扔到空中 他飞身而起 再绕匕首院是 踪迹不见 就这么快 匕首院没了 丁震身体落到地下 老头这脸就变了 啥 啊 哎呀怪事 就打着天黑呗 我怎么就没发现 叫什么人 把匕首院整走了呢 可见这个人的功夫 得有多高啊 我这根头栽的 全怪我多喝了几中酒 没事我耍什么 老不要脸呢 这多好 把兵人练没了 我有何面目回家呀 这要传到江湖上 我是活我还是死啊 大伙也乱了 准之都出事了 上方的上方 上墙的上墙 四面八方 仔细寻找 费了一个时辰的功夫 什么也没找到 没有办法 把丁震圈的屋下 蒋平 就骂刘世杰这帮人 全怪你们 吃饱了撑的 非要看老爷子练舞 什么时候练不了 非这时候练 哎 这做好 你们赔 把小七杰骂的 一个个低着脑袋 谁也不敢言语了 蒋平骂完了 回过头又劝丁震 我老人家 您甭往心里去 我敢断定 不是外人 肯定是朋友 这人好回些 爱开玩笑 这不算您栽跟头 但是还有一天呢 咱们眼目都不灵活 他利用这个机会 把三间匕首院 给偷走了 这玩意有什么难的 比如我吧 诚心要跟您闹着玩 我藏到房上了 您往空中急扔 我蹦蹦起来 接上了 转身我就走了 咱在明处 他在暗处 他哪找去 明后天 肯定有结果 他主动的 把这兵器 就能给送回来 老爷子 您千万别往心里去 丁镇心里 他可不这么讲的 其实说你说的不对 这个人诚心找我的毛病 这是叫我当众丢丑啊 像你说的那么容易啊 但房上一伸手 接手就走了 那汽油此理 我这眼睛是干什么的 行家伸身手便知有没有 就这一下 比咱们高啊 顶着这心啊 拔抓柔长一般 魏道爷 志华 欧阳春 大伙都劝 顶着只好点点头 窝着一肚子气 休息 一夜无话 到了第二天 头一件好事 严大人 完全清醒了 大小便正常 早晨吃了两碗粥 看来命是保住了 手下的仆人 按时又给服用了药 这是个好事 可这不好的事是什么呢 丁振老头起不来了 昨天憋着一肚子火 老头在床上躺着 还生叹气 大伙知道他的心情不愉快 过来到屋里探望探望 让老英雄起来 到外面散散步 丁振拒绝了 说我头有点疼 我躺一会就好了 其实他躺在床上琢磨的 究竟谁干的这事 附近有什么山 有什么岛 有什么村庄 都有什么高人 谁可能戏刷我 他何解这个事呢 你说老头也不痛快 全公馆的人都跟着不痛快 大伙也不像平日 又说又笑了 里里外外一片肃静 这上年级的人行啊 能待得住 这年轻人受不了 一辖太保六十节 一桶笑面郎君 沈明杰 几个小年轻的 溜得到街上来了 除了公馆 一拐弯 是个小饭馆 几人一看呢 咱们到饭馆喝两钟 这饭馆的伙去认识大伙 一瞅忧 开封府的柴官爷 那还了得吗 像恭敬天神一样 给他们找了张毒桌 刘世杰把靠街的窗户 推开了 我讲 随便给我们拍几个菜啊 酒不要多 我们这些人喝一斤酒就行 一会儿还有事儿呢 点完了菜饭 时间不大端上来 众人带着低头喝闷酒 你说刘世杰 自从到开封府之后 从来没叫人家说过 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就因为昨天晚上一高兴 想要看看老头的武艺 结果得这么个结果 还让蒋平当众把自己骂了一顿 这不是自讨无趣吗 刘世杰是个红脸汉子 受不了这个 一边在这喝着问酒 一边叫着窝囊 可是这时候呢 他这个眼睛就往街上看着 就发现离公馆不远 在饭馆的斜队门那 围着一伙人 中间站着个人 白白花花手一扬一落的 好像拿着个什么家伙 被晨光一照 多人的耳目 刘世杰侧耳一听 冰刃长冰刃短的 不知讲什么 哎 我众位弟兄 你们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鲁世杰站起来 我去看看 他把筷子放下出去了 时间不大像火燎屁股一样 滋溜又跑回来了 哎 哎 众位 快去看看吧 老头丢那冰刃 他妈在 哎 这小子手里头呢 这 就是这小子偷的 一句话 众人是又惊又喜呀 赶紧把火气叫过来 算责 也不管多钱 给扔起十两银子 小弟兄 出饭碗就到出事地点 刘世杰几近人群 是定惊 观看 一辖太保 刘世杰 率领小弟兄 几近人群 一看啊 当中站着个人 这人长得太像蒋平了 要是黑天看见 这俩人分不出谁是谁了 见此人 身挫矮小 瘦小枯干 身不满无耻 长得是个嘎嘎脑袋 两头尖 当劲粗 一对小黄眼睛 倍儿亮倍儿亮 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 并边插着一朵 手正借阴花 穿着一身青衣裳 大刹蹲当滚裤 抓紧虎的快靴 跟蒋平所不同的 这是岁数比较大 胡子都白的了 这狗并胡 刷白刷白 跟银针相似 身边背后 也没有那对分水 峨眉刺 就是在他眼前 他放着个包袱瓶 往包袱瓶上一看 正是丁老英雄 丢失的三间匕首院 他说放着 刘志杰这气就不打一出来 心说闹了半天 你是贼呀 你跑到公馆行窃去了 害得我挨了一顿臭骂 哦 你要躲个地方还行 你就离这公馆不远 跑到这白回来 你说故意的捡了便宜卖贵 我看看你到底是什么人 刘志杰把这火 强往下压了压 所以他一句话没说 刘志杰这一枚说话 别人也不好说话 站到刘志杰的两边 瞪眼看着 就见当家这位 摇头晃脑 指着三间匕首月正说 各位 看见没看见 这可是一件宝家话 这不是普通钢铁打造的 就这玩意儿 切金断玉 血铁如腻 方才我也做过试验了 是不是吹毛利刃 现在呢 我因为急于办点事 手头有点发紧 所以忍痛割碍 我要把它卖了 有实货的没有 只要你出的价钱公道 我就卖 我说哪位赏脸呢 有没有买的 刘志杰一听 跑这卖兵人来 实在压不住火 挤出人群 来到这老者面前 刘志杰把腰板一拔 用手点指 呆 老贼 你是哪来的 你官司犯了 走吧 跟我们辛苦一趟 走 刘志杰以为这一喊 这人得吃惊 哪知道这位 根本不在乎 笑呵呵的上上下下 打量打量刘志杰 哎呦 小伙子 你是干什么 你气儿怎么这么粗 我跟你往哪走 到衙门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你拿衙门唬谁 我根本就不在乎 我要在乎的话 我能在衙门门口卖这玩意儿吗 小伙子 没你的事 我烦老你啊 到底边通病一声 你们这儿是不是来个姓丁的 这老头叫丁震 人送外号 赤须子 就他那胡子有点发红 对不对 是个大锣锅 你让他来 他要来了 跟我说两句客气话 我分文不要 物归原主 哎 你看这多好呢 你年轻人跑这拔什么横 哎 走吧 走吧 刘志杰一听 没拿自己当回事 好吗 你真是眼空四海 眼里没人了 你也不知道 小七鞋是何许人员 刘志杰望前一根布 你给我过来吧 伸手打动 薅他的前斤 可手刚伸出来 就见这老头 伸得往后一撤 一哈腰 把家伙捡起来 年轻人 怎么还要想比比吗 哎呀 你差的多了 我练武术那会儿 你还在你娘腿肚子里赚金呢 也卖说是你呀 就是你们公馆里的朱立明的后企之秀徐良 他也白给 好啊 平人劝吃饱饭 你就给我送个信得了 要伸手 你可要找坤吃 还没等刘志杰二次伸手 鲁志杰就压不住火了 肉往上一损 拦腰把这人给抱住了 鲁志杰的绰号叫小圆霸 有霸子劲啊 两膀一晃千斤之力 一般的人要叫他抱住就跑不了 给人家来了个出其不意 咔 捞住了 心思能把这人抓住 哪知道这个老头 微微一笑 哗 你们这可不仗义啊 暗地之中下了手了 我看看这小孩有多大劲 说着话他往前一哈腰 屁股往左右一秒 这一招功夫叫老龙晃身 啪就这一下 鲁志杰就乐得大 揉一下甩出有三丈多远去 在人群里头顶上给扔出去了 哭痛哭哭哭哭哭哭 摔到一个买卖家门口呢 要不是鲁志杰有硬功 这下非摔死不可 虽然没死 这后脑勺来个包 这包皮馒头也小不多少 把鲁志杰摔得懵登转向 哎呦 摔死我了 鲁志杰这一吃亏 这些小弟兄能干吗 刷的把甩掉 英雄场 各拉家伙把这人给包围了 当然说这小弟兄之中 还有个圣首秀士 风渊 风渊呢 鬼脸子特别多 风渊那么一看 这时候不好惹 要是一般的人偷了东西 早都圆顿塌乡了 你看这呗 敢公然在公馆门前叫号 可见这个人 武艺不能是一般的 我们要伸手 白给 不如趁此机会 我送信去吧 所以风渊抽身 赶奔公馆 就是邪队门几步就到 风渊比兔子跑得还快 揉揉揉揉揉几步 就进了大厅 云中贺卫珍 贺妖胡志化 北霞欧阳春山仙徐良 蒋平等等 大伙正在这闲谈 正想办法呀 怎么能够解劝丁阵 把丢失的兵人 怎么给找回来 别让老爷子栽在这 你看咱们求人家一回 再叫人家栽在这 对不起朋友 正商讨这个事 风渊自流进来 哦呀 中外 偷盗兵人那个贼 被我们抓住了 大伙一听全站起来 好 抓住了 在哪抓住的 我现在还没抓住呢 想抓没敢抓 大伙一听什么话说的 蒋平过来 啪给他个嘴巴 我说你小子 三十来岁 怎么没正经的 到底怎么回事 五鸭四叔 偷兵人那个贼 就在公馆的前门 已经跟刘世杰 众人打起来了 这五光看众人 都不是他的对手 五特子前来报信 咋 老少英雄三十多位 都出来 这还了得 这是谁啊 等来到厨师地点 一看 好嘛 一霞太宝 刘世杰 笑面郎君 沈明杰 超水燕子 旅人杰 小园霸 鲁世杰 刘金杰 刘玉杰 井底蛙 哨欢杰 就这小七杰 都跟爵子似的 在那站了一溜 瞪着眼张着嘴 手中抄着家伙 谁也动不了地方 闹了半天 被人家这位 使点穴之法 都给点住了 这位手里 晃着三千匕首月 正数了这七个人 年轻人 刚才我说什么来的 要动手 你们不行 结果怎么样 这回信了吧 要说我要你们的性命 一点劲都不费 看着没 我拿三千匕首月 挨个一捅 咕咕咕咕咕咕 眨眼间 你们就得交代 不过大人不见 小人怪 宰相肚子能撑船 就凭老朽这般年纪 能跟你们一样见是吗 打了孩子 大人就得出来 我说你们家大人 都死绝了 是怎么 他正说这篇话的时候 蒋平众人就到了 蒋四爷头一个到了眼前 一看 那眼前 蒋平一看 也怎么这么像我呀 说话这余生都差不多 四爷好像没气乐了 可后边欧阳成众人 也就到了 四爷一看眼前的形势 就明白怎么回事 再看老百姓都围满了 车也过不去 越聚人越多 四爷一想 这影响可不好 这在公管门前呢 这要传出去 好说不好听 干脆换个地方 能把他请到屋里是最好的 蒋平对江湖这套 那多熟啊 眼睛一转就是一个主意 把怒火压在心里头 四爷冲他一抱拳 哎哟 哈哈哈哈 老爷子 辛苦辛苦 在下离锅去了 这人愁着蒋平也好学没乐了 他也这么想的 我们俩长得差不多呀 还礼还礼 您是蒋平蒋则长 哎呦 翻江术 久闻大明 轰雷观耳 今日再次相遇 幸会 幸会 杨四爷 杨四爷一乐 我老爷子 您别高抬了 我是有名无实啊 但不知您是哪路朋友 有什么事情好商量 何必在这动手动脚的呢 你看看 此处离公馆 近在咫尺 敢请老英雄到公馆一叙 咱们坐下卖门谈 您看怎么样 这主文听不住的点头 巴聊 四爷真是个响亮人 不管怎么说 这话叫人听着舍耳 不过四老爷 我可不上这个当 进了公馆 到了你们那三门地 你们关上门想打狗啊 没那个事 这么办得了 你们也知道 我拿了三间匕首院 我为什么拿 我得有冤人 但是现在我不能告诉你们 说这玩意就价值连城 我也不稀罕 我是微口气 今天我来也不为别的 我就想见见开封府的高人 另外我吵吵赤须子定战 凡老你们给丁老侠 可送个信 我跟他有几句话说 说完我就走 刚说到这丁振来了 因为有人给送了信了 老英雄一听怎么 三间匕首也有了 着落了 就在公馆门前 精神头也来了 所以随后也撵出来了 几近人群 赤须子丁振 一看 不认得这个人 他手里的拿的 果然是自己的冰认 丁振把蒋瓶推的一边 过了一抱拳 朋友 老朽在此 哎哟 丁老爷子 哈哈哈哈 哎呀 恕我冒昧 昨天晚上睡不着觉啊 先溜达 我小的 这街上没风 房顶上风 倒挺凉快 我一高兴上了房了 哎呦 正赶上老人家练舞 练了个绝招 把这冰认还扔起来 我一高兴一伸手 接到我手中了 就这么的 落到我手了 为什么我要接呢 当然有一定的原因 现在我可不跟您说 我就问你一句话 想要冰认不 老人家点点头 我的冰认 我咽河不要 好 要我就给 但是 在这儿不能给 请您老麻烦麻烦 跟我走一趟 有个地方 我把冰认就还给您 说这话再可能一转身 急响急响急响 起初人群出了大通府的北门 他就下来了 丁镇能叫他走吗 再后的紧紧相随 蒋平一看 这事大发了 到底为什么 也不清楚 四爷一商议 家里得留人 不留人 再种了人家 调虎离山记 看我们都不在家 把家给端了 怎么办 还得保护青柴大人 商议之后 让雍中贺卫珍 贺妖狐智化 率领小七杰 在这看家 愚者的 乐意跟着 全跟着 当然了 小七杰中了穴道 被蒋平一推 穴道一破 血脉一活动 这就算好了 他本来没受伤 蒋平全安排完了之后 再后他一塌腰就碾下来 山西燕 徐良紧跟着蒋平 在徐良的身旁 就是紫然博北下 欧阳春 他们一共老少十七位 跟着丁镇下来的 等出了北门呢 就是山路 出了山就是山 出了岭就是岭 这人在头前跑着 不住的回头看 一边看一边乐 望下一踏腰脚下加紧 翻山越岭 是如走平地 不用比别的 就比这脚坑 没能力就受不了 一会儿就叫人甩掉 顶站也豁出去了 您别看这大锣锅 老头这两条腿 滑了得挺快 跟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紧追不舍 在后面讲平大伙也使上劲 要么跑出了有三十里地 这个距离越拉越远 最前边 是偷兵阵这个人 在他身后挨得最近 就是赤须子丁镇 在丁镇的后面 就是北下紫战坡 欧阳春 白梅须良 蒋亭大伙 眼儿都没了 山路太难走 脚乘跟不上 就这几个人头的跟着 可一边跑着 欧阳春偷阳观看续梁 北下不住的点头啊 罢了啊 当初我就看这梁子 就了不起 果然叫我看中了 没想到功夫是突飞猛进的 就跑得这么快 凭着我的脚乘 不能把他给拉去 这孩子将来还得有出息 时政徐梁这么跑 一点没费劲 他不敢压过北辖去 那是老前辈 所以跟欧阳春只差半步 不管多快 也保持这个距离 眨眼之间 快到了一百里地了 大伙全冒烂了 也不知这是什么地方 就见潜到群山环抱 一条弯弯区区的山路 头前这人跑得半山腰 有一座大庙 这人到了庙前 不跑了 回过头来打凉棚 往后的看看 一瞅跟着几个人 微微一笑低了腰 从大墙跳到庙里 他刚进去 丁镇就到了 丁镇刚到 欧阳春 白梅许良也就到了 三个人平身站住 栩栩之船 抬头一看 这座大庙上挂着块横扁 上次有三个字 酒和宫 哎呦 这庙宇年头可不少了 年久失修 墙皮都脱落 有的地方似乎坍塌了 但是山门还挺整齐 脚门紧紧都关着 中五楼的精秒灵 被山里边风一吹 钢铃钢铃之响 清脆悦耳 徐良站住就问丁镇 老人家 我在后边光看 偷东西那个泽 就进了这座庙了 不错 就进了这座庙了 那你说怎么办 咱们是闻的 还是闻武的 徐三将军 闻的怎么说 武的怎么讲 要闻的 咱们先礼后兵 砸庙门 公开进去 要闻武的 我们也越抢而过 直接到里面用武力 把兵人抢回来 顶着一下不必 那人说话 说的挺客气 到底为什么呢 我心里他也没点 最好动闻 别动 就凭这些人的身份 奔奔奔 往墙里蹬 叫人官之不雅 丁镇说这么办 咱闻就吧 叫闻 显着我们光明磊落 欧阳春也赞成这个办法 来到脚门这 啪啪啪 靠大门魂 开门 开门来 啪啪啪啪 就在这时候 蒋平 南辖 爱胡 大伙 哩哩啦啦 也赶到了 又这个狼狼 就甭啪啪啦 一个个满头大汗 前后心都湿透了 哎呀 跑得太快了 好像没转得像 老少英雄就凑了十几倍了 大伙刚到 就见脚门开了 从里边出了个小老道 也就是十五六岁吧 这小小大王为他看了一眼 无良受佛 众位啊 就知道你们非得来不可 哎 我家灌主有法爹 请众位斩后片刻 他要隆重接待 各位先稍候一会儿啊 光当 脚门关上了 又等了一会儿的时间 就听里面 法器都响开 法器是什么 声管低修 吹的这个好听就甭啼了 随着一阵脚步声音 扇门开吧 一般不敢庙会啊 中间这门不开 你办事就走脚门 要是开 就是应接尊贵的人 向大官拜庙 那得开中门 有身份的人来了 开中门 今天也表示尊重 山门这一开 徐良探头望远离开 能有五六十个老道 身上穿着新道装 手捧法器排列两边 正中央汉白玉的扑的涌路 再看从里面 走出一位出家的道人 这老道可威风 平顶身高 一丈挂陵 头上戴着 酒粮稻金 掐着金边 外面用红缎子裹着 顶梁门 安着一块无瑕美 往身上看 穿着大红缎子道袍 外面配着 大红缎子八卦鞋衣 脚下蹬着 大红缎子的道鞋 浑身上下是火套红 不但这样 往脸上一走 还红脸他 没分八彩 目若朗星 一步炎然飘洒千辛 就这位 跟一片火烧云差不多 个头大 鸵也大 在里面一出来 飘飘然 真好像神仙将士 在这老道的旁边 就是偷兵人 那个贼 这这兵人 搁哪儿都不知道 乐呵呵的 在身边跟着 就见这位道爷 出了山门 来到丁镇众人面前 打几手 送佛号 无良天尊 各位 能来到我的酒喝宫 真是必妙生辉啊 贫道应接来迟 当面恕罪 忘离情 忘离情 说完了 指手望里向上 偷东西 那小老头也过来了 之外我说的怎么样 我说我给你们领个地方 到那咱再商议 就是这 酒喝宫 从外啊 委屈委屈 往里请吧 我们招待不周 还请众位原谅 你说让他这番话说的 他是个好人呢 还是个歹人呢 究竟居心何在 谁也摸不透 跟着往里走吧 进头层院子 没什么说的 当今是穿堂门 到了第二道院 敢来到第二道院 老少英雄一看是 大惊失色 什么原因 人家想较量较量 你别敢说话 客气 这叫笑里仓刀 二道院全都布置好了 再看 能有五十名老道 一面二十五个 每人当中 一条长枪 枪尖对着枪尖 正当中 就有一尺多宽 一个小道 让你在这通过 倘若人家嘴一歪歪 就把你扎成漏勺啊 丁镇老爷子一看 好嘛 这给我们准备下枪林了 我要不过去 我是怕你了 老英雄把牙关一咬 这才要怒闯枪林 冰镇一看 把枪林准备好了 心里都好笑 听故事 看小说 有这种场面 自己八十来岁了 还没经过 哎 老了老了 遇上这么件事 心说 这玩意就能把我吓住 大丈夫受杀 不受辱 我就在这过 我看你们把我怎么的 你们就敢暗中下手 把我扎死 老头想到这 把脸一扬 胸脯一拔 从这枪林之中穿过 他过去了 欧阳春 徐良 爱护蒋平众人 也都过去了 其实这叫吓唬人 能下手吗 说话间来的第三道院 到三道院一看 也准备好了 地下 摆着八块石头 这石头都一尺见方 厚了下 足能有半尺 完全是轻石的 就像那个老道 放着旁边的道不走 上了石头了 嘴里的还说 哎呀 这庙中人多了 也乱 看着活都不知道干 你看这石头 当不当 正不正 怎么摆到这了呢 哎 从这上过去吧 嘴是那么说 实际上 练了一首决意 就见到脚 灯这石头 每迈一步 脚底就发出 喀巴的一声 连走八步 再看着八块石头 全都开裂了 证明人家腿上 有多大的功夫 这时候 小老道把这些碎石头 搬开 又摆了八块 那个穿红衣服的道人 就站在月台上 扭回头 冲冰镇摆手 老人家 委屈委屈你 也按着我这样 请过来吧 盯着一看 我要不像他这样 我就栽了 你还要什么病人呢 你滚吧你 你凭什么 要不说人别出名 要一出名 什么事都来了 要不怎么人们常说 官大生险 树大招风 出头的船子掀烂 这话是颇有道理 丁真也豁出去了 老头的舌尖一顶上牙膛 上了石块 望下一叫立 嘿嘿嘿嘿 咔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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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八块石头 也都列为几半 嗯 那个老道按条大指巴了 老头的硬工 果然不比寻常 小老道可忙活开了 把这八块石头搬了 又搬了 八块好的 第三是欧阳春 欧阳爷一想 人家都过去了 我有一块踩不坏 我摘了 我小名现在叫保送 罗汉 再看欧阳春把大铲 往尖头上一扛 好好好 我也过去 他也按照样 走了八步 石头也全都开裂 然后又换了新的了 这换新的 小块的没了 换的大块的 后来价 没七寸差不多 方圆弄有一尺半 你想这么大的石头 要踩 贪何容易 正好遇上徐良的本 其实徐良这个身份 他是个小年轻的 不踩 谁也笑话不了 就在旁边转过去 不就得了吗 蒋亭也是这意思 其实话咱爷们 干脆别丢人了 脸皮一厚 在旁边转过去 就算了 但是徐良那是红两汉子 您别瞅得 平常灰蟹 嬉皮笑脸 遇上真格的 寸步不浪 徐良一想 我也试试 再看山西岸 脉步上了石头 浑身上下一叫立 这叫单天一立混元气 身子望下一尘 气灌于单腿 单腿又灌到脚掌子上头 耳中就听咔啪一声 头块石头 开了 再卖第二步 望下一尘气 咔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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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块石头 全开了 不当开 踩的这个半数 比别人还得多 你踩两半 我踩四半 等徐良到了月台上 那个出家的老道 倒吸了一口冷气 不良佛 我呀 我这下子可了不起啊 看他的硬工只在我以上 不在我以下 真是人不可冒相 海水不可斗梁 白眼没一针 高人也 他赞成了 都赞成了 到了蒋平这 四爷搬到地铺了 哎哎 我说放光流 倒不走 踩这吧 干嘛 来来来 跟我来 他们顺旁边转过去了 大伙复之一笑 也未加计较 其实出于那老道的本意啊 也不是跟蒋平这些人计较 誓言就是这几个 在月台上排排桌椅 小老道全撤下去 这阵气氛也和缓了 烧的水 漆的香茶 瓜果立桃点线摆上了 不知道的 好像殷勤宾客 大家谈笑风声 正中央这张桌上 就是那个老道 还有长得像蒋平那个人 以及北下欧阳春山西宴 徐良赤徐子 丁镇 南辖展兄辈 这些人坐在一个桌 小弟兄们 分坐其他的桌上 喝了两口水 丁镇得先说话 因为事从自己身上延起来的 就见他抱腕当凶 冲着老道一十里 仙长 但不知仙长尊姓大名 能否把贵姓赏下来 哈哈哈哈哈哈 老人家 贫道乃无名少姓之辈 说出来怕您笑话 其实啊 说不说名字 不关紧要 一会儿咱们再谈 晚宴拒绝 没透露自己的名姓 丁镇不好往下问了 话锋一转 丁镇又说 仙长 既然您不肯透露姓名 那我有一事不明 当面领教 旁边这位 因为什么拿我的兵刃呢 但不知老朽哪点做错了事情 得罪了二位 让二位挑离 这般对待与我 是何缘故 老道问听乐 丁老英雄 您哪别过意 您一点都没得罪我们 我们也没有恶意 实不相瞒 拿您的兵刃呢 是敢巧了 我这三弟啊 十分顽皮 您别看他胡子都白了 此人好动 不好境 没事就到大同府先溜达 偏感上您在院中练绝艺 他也是一时的高兴 把三间匕首月 接到手中 可当时想还给你们吧 又怕引起误会 他是左右为难 故此把兵刃拿到九合宫 跟我一说这件事 我把他痛责了一顿 我说你这不没事找事吗 有心叫他把兵刃送回去 赔礼认罪 他又有点不甘心 又怕你们不饶腾 后来我们哥俩一商量 干脆这么办 在官府谈这些事不方便 把你们重备请的九合宫来 但是我无名少兴之辈 我能请得动大伙吗 这才使用这么个办法 故意用激将法 把你们重备给激来的 果然重备上了当了 来到我九合宫 我呢利用这个机会 招待招待重备 解释解释这件事 我们大伙从今以后 谁也不要接仇 我代表我这个兄弟 向各位赔礼认罪 顺便把兵刃归于还您老人家 但不知众位肯原谅否 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 但这究竟他说的是真话 还是假话 谁也摸不清 这就叫人心隔肚皮 做事两不知啊 反正你这么说 我们就这么听呗 丁振点点头 好 既然老朽没有得罪之处 我现在还有公务在身 我请求县长 能把兵刃还给我 好 现在就还 扭回头 对他兄弟说话 他这兄弟 就像蒋平扎那模样似的 去 我们把兵刃拿出来 哎 这位转身进屋了 时间不大 把三件匕首月拿出来了 往桌上一放 老道用三个手指的往前一推 丁老英雄 物归原主 请您收下 往前一推 丁振呢 也没想别的 伸手就拿 哪知他这一伸手 这功夫 被这老道 砰 把手腕子给他抓住 老大脸上 还乐乐呵呵的 老人家 您也太不客气了 就这么简单 您就把兵刃拿走了 实在是有点欺人太甚 哎 他使上劲了 这叫英爪力啊 就是硬木头这一下子 抓撒坑 就是铁的 也就明亮了 何况是肉 他冷不定的一叫 一般人谁受得了 丁老英雄 一看 一看 给我来个字 使了个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迅雷不及掩耳 让我二次丢人 就这老道可够缺德的 说人话不卖人事 实在是可恶至极 老头单天一叫力 这胳膊粗了 呜 比原来粗了两倍 蹦硬蹦硬的 老道没掐动 丁震把单倍一抖 仙长 你说我欺人太甚 你这是干什么 啪 忘了这一水 老道一摘外 好像没躺下 这一下真好比冷水泼头 空气 唰又紧张上 长得像蒋平似的那位 蹦站起来 各位 方才我二哥只说了一半 我在监察把货说全了 今儿把各位请的没别的 一方面解释昨天晚上的误会 二一方面还兵人 还有一样 打算领教领教各位的武功 咱们可都是练武术的 见高人不能交备而失之 我跟我哥哥打算开个眼 跟各位学他几招 难得准备都赏脸来了 这兵人别看现在不给 等比完武之后 完备归照 这这这老道 把兵人又拿回来了 忘自个儿腰带着上衣衣 就见说话的这个主 飞身形跳到月台之下 周身上下紧沉利落 钉子不如望着一站 点手换钉阵 老爷子你过来吧 我知道你是塞北的高人 今天我要在你台前领教领教 钉阵的气就不打一处来 这哥俩一对没有好饼吧 看来是非打不行了 老英雄飘虚然就想过去 在旁边就气坏了山西大雁虚良 虚良一瞅 这不欺负人吗 我们公馆里的事情那么忙 哪有功夫在这跟你扯淡 哦 甭问 可能这个庙跟阎王寨有关系 也背不住他们受了飞剑仙 朱亮所拆 用这种软刀的扎人 故意把我们拖住 背不住 这也是肥窝子 干脆动手抓贼得了 徐良心这么想 嘴没这么说 你说人家是贼 你有什么证据 你是国家堂堂三品 带刀御前护卫 你说话得有把握 因此虚良话没这么讲 老心成神站起来 冲中为一抱拳 各位 既然人家踢出来了 要比武较量较量 我看我过去得了 投桑出没好戏 我先给垫点场子 徐良说完一转身 顺着月台下来 来到天津当院 到了那个人面前 一抱拳 老前辈 在下不拆 陪你走几趟 那个人把狗幽虎理了理 他嘴一撇 有点瞧不起的意思 徐三将军 哎呀 九文大名啊 你这人的脸 又打地底下 露在天顶上了 我听说 你一出事 大闹乌龙岗高级店 得金丝大魂宝刀 后来嘛 又在黄华镇全真馆 小武艺切败 你还闹过岳州 学见师门县 什么群雄巨破冲销楼 宝刀贺群寇 大战黑水湖 力胜双枪将五万丰 陆安山皮不玉 捉拿燕妃白菊花 大闹南阳府团成子 在擂台上 力匹神权太保 王兴祖 一举驰名天下 年轻人跟你呀 没法比呀 但是 咱话又说回来 你跟我比 恐怕还差点 不是老朽自夸其德 咱俩这经验 练武的年头 差的有点悬熟 年轻人 干脆你回去吧 你让丁振过来 或者让欧阳老侠客过来 我们这帮年纪 身手比较合适 你呢 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再练几年 然后再跟我动手 也不为吃完 哈哈 您听这位说话 有多狂 徐良受得了吗 老心白眼眉 本来是搭了的 他一着急穿了 眼眉立起来 脑筋都蹦起多高了 哈哈 老公家 你说话真不怕 风大删了你的舌头 你知道不知道这骇扫 卖多钱一斤 人老了不值钱 这无数的高地 不能拿年纪来定论 三西人不猜 大江大浪过了多少 今天我非动手不可 咱们俩刚打赌目 如果你把三西人给赢了 从我这儿讲 兵人不要了 兵老英雄不答应 有我负责 有徐良包裹 跟你们毫无关系 假如你不是我的对手 你怎么办 哎呀 娃娃 口气不小啊 好 你要把我赢了 兵人 如数交魂 这还不提 怎么办行不行 我要说别的有点过分 咱俩交个好朋友行不 你算我个兄弟 收你这么个不要脸的哥哥 怎么样 往后你去量 要用我之处上刀山下游锅 我说万死不测 行不行 啊好 一言为定 两人把这话就咬在一块 说完了各晃身行 各找部位 这个打仗啊 你得找适合的地方 两人刷拉一退 离着有三丈多远 就要见这个主 把两臂一晃 啪啪啪啪 晾了个大棚 双展翅 左手高 右手低 掌心朝前 手背朝后 身子望下一塌 这知识是相当优美 这玩意可不是为看 晾这个门户 晾可以攻 腿可以守 再看徐良 两臂一晃身心一摇 还 啪啪啪 也亮了个招数 亮的这个门户 叫童子拜佛 两人这一定像 不要紧 老少英雄在旁边看着 无不挑大指称赞 行家身身手便知有没有 两人这一定是 就看出有功夫来了 但是谁也没贸然动手 四只眼睛盯着一块 愣了半天 还没人动手 那个人呢 有点沉不住气了 哎 徐良 咱俩别相面了 你怎么不动手 三星人还有个毛病 跟别人打仗 下来不先动手 老爷子 你先敲吧 怎么 让我先打你 正是 好嘞 你真有容忍之量啊 佩服佩服 老朽可得罪了 就见他身子一晃 跟狸猫似那么快 落到徐良的面前 左手一晃老心的面门 正手一掌 叫单状掌 奔徐良的花盖穴 掌声挂着风 呜一声就到了 徐良早就住着夜 一看你掌来了 早不能躲 多早了 人家变招了 完了不行 完了打上了 得找好了 这个火 眼看那手指头 四沾到衣服上 四沾不上的时候 老心冷不定 胯不歇身 哎 一躲 呼一声 他这一掌走空 徐良把左手抬起来 立着望下一批 这叫立批花衫 也叫批掌 奔这老头手腕子来了 真要咔嚓一下 给砍上 手腕子折了 老心一掌 发招非常迅速 刷就到了 那个老头赶紧 抽招望后退 一转身 使了个凤凰 单展示 奔徐良 跛岗子 就是一巴掌 老心使了个 锁岗藏头 望下一低头 掌走空 徐良 抬左腿 奔老头的小腹 老头一转身 又躲开了 两个人插招换势 站到一起 这一打 真是针锋相对 再看徐良 二弟七腰 把鸭箱底的功夫 都拿出来了 使的是八卦 林团长 一招变八招 八八六十四路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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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 频频发动进攻 那个人一瞅 这徐良真不好谈论啊 不敢大意 也把鸭箱底的招 拿出来了 使的是 五祖点穴 全 全都是尽手的家伙 一来一往 打了个难解难分 把周围的人都给吸引住了 他这个九合宫啊 大老道 小老道 半子老道 一百多个 这就不干别的了 全从越了门洞 挤进来 靠墙 站了两六 当眼儿 但是看着 一个个心里都犯嘀咕 我这就是白眼梅 徐良 可不是他吗 这小的真厉害呀 我咱们三爷 能盯得入部 现在看不出来 不过没关系 三爷呢 那功夫多高 能赢不了个白眼梅吗 哎 大伙说什么的都有 他们呢 毕竟还差点 再看蒋平 狗腰胡都搭了呢 四爷的那块 舌头吐出多长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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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 替徐良害怕 哎呀 蒋平心说 老天保佑啊 小梁子 你可要盯住啊 你是我们公馆的大梁 你要趴下 公馆就塌了架了 往后凭阎王寨 肃清匪患 全职着你呢 但是蒋平又一回忆 徐良这孩子 从来没打过败仗 哎 想到这心里放下了 众人全在旁边瞪眼瞅瞅 两个人打到八十个回合 没分出输赢了 徐良一瞅 赢不了人家 这个老头难怪的说大话 果然长发惊奇 这无足点血圈都使绝了 自己一个不留神 就得趴下 徐良你想得了 把自己研究那个最好的招 我拿出来 那又说什么招 这是徐良自己研制的 叫拔步赶产 这功夫天下是蝎子拔步读一份 徐良打定主意之后 打算大胆一试 正在这时候 那个主上的一黄底下一腿 登徐良的阴面骨 徐良一看机会来了 脚尖点地用力往空中一蹲 蹦起来有一丈五六尺高 那一人啪的一脚就登空了 仰脸看徐良 他不为别的 怕徐良换招打他 就这么仰脸的功夫 徐良这身子从空中落起来的 这一招是来势迅猛啊 大罗神仙难以躲过 那主抬头一看 哎呦 我命休矣 山西宴徐良 大战一个世外的高人 两个人 达到到几十个回合 未分胜败 徐良迫不得已 把压箱底的招数拿出来了 这个招数叫拔步赶场 要说徐良是真聪明啊 这个功夫 是他自己研究出来的 利用行李八卦太极 峨眉武当少林 几家武术的精华 把他研究了这么一套拳术 可以说施展出来 百灵百雁 因为什么呢 因为别人不懂这套武术 这是蝎子把把独一份 是徐良独家生产的东西 再说徐良 使的是头一招 铁拐李 倒下天梯 右腿伸直 奔这位高人的头顶心 就踩下来 说时迟 那时快 真是迅雷不及掩耳 抓就到了 那个人是大吃了一惊啊 哎哟 这是什么招 急忙往右门一上步 把脑袋一摘呗 哎 把这一脚躲开了 但是徐良这一腿 真的夹的都有 你要躲不开 真的 你要躲开 这就是假招 他左腿啊 弹着你 好用左腿再踢你 方才这右腿就变成了问腿 问问你往哪躲 你一躲 他要蹬你 结果这位就上了当子 他一歪歪脑袋 徐良 把右腿收回 伸直左腿 奔此人的头顶心 又是一脚 咱们说呢 得说清楚了 实际上 那是特快 刻不容忍 咱们 咱们 把那位高人吓得是魂不附体 哎呦 再想躲 已经来不及了 但是那位也不简单 实在没有招了 他屁股往下一坠 使了个千金坠 啪 整个身子躺地上 徐良 这一脚才登空 别看徐良 这两脚没登上 他这身子就落下来 两腿一并 两只脚尖直奔此人的杜福点来 正好是顺势 刷就到了 这人一瞅 我爹妈没完了 后脚跟踩地 胳膊肘主地 望上一串 呲溜 就在地上躺着 串出去 二持一恩 徐良双脚落地 登空 您说有多大的劲 这脚落在月台上 这月台都是方砖扑的地 咔巴一声 点碎两块 方砖 这样踩的人肚子上受得了吗 别看他躲开了 徐良顺势 两腿一曲 两个磕一盖 往前一跪 哎 又奔这人肚子来了 这位一瞅 我的名 双脚跟用力 又往上一串 徐良 磕膝盖 点空 咔巴 又点碎 梁块放转 别看腿没用上 徐良的两个胖 利用双肘 又奔此人的杜甫点来 此人最后拼了最大的努力了 又往上一串 徐良胳膊肘点空 但是老心 但是老心俩俩胖 脸道 脸道而已 徐良两只手掐住他脖子 连劲都没使 然后一跌腰 撑 跳出圈外 冲这人一抱拳 阿罗强辩 三些人多有得罪 我真是罪该万死 清奇 清奇 这位一鼓了声 从地下站起来 再看那汗 前后心都湿透了 望那脸上一瞅 紫的好像那紫萝卜皮啊 脑筋蹦起多高了 这狼狈劲儿就甭皮了 这位心里说话 哎呀 怪不得都说 长江水后浪 催前浪 尘世上一辈新人换旧人 你要不服人这不行啊 就拿徐良来说 二十挂灵的年纪 竟有如此精湛的武艺 我是做梦也没想到 这回输的心服 口服 老者把头上的汗擦了擦 不住的晃脑袋 徐三将军 我服了你了 老朽干拜下风 说着话 低了着脑袋 到了月台上 拉把椅子往上一坐 一语皆无 方才那个精神劲儿 这一下全没了 两旁的英雄 无不惊叹 再说酒喝宫的灌主 这个红脸的老道 一看兄弟大败而归 真是又羞又恼 又欺又恨 老道站起来 把外边长大的道夫款掉 扶尘交给小老道 摘掉无佛棍 换了短巾小打扮 吹 飞身跳上月台 干什么 要给他兄弟找找脸 这玩意多丢人呢 再看老道 打问讯送法号 吴良天尊 徐三将军 你的武艺太高了 但不知 你方才使用的是 哪路全数 真是贫道不明啊 三将军 您在上上脸怎么样 来来来 贫道 我领教领教 老道那意思 把徐良叫过来 摔徐良一个跟头 给兄弟挽回脸面 徐良一看 老道指名点性 叫自己 能不去吗 但是此刻 徐良也累得够呛 呼呼之喘 粗气 刚才打圣 那不是轻挤欲得的 那也攒足了 平生的力量 但是徐良是 红两汉子 不能叫人 叫号 给叫住 徐良刚要下场 欧阳春过来 梁子 你累了 喝点水 歇一会儿 来 我替你应战 欧阳春 迈步 来到月台 双掌 何时 罗 弥陀佛 仙长 徐三将军 累了 老僧 替他脚量 不知仙长 印下 如何 老道一看是 欧阳春 心中暗响 这大子胖子 最不好对付 我只说 给徐良摔个跟头 给我兄弟出出气 没想到他来了 这人是极难对付 我听说 欧阳春的父亲 他叔叔 都是少林正宗 了不起的武术将 他父亲 就是扭转 千坤 木兰 师方 欧阳 忠会 他叔叔 人诵 绰号 铜金刚 铁罗汉 魔城 大力佛 叫 欧阳 普中 是少林 八大名僧之首 欧阳春 本人 也挺了不起 二十一岁 成名为北下 创荡江湖 名扬天下 五十三岁 落伐 威僧 如今 他这脸也露足了 我跟此人动手 可要多加谨慎 不然 我们哥俩 都得栽得住 你看这老道 还什么都知道 想到这 满面 陪笑 无良佛 欧阳老罗汉 既然宁肯赏脸 贫道 求之不得 望老罗汉 手下 超声 咱们 贬道 为之 那是自然 我愿在 先掌台前 学个 三招 五式 请 请 串 两个人 一转身 这一僧一道 就亮 开了门户 你看说起来 可客气了 满脸都是笑 要伸生手 谁也不能留情 这就叫当场不让步 哪个也不能留客气 就见这个老道 刚把门户亮好 连个请字也没说 往前一塌摇海 使了个天女散花 这一掌 奔欧阳春的面门 欧阳也急忙 伸左背 接他的掌 探右手 右手像菩萨一样 使了个单掌开杯 直扣老道的牵心 老道 往后一塌腰 使了个吐气 吸胸法 掌 跳出圈外 紧跟着低疗一转身 二人就站在一处 学良讲评 小弟兄们在旁边看着 没有一个不挑大指的 赞成谁 赞成他们两位 先说欧阳春 你别看着个大胖子 上上腰要三百多斤 笨得简直像狗熊一样 可打起仗来 比旋风还快 发招动势 抬腿伸手 都有独到之处 功夫达到炉火存情的地步 还得说 江是老的辣 你看徐良 练得挺花手 但是论村功夫 还是不如北侠呀 人家那基础够多深呢 而且使用的是少林正宗的功夫 少林功讲的是 身手四把笼 全手如钻饼 站如钉 走如风 全似流行 眼如电 身似蛇行 腿如钻 猫村 狗闪 吐滚 樱翻 莽翻身 龙探找 猴上树 湖登山 真是神龙 见首 不见尾 每一掌发出去 都立由千斤 打山山开 打地毕裂 打的人身上 立刻就得毕裂 可再看那老道 不含糊 这个老道非常自然 跟北侠站在一处 一点都不恐惧啊 这个吻劲就崩提了 吻说明说什么 说明人心里有根 没跟的话 胳膊腿不听实惠 心忙一乱 那招数就散了 老道则不然 吻如泰山一般 滴零溜身形乱转 两队摇开 使的是三十六路连滑掌 因此跟北侠打了个四军力的一部分上下 眨眼之间八十个回合 还没分数样呢 就像欧阳春 屠脑门子上 也发潮了 那老道 鼻挖并脚 也见了汗了 看这意思 不分出上下来 两个人绝不能罢手 可打来打去快了 老道使了个双风贯耳 打欧阳春的耳门 这要给打上 欧阳爷性命就没了 欧阳春使了个大棚双展翅 两臂望上一分 哎 四只手正好咬在一块 他们这一抓在一起 现在就要分输赢啊 欧阳春抓住老道的两只手 舌尖一顶上牙堂 运用单天的气力往怀中去拽 这招名叫顺手牵羊啊 你给我过来 老道一过去就得算栽 可这老道 个儿也不小 劲儿也挺足啊 他们牙关一咬 运用达摩老祖一金金的本领 屁和望后一坠 哎 他没过去 不但这样 他扣住欧阳春的腕子 往自己怀里他一顿 你过来吧 也没拽动 欧阳春也使劲 他也使劲儿两个人的身子在月台上是滴溜溜来回之转 再看他们脚下的砖 全都灯碎了 可见这力量使到什么程度 徐良仔细一看 更乐子了 再看老道那双鞋 鞋帮跟鞋底分家了 光剩下俩帮在脚脖子上套着 再看欧阳春 松鞋也开了战了 这正名脚底使了十足的力量 这怎么办 徐良跟蒋平一上一 快点过去结尾 二虎相争 必有一伤 再这么僵持下去 非得有一个出危险的不可 但是谁能过去去呢 哪一个能拉得开呢 大家正在为难这会儿 就见九合宫大殿上头 来个人 这个人呢 看了半天了 一手下边要出危险 这个主 双腿一条 从大殿上是飘落在月台 第一人要望里头一钻 来到两人的中间 再看此人把两只手就伸出来了 使了个海底捞月 望上一架 二位 你们还不撒手 啪 就这一下不要紧 把两个人的手全给震开了 欧阳春这身子 倒退了一丈多远 老道也退出一丈多远 两个人好像没摔倒 弥陀佛 无良天尊 什么人 谁 这院里就一阵大乱 等定睛一看 跳下来这人啊 个儿并不高 也就在六尺半左右 大秃脑 但是他可不是和尚 就是年岁太大 头发都脱没了 光上后脑勺 还有那么一百多根 把这头发拢在一块 拿块红头上 记了个小嘎嘎叫 此人是炎然漂白 两只肉包子眼睛 大筐鼻子 一字嘴 别看那么大的岁数 满嘴的银牙是闪光放亮 身上穿着又黄 又旧又脏 衣领袍子 腰里记着根绳子 下面登着开口的洒鞋 别看此人年过骨心 在前面一站 真好像掉了牙的猛虎 去了脚的苍龙 真是精神百味啊 欧阳春一看 不认识 就算刚才他解围这招 这位的功夫可太高了 三峡五义的人也不认识 但是那个老道 还有跟徐良动手的那个高人 一看这老头 当时就有点麻爪 哥俩赶紧过来 双双跪倒 大哥 您回来了 管这老头叫大哥 就见这个老者气得是浑身厉道啊 用手指着老道的鼻子 指了指向蒋平那位 混账东西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 欲凶临行之时 怎样嘱咐你等 好好看守酒和宫 不准给我惹事生非 你们俩满口应成啊 结果你们是口是心非 背着我无端惹事 方才这是怎么回事 哎 说 那个老道啊 汗也下来了 哥哥 哥哥荣禀 这不怪我们 不怪你们 怪谁 怪北下欧阳春 怪山西艳徐良 怪开封府的差馆 这不 我话也不是那个意思 也不怪他们 哎呀 都不怪这事怎么延起来的 你不要跟我狡辩了 于兄回来多时了 你们说的话 做的是 我看得一清二楚 如果老三不上公馆 把人家兵人偷盗出来 人家能找到酒和宫来吗 如果你们不跑的那卖贵 不显能为 能把人家激怒吗 人生一世 切记 事就是事 非就是非 不要强词多理 你们俩 你们俩别讲了 我非打死你们不可 你看 这老头说话真讲理啊 让开封府的众人一听 无不点头称赞 可这老头 谁呢 他 这么大的威力 看老头说来说去 活望上状 把掌举起来 我留着你们两个人 有什么用啊 我打死你们就得了 这掌望空中一举 在这面前跪着这二位 连动都没敢动 把头一低 等着兽刑 徐良大伙一看 能让他打吗 那家伙就收呗 人家教育自己的人 我们在旁边看热闹 连句人情话都不会说 那简直没吃过人饭 欧阳春 徐良 蒋评众人 蹭蹭蹭 全过起来 再看徐良一伸手 把这老者的胳膊给抱住 欧阳爷 来到前面 把老者也给拦住 把那两位给挡住了 欧阳春呢 这托可够大的 就在中间这么一横 跟影臂强似的 把那二位折了个 严严实实 老者再想打 打不着了 江平多能说呀 抱拳当凶 老人家 老人家 刘青啊 老爷子 您刚才说的太客气了 世间的事都是单巴掌 排不响 事从两来 莫怪一方 也不能光怪这二位 我们也有我们的不是 为人处事 也有不当之处 老英雄 看在我等的份上 您就饶了他们二位吧 我这想要理了 和江平说着 一个劲的座椅 这人呢 都是怕劝 这老者在空中啊 举着这只手 一看没有办法 这才把手落下 哎 各位啊 要不看在众人求情的份上 我是岂能饶恕他们 起来 还不谢过几位高人 这老道 和那个小挫子站起来 把脸上的汗擦擦 来到各位英雄的面前 攻身失礼 哎呀 多谢各位求情 我们真是感恩不尽 我们错了 我们错了 比小孩都听话 有时候大人说话 这小孩不听 还得翻了翻了眼睛 歪歪脖子呢 这二位不敢 叫怎么地就得怎么地 你说挺大人都这般岁数了 让徐良大伙心里很过意不去 也承认自己不对 就这时候 这个老者说话 来呀 排白桌椅 请各位央雄归座 账不打了 大伙到了月台 还按照原来的座次全都做好 小老道 赶紧更换茶水 端点下 忙个不宜乐呵 那个老道 和那小个儿 垂手 站在这位老者的身后 把头一低 一句话不敢说 欧阳春这才说呀 阿弥陀佛 老人家 咱们相见恨晚 不知老人家贵姓高明 你能不能把名姓赏下来 哈哈哈哈 欧阳老罗汉 我跟你没法比呀 你是当时的名人 在座的都是了不起的人物 我是山村一个野老头子 无名少姓之辈 不 您太客气了 您把名姓赏下来 咱们往后相处 也好方便 老者温庭点了点头 好 既然如此 各位听了 他才要暴通 民性 欧阳春和徐良 再三问这老者的姓姓 老头一看没办法了 这才暴通 民性 这老头是谁呀 绰号人称 展翅腾空 被摩天 姓季 叫季华城 九和宫的灌主 这个出家的道人 是他亲兄弟 人 人送绰号 一朵红云 飞连道人 名叫季华文 长得好像蒋平似的那位 人送绰号 神手大圣 夜度灵光 名字叫季谦 自叫永泰 他们是一个娘生的 亲哥萨 五十年前 在塞北就称名了 号称塞北的三绝 年轻人都不知道 像欧阳春 可知道 欧阳爷听人家报完了名 聊衣服就跪下了 阿弥陀佛 闹了半天是三位老前辈 贫僧不知 死罪 死罪 为什么要这样 欧阳春论倍数 比人家挫着一辈 人家的身份 都跟他父亲 跟他叔叔同辈 季华城用手相缠 老侠客 我可吃罪不起 别这么论 肩膀头 其微弟兄 江湖大乱道 咱都是平辈 你要一长者相撑 咱就歪了 欧阳春 站起身来 把蒋平 徐良 众人叫过来 重新做了指引 大家哈哈大笑 大水冲了龙王庙 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 而后重新归座 这季华城 就问老三跟老二 究竟这事是怎么回事 是的 现在无话不谈了 一朵红云 非联道人 计划文 说话 大哥 各位 哎 怪就怪我们哥俩 因我大哥呀 出门 房友去了 不在家 临行之时 嘱咐我们哥俩 千万别惹事 就这样 踏了人家走了 家里的事情呢 由我们哥俩负责 和我们无故 能惹事吗 也不愿意 大家都知道 前者 咱们塞北混乱 择扣猖狂 大同府一带 闹的是乌烟瘴气 我们哥俩没事 就生这干气 认为大宋朝软弱无能 使用的这些官 都是酒囊饭袋 边境这么混乱 如何是好呢 但是作为老百姓 咱有什么办法呀 后来听说 皇上派了个奉旨的钦差 盐查散 率领开封府的官人 查办大同府 要肃清匪患 哎呀 后来我们也打听啊 还大有成效 这两个多月来 匪患虽然没有彻底根除 但是比原来庆强万倍 社会秩序井然 老百姓得以生活 万民昌宋 连我们哥俩都非常高兴 无形中对开封府的人格外的敬仰 这不是你们都是开封的人吗 咱们有话咱就说 在敬仰之外 我们哥俩呢 还有点不服气 就是在这无数方面 我们打算领教领教 但是这个领教它没有借口啊 后来啊 我们哥俩就上 最好找个茶 我呢 主是酒喝宫 不能外出 这事就交给我三弟了 所以祭迁 三天两头上大同府去 哎 后来机会来了 这不是丁老人家也在做吗 丁老人家晚上没事 在公馆练义 练他的三千匕首月 我兄弟利用这机会 把宝月给偷出来了 偷完了之后 把你们众位 引到酒喝宫 咱们这才当场比试 这就是以往的冤严 其实咱们一无仇 二无恨 说来啊 全怪贫道 跟我兄弟不对 万望各位原谅 大伙听完都乐了 心说老小孩 小小孩 你说这个主意 出的够多缺德啊 你弄得大伙一场虚惊 好学没出人命 要不是展翅腾空 被摸天 计划成回来的快当 非出事不可 所以计划成听完了 又气又恨 用眼睛狠狠 瞪着瞪 老二跟老三 讲评 赶紧解释 各位啊 这事不奇怪 有道是不打不相识啊 二位老人家出这主意呢 也不算过分 你看看 现在咱不都成了朋友了吗 但是有一样 我可有一事相求 不知道老三位 能不能赏我的脸 计划成就问 四老爷 有话你只管吩咐 只要我们能办到的 一定尽力而为 直到我们赔礼认罪了 别别别别 别那么说 朋友之间相帮嘛 老人家 老人家有这么个事 贤者 有个贼头叫飞剑仙 朱亮 还有个贼叫三世 陈团 陈东波 搅闹 大同府 砸老反育 救走金标侠和两名鱼党 临行之时 打了五毒梅花针 好权没把我们大人 置于死地 幸亏赤须子丁镇 丁老剑客出头 起死灰生 这才把我们大人救活了 可是到现在 阎王寨的择扣 仍然十分猖獗 我们 大孙最近就兵发阎王寨 一股荡瓶匪患 可是心有力不足啊 兵是不少 将不多 光靠我们开封府这点人 显着人担事故 我的意思呢 恳请三位帮帮忙 不知老三位可一万亿否 蒋平这人横草不过 当时提出要求了 这三个人问平 连笨都没打 三爷夜赌灵光 祭迁 站起来 四老爷 您别往下说 其实您呢 把我心里的话说出来了 不就是帮忙 消灭这些贼吗 我是一百个赞成 过去咱不认识 我也没理由提这个要求 既然您提出来了 我们哥仨是尽全力帮忙 说句不好听的话 宁愿死在阎王寨也在所不惜 二哥 大哥 你们说呢 这两位也是频频点头啊 四老爷 咱们一言为定 你说 叫我们哥仨干什么都行 哎哟哎哟 我是万分感谢 有你们三位帮忙 再有丁老建客 再有我老哥哥北侠在此 何愁匪患不除啊 太好了太好了 要那么的几位 我们还得赶回公馆 你们三位什么时候能到大同 能把这话先给我赏下来 哎 四老爷这么办吧 您先行一步 容我们把家里的事情料理料理 随后就赶奔公馆 一言为定 我等三天啊 咱们不见不散 事说完了 北侠徐良 蒋平 丁镇 老少英雄告辞 既是三绝 一直把他们送出山下 大伙子才分手 不表这哥仨回去料理后事 单表蒋平众人 顺着原路回到大同 哎呀 一进公馆啊 南侠 雍中赫魏珍 赫妖胡志华都急坏了 刚要发兵去看看怎么回事 一说蒋平他们回来了 再看众人 脸上的表情 似乎有喜事 这才放了心 等到了厅房大家落座 蒋平就把酒和宫的事情讲述一遍 众人问听又惊又喜呀 徐良就问 大人的身体怎么样 哎呀 告诉你们个喜事 大人的身体好多了 饭量也增加了 今天早晨还围着地转了一圈 哎呦 大伙挺高兴 先到盐的人的房中向大人问安 一瞅真的 果然精神多了 大伙是喜出望外 盐的人问了问外边的情况 大伙一想 他是个病人 不能在这逃咬 还应当让他好好静养 所以坐了一会儿 大伙出来到前厅 就这样 一日两两日三 到三天头上 济世三绝 果然来了 美人拎着个包 门上人道里头一通报 蒋平徐良列队应接 把这三位接进公馆 蒋平分复 设盛宴困呆 这可谓是英雄大会 就在大厅拍摆桌椅 罗列背盘 大伙划拳行李 痛痛快快吃他一场 这个九夕宴前 一边吃着 一边探讨 怎么样破阎王寨的事 无形中这话题 就落到飞剑仙 朱亮 三世臣团 臣东坡的身上 济华城先说 四老爷 各位 我不是掌敌人的威风 灭咱们自己人的锐气 这个朱亮可不好对付 别看此人 年过古兴 威风不见当年 掌中一条五金的拐杂 打遍天下没有对手 另外 为什么此人叫飞剑仙 打暗器 站着一绝 他有十二只飞剑 百发百动 但是他轻易不使用 要使用出来 谁也抵挡不住 再说呢 陈东坡 一块金旗盘 三十二颗金旗子 外达五都梅花针 这小的更难缠 要打阎王寨 不把他们两个人给搬倒了 贪何容易 就是说在座咱们这些位 就要拉出一个 能把他们俩给打倒的 我看还没有啊 最好能请几位高人 有绝对把握的 这样我们到阎王寨 心里就有了底了 计划成不说玄话 说的都是真的 而且在座的都是自己人 大伙听完了 莫不作声 心说上哪儿请这高人去 请谁啊 当然高人有的是 俄眉派的 少林派的 武当派的 昆仑派的 莲华派的 无宗十三门的门长 但是一样 远水不解净渴呀 你知道人家在不在家呀 即使在家的话 肯不肯出头帮忙 这都是问号 所以计划成这一题呢 大伙低头不语 正在这么个时候 门上的人跑进来 爆 爆须三将军 四老爷 阎王寨派人下书 阎王寨派的人了 下书之人是谁 他报了名了 他说他叫细伯大头鬼 方淑安 要求见须三将军 徐良一听好像没乐了 心说我这干儿子来了 和这小子一来 大概能透露点秘密 徐良赶紧点了点头 让他进来 让下书之人进来 酒宴撤下 众人归座 时间不大 就见两个当兵的 把方淑安陪同上来 方淑安迈步这一进大厅 大厅里的众人 汪一声全乐了 一瞅 怎么这边这么难看 身高一丈左右 脖子细的像擀面杖 脑袋大的像窝窝 就像一阵风 就能把脑袋给刮掉 此人饼子脸 斗鸡眉 母狗眼 蛤蟆嘴 本来就够难看见了 结果还没鼻子 这鼻子没了 就剩个小黑窟窿 谁瞅着谁得发笑 挺大个脑袋 戴个小帽子 怕他戴不住 拿根袋系着 背后背着 一尺多长的小片刀 穿的不错 穿着剪袖袍 腰里沙着袋子 外边披着英雄场 还跨着个白宝囊 望里的衣脉布 脑瓜直颤 方树安到了上子 小眼睛一转 一眼先瞅着徐梁的 再看戏不大头鬼 登登登登 紧跑几步 到徐梁面前 聊一副跪下 恭恭敬敬 磕了仨头 磕完了 白磕上 老爹爹 一向可好 孩儿没有问安 真罪该万死 祝爹爹 浮入东海 寿彼山山 万罪万罪 万万罪 哇 大伙都乐了 心说这叫什么词啊 连万罪都上来了 他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徐梁也憋不住了 我这嘴也乐开了 放手呢 行了行了行了 这个废话少说 你从哪里来 回爹爹的话 寒儿从阎王寨来 你不在阎王寨 到这里有什么事情 哎呀 爹爹哟 表面上我是奉了天的王黄伦所拆 给您下书来了 您先看看这个再说 方书安说完了 在怀里一伸手 拽出一封书信 牛皮纸的大信封 上的火漆 封着 徐梁接过来 没敢看 得交给蒋平 你别看 蒋平 没有徐梁 过二大 但是 那是开封府的当家人 带队的头领 四爷拿过来 把封头撕下去 拽出信上 展开关桥 不看则可 看完了气的 狗游湖 绝气多高了 转回山来 交给徐梁 徐梁看完 传给北侠 云中贺卫珍 东方侠 贺瑶湖 智华 南侠 展雄飞 然后在座的人 大伙轮流 看了一遍 那要说 信上写的什么呢 大致的意思 是这样写的 书奉 翻江书 蒋平 山西宴 徐梁 请差 现在 宋军兵发 大通府 与我们阎王寨 对来交锋 跟老百姓 带来不少涂炭 我们阎王寨的人 叫这于心不忍 后来 经过再三商讨 制定了一个 迅速解决的办法 决定 九月初一 在阎王寨 设摆英雄盛会 恳请 开封的官人 届师参加 在会上 我们要实阵 读书 假如 开封府能够取胜 我们愿意 倒戈 投降 服输 认罪 任凭你等 杀寡 存留 倘若 你们不是 阎王寨的对手 就希望你们 迅速撤兵 把大通府 交给阎王寨 接管 下边还写着 你们要是英雄 要是好汉 你们就来 要是狗雄 这封信 就自荡白写 迅速回答 落款式 天德王 黄伦 飞剑仙 朱亮 三世 陈团 陈东波 这三个人 确都得上卡针 哎呀 大伙真没想到啊 这哪是信呢 这是挑战书 这是 九月初一 让我们上阎王寨 十阵赌书营 哎 这主意谁出的 徐良 眼珠拽一拽啊 就问方苏安 方苏安 这封信是谁写的 嗯 那个老忙八蛋 流量写的 你可知道 为什么 他们要设备 英雄会 实证赌书营 哎呀 我的弟 您的人家那么聪明 您怎么还问 这帮小子 一个人凑的都没有啊 吃人饭 不拉人屎 说人话 他们不干人事 我这回为什么来下书 我讨这个差事 目的就是向您来泄露机密 爹 各位 我奉劝大伙 千万别答应 别付这个会 去了没明的好处 蒋平一听 方苏安 听说你是小梁子的干儿子 这是真的是假的 你真的 这真还有闹着玩的 他真是我爹 我是他儿子 他不是干的 是亲的 大伙一听又逗乐了 爱护 捂着嘴问他 方苏安 你知道我三哥多大岁数 二十八 你呢 我四十九 大伙一听有四十九的干儿子 这位真是活宝 你别看这样 方苏安表情挺严肃 十分认真 徐良一白手 不让大伙逗他 得问正事 方苏安 你就把你知道的机密 当众讲一讲 这屋有外人没有 有没有吃里扒外的 他把我说完了 这乡线跑到阎王寨 等我回去 我这脑袋可搬家了 方苏安 你放心 在这里说话绝窗不出去 都是自己人 那好了 那别我可就说了啊 自从那陈东伯和朱亮 把林玉救回去之后 天天晚上啊 他们开会 当然了 我身份低 不能让我参加 但是我有个没皮没脸的劲 有时候假装进屋 找点这 找点那 推门 我就进 晚上也能听个一耳头 两耳的 他们呢 感觉到你们 特厉害 想要得大同 也得不了了 就想把你们 骗进阎王寨 来个阴王打进 说石镇 读书 呀 您知这石镇 都是什么呢 哎 都是请的 室外的高人 都是定的 毒计呀 遗憾的是 什么内容 我没探听出来 最近 我就发现 山上的人 蒙僧啊 买了不少 都是谁 都是谁啊 您听我说上 三教堂的 您知道不 华山万里 白树林 三教堂 来了三个堂主 大堂主叫 什么 藩长 镇西天 方天望 二堂主叫 铁长 劈雷子 詹明奇 三堂主 是个和尚 叫 尖丹日月 邪昆仑 陈仓和尚 来呢 我 你妈妈 早听说的 这是 无数的尖子 跑到阎王寨 这儿来 来帮兄 来了 第二 就是我们 八宝 别云风 青松 狼牙剑来的 我那磕头的大哥 半赤风 王脸 王金龙 我二哥 电光侠 火玉贵 领着八蒙 七标 十六元 上将 也来了 还有万丈 金陶岛的 七星岛的 昆仑山 沃佛寺的 我的马 来了 能有八九百 现在 那招降馆里 他都住满了 黑天白天 吃吃喝喝 凡是来的这些人 都跟朱亮 日涅 常谈 这才定下 这十阵 读书 打算把你们请去 叫料 叫料 你们 我爹 可别去啊 去已经完 最好 您回封信 我给带回去 您骂他们一顿 在这信上 画个 大个的王子 说放他 娘的狗 臭屁 就得了 你说这主意 不跟小孩一样 徐梁听完 坐在心里 又说了 嗯 原来是这个样子 哈哈哈哈 发宿啊 你放心 我妈还追去不可 人家别人 你怎么跟我一样 这么僵呢 听人劝吃饱饭 你要去 那可凶多吉少 徐梁一笑 好了好了 关于内部的事情 你就不必追问了 吃饭没 你别 我起大早来的 什么我都没吃 好了 爱护 把方主安带下去 好好款待 让他在下面后信 是 方主安 来来来来 叔叔 您是想一事吗 是我 那您是我亲叔叔 往后请叔叔 多加关照 爱护 乐着把方主 男领卸起来 下那款待他 咱且不说 徐梁命人 把门关上 趁着老少英雄 全在 大家商讨对策 结果甭商量 大伙是一口同音 要利用九月初一的英雄会 一股荡平 阳王寨 开封服务老少英雄 已经来的这些客人 一口同声 愿意九月初一附会 利用石阵 堵书营 把阎王寨消灭 大家是士气十足啊 蒋平跟徐梁一商议 既然这样 这个事就定下了 先到内宅 请示了阎的人 阎的人呢 向来是服从蒋平跟徐梁的 一听他们二位说的有理 当时赵准 蒋平跟徐梁到了前五 由蒋平之笔 给天德王黄伦 飞剑仙珠亮 写了封回信 这个信呢 很简单 上的旧说 九月初一 准时赴会 绝不食言 把大印用上 一切手续办完 徐梁让把方叔案带上来 这会儿方叔案都吃饱了 正在下边后信 一听徐梁叫他 方叔案把嘴擦了擦 晃着大脑袋 来在大厅 参见别别 方叔案 吃饱了没 九足饭饱 我是吃的 勾满 豪平啊 方叔案 方才我们商议了一下 九月初一 指定赴会 这是这封信 你拿回去 交给那些则扣 让他们等着 咱们不降不散 您真要去 一定要去 好吧 既然爹爹做主 孩儿不便多说了 总而言之 言而总之 凡是我要说的话呀 我也都端出来了 您可千万留神的 去可以 多带点能人 现在离这九月初一 还有一个半月 你们请人呢 还来得及 爹爹 千万不可大意 方叔案 你不必再多说了 我早有准备 好了 要那样 还有人就告辞了 说这话 方叔案把信接过去 揣到怀里头 讲平命令账房 给方叔案 五十两银子 和方叔案 接过银子 跪倒在地 谢谢爷爷的奖赏 他这辈儿拍的 还挺清楚 你别让他长得难看 这玩意还有点人缘 讲平就说 我说方叔案啊 听徐良跟我说 你虽然食神于贼 但是 也替我们干了不少好事 这次你回去 千万要探听他们的机密 如果有什么好消息 随时报知我们 将来对你是有好处的 爷爷呀 我早跟我爹说了 我当贼当得够够的 我打算把贼皮脱了 重做新人 可是知音 我多少年当贼了 寒毛孔里都冒贼气 我怕瞻乌了开封堡 因此我也打算立点功劳 将来搅着拨的铃了 我把贼皮一脱 我就感谢归正 到那时候 还望爷爷 叔叔 爹 大爷 赏我碗饭吃 说完了众人一笑 徐良亲自把他送出公馆 临行之时 又嘱咐方树安 多加留神 有什么好消息 好 告诉我们 好了 爹您放心 孩儿早也 就这样 就这样方树安回了阎王寨 他走了 大伙又开了个碰头会 从时间计算 一点都不加 还有一个半月 这一个半月 可以做充足的准备 经商讨之后 蒋平连夜 把几个师爷找来 四个师爷准备文房四宝 发情贴 要聘请天下的英雄 你是九月初一来不了 哪怕初三来也行 凡是想到的人 都写了信 这信上都邀请的谁呢 头一方信 吓得河南登峰岗 嵩山少林总院 聘请扭转千坤 木兰十方 欧阳中会 铜金刚铁罗汉 摸成大力佛 欧阳扑中 请这二位出头做任 这是少林拔的名僧之手啊 这二位一来 大伙心可就有点了 欧阳春怕父亲跟叔叔不来 另外单独背了一封信 用自己的口气 扶到请天里面 派专人骑快马赶奔少林 这下书人走了 二封信 他们给华山修罗刹 臣团老建客写的信 说这个臣团 就是想当初跟宋太祖赵狂印 在一块下棋的那位 不是说赵狂印输了吗 一盘棋丢了华山吗 就是那位臣团老祖 当然了 在说臣团的时候 有不少神怪的色彩 那是大伙的传说 实质上 臣团那乃是武林高手 多年修行的老碧球 跟欧阳春为真最好 因此 第二封信 请他出头 如果臣团肯于露庙 他就能抵住 三教堂的三个堂主 第三封信 下到四川哪梅山 八宝云霄怪 聘请白云剑客夏侯仁 夏侯仁呢 一共师兄弟五个 他有个师弟 叫寒江孤燕上云凤 还有个师弟 叫一字哪梅马凤孤 别看他们两个人都是女的 那真是决意在身 威震天下 同时夏侯仁 还有一个最好的师弟 叫白衣神童小剑魔 如果小剑魔能够参加 那是首到并出 派人七块马送走 第四封信 下到金峰岛 聘请长发道人雪珠连 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渊英 让这些人参加 另外 给东西南北四路标头 给各门各户的门长 凡是认识的都送去了请帖 至于人家这些人能不能参加 那是另外的事情 想凭算计过 下出去请帖七百多份 哪怕有三分之一的人来 那也就不含糊了 光忙于请帖的事 他们就忙了几天 等把人都打发走了 大伙这心才踏实了一些 咱们简短解说 一个月过去了 到了八月中旬 诶 客人陆续来了 头一波来个和尚 是杭州三教寺的 升铁佛刘万通 他来的最快 刘万通跟欧阳春交情莫逆 众人问听列队相应 把升铁佛接进来 有的知道他 有的不认识 一瞅这绰号跟他这人太相似了 此人平顶身高 一丈一尺挂铃 比欧阳春还高这一块 大脑袋 大块头 上秤夭夭也得三百五十斤 肚子一样抽了号 面子塞宾州铁 长着一身嘎的肉 就因为他练硬弓练的 突脑的上有三个白圈 这练的是金钟照铁布膳 又一声气功 刀砍一个白叶 枪扎一个白点 故此人送绰号 生铁佛 不是肉的 拿铁柱的 刘万通膳食一条方便连环产 想当年跟欧阳春并肩在一起 除暴安良 这回接着请帖 刘万通是马不停蹄 带了四个徒弟 赶到大通公馆 众人一见高兴就不得了 赶紧在内宅 收拾个院落 让刘万通坐下 当晚设酒款待 这刘万通还是个花和尚 还不吃醋 大口肉 大口酒 什么好吃 吃什么 其实在武林之中 这种事屡见不鲜 谁也不感觉到奇怪 第二天 又来了一拨客人 是东京汴梁开封府永胜标局的总标头 叫赛淑宝的秦熙 赶到了 秦熙带着拔的标头 十六名弟子 他有一个最出名的徒弟 叫神枪无敌小罗成 此人叫罗文 哎呦 这一条枪才厉害 打遍天下 没遇上过对手 这条枪都使神了 秦熙把他也带来了 这一来就好几十位啊 徐良率领众人 把赛淑宝秦老侠客接进去 设宴龙共款待 等于提阎王盖附会的事 这标局的人一个个是摩拳擦掌 把胸脯一拔 啪啪拍的山响 放心吧 我们包下了 什么他妈飞剑仙 什么金标侠 都是攒鸡毛凑胆的乌合之中 咱们一去手道并出 何况 鞋不能勤着 没有可怕的 我们永胜标局包下来 当然这话说的有点过分 可是呢 也表达了这帮人的热心 转过天来 哎呦 这客人 左一拨 右一拨 来的可不少 使大家最高兴的 是欧阳春这些磕头的把兄弟 辽东六老 几乎全来 其中谁呀 铁面金刚杀龙 杀老侠客 大刀镇陕陕西 严正方 严老侠客 翻江海马上军义 浪里 拨挑十万亏 都来了 上军义十万亏 还把两个女儿 上玉莲十六花 全都带来了 这还上来女客呢 蒋平吩咐 另拨出宅院来招待女人 其中 还有娃娃骨婆婆店来的 九头狮子干抱的老伴 干妈妈也亲自来了 这老太太 腰里头是一对铁旺腿 那个狠劲就甭提了 但是老太太还不拘小节 见着谁还爱闹着玩 她这一来给大伙带来兴趣啊 老太太到了里面是又说又笑 又喊又叫 招惹的大伙是哄堂大笑啊 殊不可重续 老太太 光客人就来了将近二百多名 这时候光阴四箭日月如梭 就到了八月末 蒋平徐良和众人一商议 从大同府到阎王寨 二百里挂临 要说九月初一起身 来不及 起码得八月二十七就得动身 所以在二十六这一天 阎大人并费也好 阎大人并贴好了 亲自会见来的各位朋友 当阎秦柴在众人面前一露面 大伙是掌声如雷啊 再看阎的人 受得够呛啊 阎窝深陷 小脸煞白 尽管如此 也掩饰不住 他的英俊面孔 现在阎茶散留着三柳黑壶 显着比当初身世多了 满身关一 跟大家会见 传些话句 盛宴款待 阎的人要请客 大厅内外前院后院 人全坐满了 等大伙都坐好了 韭菜齐了 阎茶散端碑在手 各位 下官阎茶散 代表当今天子 向老少英雄致意 此番赶奔阎王寨附会 不雅于爬刀山下游锅呀 都有生命的危险 但是 盟众为台爱 一个个不远千里而来助阵 下官是感恩 不尽 凡事在做的 我全要标明立策 奏明当今天子 预遇一奖赏 如果大功告成之后 我对境在天子面前为助位秦宫 来 大家干了抽一杯 干嘛干嘛 紧接着 谁不感觉到脸上增光啊 要不是赶上这个机会 想跟颜子人说句话 势必登天 在那个封建社会 等机森严 这一杯酒喝下去 那就搅着高兴得了不得又了不得 把命搭上也没什么可说的 你看这酒就起这么大作用 颜大人每到一桌 敬完酒之后 说几句话 鼓励关怀 使大家非常痛快 酒宴之后 颜大人起身告退 把这酒席宴前的事就交于徐良和蒋平 你看大人一走 众人不受约索了 显着长出一口气 卸掉千金债 要不就哪个人都感觉到挺拘谨 现在空气缓和了 蒋平满面是笑 我说中卫啊 方才我们大人敬了酒了 该说的话也都说完了 剩下咱们 无话不谈了 明儿给你走 咱们大家就得起身 我请中卫 回去归着归着 应用之物都把他带着 没用的就放在公馆 以免坠首 另外一个 咱们来了不少女眷 我可不是小瞧这些女英雄啊 你们都留在家里头 帮着我们保护公馆 帮着我们保护公馆 保护钦差大人 咱也不能齐声不顾家 要吸收以往的教训 另外 我们四外还得派兵守城 总而言之 派到哪位身上 哪位也别有怨言 啊 蒋平说完了 看了看头掌桌 这头掌桌坐的都是武将 这些武将头顶通窥 身披铁甲 外照战袍 为首的就是非插大帅 太保忠雄 忠雄手下的总兵副将 坐了一桌 蒋平先来到这桌 我说忠大哥 您负责统帅三军 我们走了以后 希望您派出一部分军兵 老手大同府 四门紧闭 严加盘查 对可疑者 一律抓起来别犯 您把这家可看好 兄弟 你放心吧 守城的事 教育于兄 还有呢 在咱大同往前走 叫插树岗 那是咱们大同赶奔 阎王寨的咽喉要道 您呢 也得派兵 咱们有什么事 可以互通信息 您看怎么样 好 兄弟 我早想到了 我准备在那 驻兵一切 做你们的后援 对了 咱哥打想到一块去了 家里的事 就要托付您了 您记住 如果我们要举兵 攻打阎王寨之时 我必定派人到插树岗 给你送信 你接着我的信 立刻点兵是 吊炮 攻山 好嘞 到时候我听你的信 江平把这安排好了 翻回头嘞 还得安排一部分人 手工管 他把钻天属卢方 彻底属 寒张 窜山属徐庆 玉猫 斩雄飞 东方 给留下 年轻的弟兄当中 留下玉面 专珠 白云生 啤雳鬼 寒天井 粉子都 卢贞 小义 是爱胡 让这些人看家 这些人一听 把嘴当时就撅起来了 爱胡把桌子一拍 四叔 我怎么回事 人家都敢问阎王寨 去拼命去 把我们留下家里的看堆 我不干 你放个旁儿吧 杨平把小圆眼的一瞪 都放肆 大胆 我说你是不是讲这你不含糊 我说话就是军令 哪个敢不听 你在家看家 跟上阎王寨一样 比如说我们都上了 阎王寨 家里给谁 你在家里统帅众人 保护炎的人 跟我们不是一样吗 徐良过的眼圈 老笑他 既然四叔做了决定 你就听吧 如果我们山是用人的时候 我们再请你去 爱胡心里明白 凡是上山的都有两下子 把饭桶都留家了 你看看这些模样 一个塞一个的 把我也列入饭桶之中了 好咱也不说别的了 谁怪咱没能的呢 好了三哥 我听您的 闹了一场小风波 众人挺不高兴 蒋平可不管这个 当家人嘛 那是黑脸的 把人员全安排完了 酒饭也吃完了 这才习散 众人回归众处准备东西 八月二十八这一天 大伙正式骑身 因为道路太有了 都骑马 蒋平过了过人数 主要参加者 一百七十二人 带着朴从四十名 清兵四十名 马夫二十名 这不算在内 要都算什么 二三百人 这样骑着马队出去 也挺长一大趟 威风凛凛 赶奔叉树岗 等撞过叉树岗 是直奔阎王寨 该休息的时候 他们就打电休息 该起身的时候 就起身 由于提前动身 时间充足 不紧不慢 就到了阎王寨 这天正好是八月三十 等进了阎王寨一看 这个地方 山连山 岭连岭 山岭重别 怪石亨生 力石如刀 我石如虎 两旁边全是原始森林 一人把关 万夫难尽 就这个地方 你就派多少军队来 这匪患你也搅不平 哪个地方都能藏人 离老远的 他们就瞅着山口 修了一座关口 这地方咽过八毛 在别的地方你不好进 关上有三个大字 这三个字瞅着才别扭 鬼门关 你看阎王寨就得有鬼门关 关城上大漆飘摆 城门紧闭 前头挖的战壕 行里边放的水 吊桥高条 蒋明他们的马队刚到 城上有人说话了 站住 干什么呢 再往前来 我们可要开工坊间了 不用讲平说话 徐良一踢马 到了最前面 抬头看了看 弟兄们 大家不要误会 我们是从大东府来的 来参加英雄盛会的 哎哟 我说您是徐三将军 徐良吧 啊不错 正是三系人 正等着你们中备来呢 料等片刻 说着当兵的送信行 活时间不辣呀 鬼门关里的炮响三声 城门大开 紧跟着吊桥放下 闯出能有五百楼楼兵吧 但是这些楼楼兵 短一斤小的半 手中是寸铁不大 胸前都带着红花 看这意思是迎接客人的 这五百楼楼兵望 左右一分 正中央闯出两个人来 这俩人呢 个头一边高 都是大块头 没人掌中 一条桑门螺丝棍 徐良一看认识 正是大力神车心远 桑门神金德力 就见这俩小的把大棍 交给楼兵 满面盆笑 各位 我们奉天德王所差 正在此功耗 大家望里请 众人这才进了龙潭 虎穴 徐良和蒋平 率领老少英雄 来到阎王寨 逃坐山口 名叫鬼门关 您听这名 有多别扭啊 就见关门大开 有人接出来了 为首的 是阎王寨的两员猛将 大力神车心远 桑门神金德力 就见这二位 来到蒋平和徐良面前 不亲假亲 不尽假尽 这才叫脑的心里 笑在脸上 恭恭敬敬 作了个一 哎呦 欢迎 欢迎 我们王爷 大帅 各位英雄 就盼望各位的光临 特差我等 在此恭候 此地并非讲话之所 请到官上一坐 请请请请请请 与此同时啊 蒋平就安排好了 安排什么呢 他把圣守秀士风鸢 打虎太宝 斩果栋 叫到马前 告诉他们两个 你们二位别进关 带着八个仆人 留在鬼门关外 你们随时探听山里的情况 到大同府禀报 专门是传递信息 不得有 是 是 你说要进了山了 消息隔绝 两边不通气 那不就坏了 这得说蒋平的精细之处 外边留了十个人 咱不说 愚者的就进了鬼门关 大家都清楚 这就是龙潭虎穴 进关之后 人家把吊桥扯起来 城门关闭 落下千金砸板 在这个城上头啊 准备了几十张桌子 上头搭着凉堂 准备的茶水点信 让大家在这歇会 车心远金的力 为前为后 在这招待着还挺烟轻 徐良眼珠转动着 往左右看了看 没有异常的行动 看来他们不准备在这下手 水是好水 点心是好点心 徐良喝了一口 问车心远 我说车转势 飞舰箱注量在什么地方 都在里边公号 因为从这开始 奔里边还有四十里地呢 大伙就仅走一阵 吃完点心喝完水 有我们两个陪着 咱们一同进山 可见这阎王寨多大了 头道关口到二道关口 都这么远 大伙休息了片刻 从鬼门关乘上下来 纷纷上马 由人家领着 开始进山 步步登高啊 你别看登高 里边的道路 修得比较整齐 这也是黄轮数年的心血 连楼楼兵 在抓来的老百姓 开出的山道 并排能走四五辆大车 路面也比较平整 别看四十里地 时间不大 到了 这个地方叫 段昏棍 抬头一看 这座关口 好像在云雾之中 隐约 约 七番招展 早有流行马 到关上禀报了 等徐良他们的马匹 刚到了关前 就听见炮响三声 咚 咚 咚 关门大开 放下吊桥 在里边拥出一伙人 看这样子 也有五百左右 跟头道官一样 手中是寸铁不拿 穿着长袍短褂 服装整齐 每个人的胸前都佩戴一朵红花 艳赤兴望两趟一分 再看正中央 走出一人 徐良认识 正是金标侠 林玉 在林玉的后边 跟着四名篇富寨主 黑的白的 丑的净的 什么模样都有 徐良不认识 金标侠林玉 也穿身新衣服 头上戴着 英格绿的发金 身穿英格绿的剑袖 外照银灰色的英雄场 腰中玄剑 自从砸老反育 把他救回阎王寨 他是使劲的营养 恢复的挺快 如今 脑门子被儿亮 鼻子头闪光 跟当初大不相同了 林玉亲自接出来了 大伙 甩凳 立安下马 徐良 徐良先过来 冲林玉一抱拳 嗯 我大四三 闹了半天是老朋友 九尾 九尾 哈哈哈哈 徐三将军 你能赴英雄会 我是非常高兴 这可是难得的好机会 欢迎 欢迎 我代表我们王爷 和所有的英雄 在此恭候诸位 里边请 简短揭说 大伙进了断婚关 林玉也在关上 准备的韭菜 给大家接风 其实能吃得下去 众人就料作了片刻 讨了口水喝 由林玉陪伴着 继续往里走 这回啊 道路比较近了 不到二十里地 就到了阎王寨的正门 这个正门是石头牌楼 什么年代留下的 不清楚 古香古色 门两旁 有两对石雕的大狮子 栩栩如生 张牙舞爪 在这石头牌楼的左右 是彩旗飞扬 他们顺着中间的涌路 揭察往上走 又来到二道大门 离二道大门 一里半里 就到了阎王寨的 新福重地了 在这儿林玉 用手向让 各位 请往东北 大伙 大伙没来过 就得凭人家摆布 东边有个月亮门 穿过月亮门之后 再往前走 是穿柴过院 许亮用眼睛 往四百一看 真是杀气腾腾 山头上 都有搂搂兵守卫着 一个山头 一杆大旗 一杆旗下 一伙搂兵 每座山头上 都吊着 红衣大炮 在宋朝那个时候 火气就已经挺发展了 这个红衣炮 虽然射程不算远 在当时来讲 那威力就不得了 要不人们怎么留下 这么句话 神仙难躲 一溜烟 这玩咕咚这一下 你再大的能耐 你跑不了 当然了 你要说这炮 是给英雄们准备的 也可能 说人家守山的 也可能 徐良望各山头上 学没了一眼 心中暗响 如果领兵攻打阎王寨 没有五万人 打不到这个地方 即使有五万人马 能不能把人家赢了 还在良可之间呢 所以徐良呢 在心里头就画了个地图 怎么走 怎么拐 哪块有冰 哪块有炮 记得是清清楚楚 咱们简短揭说 离这个院子往前再走 五六里地 就到了一片开阔 开阔地 这是在阎王寨 天王殿的东侧 这片开阔地 方圆 足有二十亩地大小 抬头一看 环境十分优美 四外是群山环抱 当中是平地 本来都是石地 再铺上白沙子 被阳光一照 夺人的耳目 四外青山叠翠 白鸟悬明 让人觉得 好像直身于世外桃源 到了一派仙境 可望着平地一看 都准备好了 坐北向南 搭了一座彩台 这座彩台高下 没有三丈差不多少 卢西搭着顶 两边的明柱 刷着红油漆 而且这彩台上 都有五色的栏杆 两边有梯子 可通上下 正中央的彩台上 坐满了人 徐良眼间 往正中央一看 有一张八尺多长的桌案 桌案前面 有黄色的桌帽子 后边一把盘龙蟻 在椅上端坐一个人 离着远点 看不太清楚 但是这个人 是尺红面 能有五十左右岁 花白徐然 飘洒千辛 头上戴着无福 蓬寿的鹅棍 身上穿着鹅黄色滚龙袍 腰撒金带 下边有桌围子挡着 看不清楚 在他的背后 站着十几名宫女 给打着日善 掌善龙凤上 两旁 还有人 挑着日月龙凤灯 有几十名标行大汉 锦衣袖 腰中全挂着 绿裤子弯刀 在两旁 保护 徐良明白 这个就是大叛逆 天德王黄伦 阎王寨的大贼头 你看他这身打扮 阎阎跟天子一般 跑到这当皇上来 抓的就是你 等一会咱们再算账 不但徐良这么想 是来的人 有目共睹 都做到心里有数 大伙望东西看 也有两座彩台 东边的彩台 是给开封府准备的 招待客人 这座彩台 高了下七十五寸 都用大厚木板铺成的 上面用炉席搭着点 周围挂着彩灯 台上放着桌椅板凳 西看台也是如此 但是西看台的人都坐满了 那上面的人 都是你阎王寨请来的人 一看那地方 光人也不下四无千号 要说一个一个看的都那么清楚 没那功夫 这会金雕俠 林运陪着 来到东面的彩台 各位 请高声一步 到上边休息 老少英雄下了马 马虫把马匹接过 拉到彩台后面 刷洗印瘤 专门有人负责 鱼者 骑大厂 上了彩台 在最前边就坐的 北霞欧阳冲 老英雄赤须子 丙阵 展翅腾空 被摸天 济华城 一朵红云 飞连道人 济华文 还有伸手大圣 夜渡灵光 济迁济老剑客 鱼者的山西宴 须粮 翻江书 蒋平 荣中鹤 魏珍等等 都坐在前面 其他人 按着身份 年龄 倍数 一次坐好 金标侠 李玉 以主人的身份 吩咐一声 来啊 上茶 人家阎王寨的人 端茶 送水 捧点心 瓜果 梨桃 每张桌子上 摆得是十分丰盛吧 忙活一阵之后 林玉冲着 徐良一抱拳 徐三将军 石培 我到对面 打个招呼 说完了 林玉走了 干什么 松心去了 大伙落座之后 刚喝了有一杯水的功夫 就见飞剑仙珠亮 三十臣团 陈东哥 由林玉陪着 来到东彩台 林玉陪还喊呢 我师父 我师父 来看望重外 大伙全站起来 由蒋平和徐良 把他们几个人 接上彩台 分宾主落座 徐良 偷眼观桥 朱亮 满面 得意 眼之毛 都乐开花了 皱纹里头 都是笑容 可见 他心里 他有了底了 飞剑仙 做好之后 冲着徐良和蒋平 以及所有的英雄 坐了坐一 哎呀 中外 欢迎 欢迎啊 我代表天的王 和阎王寨 所有的英雄 欢迎各位的光临 参加我们这次英雄盛会 大家只管放心 这十镇赌书营 如果今天分不出上下来 你们就住到山上 住处 我早给安排好了 时速等下 管保众位 趁心注意 我要着重说明一点 大家只管放心 酒是好酒 菜是好菜 一没有毒 二没有人行刺 如果出现这类的事情 你们找我 猪量算账 小人才干那组事 咱们讲的是光明磊落 有能耐 战场上使会 背后下刀子 不算人物 说大伙都乐了 蒋平就问 我老建客 请问这十镇赌书营 具体的内容都是什么呢 哎呀 四老爷 一会儿您就清楚了 您看 正中央是梅花圈 乃是鼻舞脚亮之所 一会儿您就知道都是什么内容了 咱这么办吧 你们远路而来 一会儿就开饭 吃饱了喝足了 咱们再谈正文 他能说什么 带着陪着大伙说了些闲话 旁边这三是陈屯 陈东坡 一句话没说 这个凶僧 嘴角往下搭了 背后背着金旗盘 瞅着徐良众人的那运气 看这意思 还不能把众人抓过来 啃几口 他才解恨 跟老少殷兄也一样啊 瞅着他也运气 空气十分紧张 不定哪会儿 谁找个茶 这就得伸手 飞溅仙珠亮 不便酒呆 这个人情的事情 走动走动之后 齐声告辞 回归对面的西看台 这时候酒宴拍下了 确实非常丰盛 人家山上的人 想的也周到 有婚席 有素席 这素席是给出家人准备的 另外还有回汉良教的席 万一有阁教人呢 做的都非常得味和干净 蒋平一白手中啊 先别吃啊 试验试验 蒋平心说话的 阎王寨的人 方淑安都交了底了 说人话不办人事 吃人饭不拉人屎啊 他说没毒 万一有毒呢 大伙吃完了 不等笔 和都完了 全得伸腿 瞪眼 那不行 得试验试验 每个人身上都带了一颗银针 银针的前头都抹了药 这是云中和味针 发给大伙的 用这种东西 能探出韭菜 有没有毒 比如说是好东西 没有毒 用这针一扎 或者往酒里头一泡 针的颜色不变 假如要有 探完之后 针尖发黑 当时就交出来了 可大伙把眼前的 酒也好 菜也好 哎呀 都试探了试探 一瞅这针 原样没变 知道朱亮说的是真的 这么老远赶到这儿 确实鸡肠碌碌 也都饿了 干脆吃吧 饱餐蘸饭 然后再说 酒大伙没敢多喝 但是饭没少吃 一个个是狼吞虎呀 时间不大 风卷残云 吃饱了 蒋庭联手 换人家的楼兵 把残棋撤下 重新泡上 浓茶 一会儿林玉来了 问大伙吃的如何 中人说吃好了 林玉说要这样的话 咱们就开始说正文吧 但不知你们开封府来的 哪位说话最帅 三位也行 两位也行 请到西看台 咱们有事商议 蒋平点头 挑的是谁呀 蒋平 欧阳春 白梅虚良 三个人是全权代表 跟着林玉下了东看台 赶问对面的西彩台 飞剑仙朱亮 陈东波等等 等众人都等着 书不重训 把他们接上去 热情款待 之后分兵主落座 朱亮这才说 蒋四爷 前者给您下了封书信 大概您看过了吗 对 一字不漏 全都败读了 好 我再重申一遍 今天是九月初一 今天就是英雄盛会 咱们要实阵赌书英 为什么要这么办 我在心里头 虽然说了那么几句 还不算清楚 我打算再重说一遍 因为我们跟天德王黄伦请示了 你想 我们阎王寨数万之中 摸刀霍霍 你们大宋朝的军兵也阎阵一带 早晚就是一场生死决斗 如果两方面真打了大仗 给边塞的百姓带来多大的灾难 因此我们王爷于心不忍 但是这个问题有得解决 后来跟我们大伙商议才想出这么个办法 咱们不用大动干戈 就实阵赌书赢 比如说 你们开封府的人 这实阵当中赢了六阵 那你们就算赢了 我们阎王寨 跪岛投降 服输请罪 上至天德王 下至每一个喽喽兵 任凭开封府乏落 你说杀了我们 不算过分 说把我们放了 我们感恩不尽 那么四老爷 我要请问一句 在这十阵赌书营当中 我们要赢了六阵 你们败了 应该怎么办 还没等蒋平说话 徐良说了话呢 老江客 这还用忘吗 开封府的人 绝不含糊 如果我们要是败了的话 你来看 凡是我们参加英雄会的人 全都跪岛投降 任凭你等法律 杀寡聪流 任凭自便 我们钦差大人 杨查散 马上收兵撤队 把大同府十九县 全给了你们阎王寨 大宋朝马上退兵 你看怎么样 好 三将军 你说这话是你代表自己呀 还是你们继续研究的 算数不算数 蒋平马上补充 哈哈哈哈 老建客 您多虑了 量徐良 仅仅是个三瓶带刀 御前护卫 他敢做这么大的主吗 我们在座的人也没这权力 实话告诉您 临来之时 我们请示了钦差大人 这是大人赵准的 我们说话就代表 严钦差是绝不食言 徐良说的 就是这么回事 一点都不带错的 好了 来着呢 准备文房四宝 立刻就欠字 化压 朱亮医生吩咐 楼楼饼 调摆桌案 端来文房四宝 在桌上 铺上了黄铃筹子 这玩意不能往纸上写 纸啊 年头一多 或者一沾诗 就容易损坏 像这么重要的事情 得写到黄铃筹子上 朱亮用手一指 请吧 有讲评代笔 把自己方才说的那话 刷刷写上了 朱亮代表阎王带 把自己的保证也写上了 双方当面核对了一下 一字不差 然后画压 不但欠字 盖章 还得把指纹盖上 以免返回 然后一事两份 双方做了交换 徐良拿过来 叠巴叠巴 揣在自己怀里头 朱亮那边 卷卷 交专人保管 你看这玩意 跟真事一样 然后 把文房四宝端走 又准备相案 还要对天盟事 这个仪式是比较隆重的 刹那间香烟缭绕 专上准备着武功 准备着酒 每个人都把中指砸破 挤出那血猪里 滴得到酒里头 还要喝血酒 现在喝完就拉倒呗 不 刚把三杯血酒喝完 就见一个喽喽兵 手里端着个托盘 热气腾腾 端了一块牛肉 在牛肉上 插了一把牛耳尖刀 单腿一跪 望上一举 朱亮说三位啊 咱们这个瞅口 说瞅口 现在咱是朋友 可以说咱们有国仇 没有家仇 谁也没把谁孩子扔井里去 光酒没菜 不成井里 咱这么办吧 每人来一口 你们是客人 我们是主人 我先敬你们三位 说着话 他把牛耳尖刀炒起来 啪一刀 多谢一块呢 这块牛肉半生不熟 上的还冒着血筋 没有四两也差不多 多少 他用刀尖一挑 就送在欧阳春 讲评徐良的面前 你们三位 哪位请问 谁不明白 这就叫下马威 笑里仓刀 给来个菜 大夫这这么多人的面 你说你吃不 不吃 灾了 吃 谁知他安身心 这刀子忘了一地 活得了吗 可这种事情 讲故事 小说 屡见不鲜 可是 谁也没遇上过 山西艳徐良 没等蒋平和北霞说话 迈大步停身而出 老江客 你们杀手的人 真周到 我非常感谢 这件事情 确实不公 好了 我领了 这头口肉 我吃 徐良啊 把手一背 把嘴一张 脖子一伸 来吧 哎呦 把蒋平给急的 你说小良子 你这小的怎么这么沉不住气 他有来言 我有去 想办法 我得给他端回去 你干什么 这么急性的就吃 倘若非见先 没安好心 你小的有一个闪失 这这英雄会可怎么办 可是 陆林人倒了多大的煤啊 你公山破岛 血债 雷雷 你杀别人我不管 你把我徒弟金标侠淋浴 活拿之后 投入死牢 好远远 好远远 好远远要了他这条命啊 要不是老朽 蛇死 往生 我往生 赶本大同 发肩反育 我赌的命就保不住了 心仇 旧恨 我岂能留亲 没有石阵 我先给你捅个透汤 你这老家伙有多狠 这块肉就塞到徐良嘴里了 往嘴里一递 这刀尖就尽酒一寸了 再看非界线 哎 手腕子还一使劲 准备下毒手 徐良比他还尖 能吃这亏吗 早都做好了 充分的准备 徐良为什么背着手 伸着脖子呢 他运气呢 把老师教给他的能耐 全施展上 他两条腿插着 已经运好了 单天一粒混元气 又叫达摩老祖 一斤斤 把这气功 就灌到脖子和嘴 和牙上去了 要不说这个气功要运好了 运到什么地方 他上什么地方去 这刀尖刚进嘴 再看徐良上下牙一合 把肉也叼住了 把刀尖也叼住了 单天一脚下咔啪一声 把刀尖给咬断 就这么一想 不要紧 把竹梁吓了一跳 手腕都往回一挫 一看好吗 这刀没尖的 齐头的 老星的舌头在嘴里一翻 把那块肉 把刀尖用舌尖舔出来了 徐良一乐 这肉倒挺好 可惜一样 骨头没剃静 好个嘴 徐良啊 还说了一句风趣的话 其实言下之意 带着讽刺 与此同时 就见着舌尖一鼓 腮帮子一鼓 把这半截的刀尖 对准 朱亮的面纹 啪 这一口就喷出来了 他跟朱亮面对面 离着不到三尺远 这一下煞是厉害 别看不是用什么器杰射出来的 就这一口气往我一喷 打到身上也受不了 朱亮 哎呀一声望起 你低头 幸亏他有决意在身 无关躲开了 帽子没躲开 朱亮头上戴的是鸭尾巾 顶梁门 按着一块无瑕的美玉 这块玉啊是装饰品 要论价钱 也能值几百两银子 这刀尖正大的这块玉上 把帽子也打掉了 把玉也给打碎了 就这一下不要紧 西彩台上整个开了锅 再看阎王寨的裙贼 摔大厂 两家伙 这小子他妈不识台语 把他乱认分尸 过来把他们杀给包围了 徐良连洞也没洞 为什么呢 洞也白给 在人家这一亩三分地儿 人家都上百人 再拉家伙 再拖医生 来不及了 所以这三位是 昂首挺胸 微然未动 看你们想干什么 还得说 朱亮不错 朱亮一开始 连气力都紫了 但是他冷静理想不行 这么做太露骨了 本来嘛 我们拿刀想捅人家 人家被迫他这么做的 你说我们再不将礼望上一闯 让人看着这怎么回事 今天各地的来宾代表还挺多 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的人都有 那显见着我们阎王寨多掉价呀 因此朱亮把俩手一摆 慢着 谁也不行 还不给我退了下去 小贼们一看 朱亮不允许 谁敢动手 把刀剑收回 各归本位 朱亮在地下把帽子捡起来 看看美玉也碎了 他抖了抖了 重新戴好了 这阵又恢复原来的模样 冲着徐良一条大指 高 哈哈哈哈 三将冲我服了你了 你达姆老祖一斤斤的功夫练的都绝了 老朽 我佩服 我佩服 方才开个小玩笑 请你不要介意 徐良心里说话 去你奶奶孙子 有这么开玩笑的吗 这不注意 我这点都归备了我 但是关棍呢 耍不仁的嘛 你看人家把话收回去了 自己也得收回来 徐良也乐了 这一乐比哭都难听 老佳哥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这个玩笑开的可挺好 最好往后 不要使用这样招数 这叫人看着十分可笑 还可怕 说完了 大伙也乐了 这个乐 都不是正经乐 咱们单说这台上 坐着三教堂的三个堂主 这三位好像佛似的 坐得最高 正中央的这位 是个俗家 也不是和尚 也不是老道 面诸宾舟铁 连并乐塞的白胡须 这就是大堂主 翻掌镇西天 方天化 上吹手是二堂主 面四弹金 叫铁掌皮雷子 詹明奇 下吹手做个和尚 就是三堂主 就是三堂主 坚丹日月 邪昆仑 陈仓罗汉 现在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 要讲起身份来 这三位不敢说最高 也差不多 望着一坐这就是圣人 大堂主一看方才这场戏 心里挺不痛快 心里说话 朱亮 你不对 你什么身份 小名叫剑客 八九十岁的人了 你看红嘴白牙 说的挺好时针 赌书营 这还没开始呢 你怎么按一下赌手 幸亏遇上虚凉了 把刀尖咬舌了 不然的话 他小名就交代了 像你这个身份 做这种事情 简直是无耻之机 他刚想要说话 宅被朱亮 一看朱亮把话收回来 大伙一笑 这事算过去了 所以大堂主就没说话 那两位堂主也有同感 用眼睛瞪了瞪朱亮 也没言语 其实朱亮 这一拉回话还就对了 不然的话 不用徐良他们 就请了这些来宾 也不能讲他犯过 咱们闲言少叙 欠字画牙结束了 也喝了血酒了 也吃了肉了 朱亮这才命林玉 把徐良三位送回东彩台 等到了台上 有的离着远 没看清楚 就问刚才发生什么事 蒋平如实讲说一遍 大伙文凭一个是咬碎 钢牙呀 而朱亮这个老小子真不是东西 等一会儿 等一会儿再算账 破阎王寨那天 把你抓住 八匹炫草 是万挂千刀 也不解恨 大伙心里正这么想着呢 就听见炮响六声 咚咚咚 本来四外都是山 炮声一响都有灰音 全场一片肃静 炮响之后 飞剑仙竹亮 手拿着五金的拐杖 走下西彩台 来到正中的梅花圈 当众宣布 石镇赌书营现在开始 同时 还把两方面欠字画押的详文 当众朗读 你得恭诸于衷啊 你来了不少来宾 得做见证人啊 不然的话 你们葫芦花图 这怎么回事 这是 这叫英雄会啊 那就失去了意义了 就走过场 也得这么走 大伙都听明白之后了 朱亮宣布 现在开始这头一阵 宣布完了 他回了西彩台了 就见西彩台的左侧 桌子后面站起一人 这位卖大物 登登登登 下了西彩台 来到正中央的梅花圈 大伙一看开始了 格外注意 一瞅这个主 长得太凶了 平顶身高七尺五寸 五短的身材 车柔汉子 往脸上一看 一张大脸 好像铜锣 这张脸长得 花一道 红一道 紫一道 绿一道 青一道 就好像杂货铺 差不多 又好像个无色瓜 光头没戴着帽子 高网牛心发准 铜三别顶 穿着青色的衣服 寸排骨头钮 板儿带沙腰 下头东当滚裤 抓地虎 四席快靴 往手中看 拎着一条花枪 这条花枪的杆儿 长得下有八尺 粗细 有鸭子 差不多少 枪尖 一尺五 枪鹰的后面 有五把盗须钩 就见这位 把枪往身后一背 高声朗诵 腰带 各位英雄 各位来宾 各位建侠 各位开封府的官人 老爷们 现在石镇堵书营开始 在下不财 我是头一阵 我自己先报个名字 我是武党 麒麟山来的 由于我爱练枪 江湖上给我送个小小的绰号 叫神枪无敌小霸王 我姓相 我叫相胡 现在没开始以前 我先练烫枪 压压厂子 要求各位子弟老师 大家赏脸 看我练得有不到之处 多加指点 闲话少说 咱们说练就练 再看小霸王 向红 望下一塌腰 双手一捋 这条枪 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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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前一推枪 乌龙白尾 望下一侧是怪盲翻身 俩手一抖 叫金鸡乱点头 你说这个场合 都是练夹子 对十八班兵人 哪个不懂 说大枪这个东西 一般人都会 但是都明白 要练得清楚 不易 把它练好 谁也不是对手 这玩意不敢说 最吃功夫 有道是枪走一条线 刀砍一大片 枪乃是兵刃之中的 肥 这位要没两下子 能开头一场吗 那都是经过 朱亮反复研究 这么安排 就见小霸王向红 抖了几趟大枪 活动活动 筋骨走行门 迈过步 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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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练了一趟六合枪 你看在马上练大枪 比较容易 在部下不容易 六合枪 六合枪 是六家的枪法 合在一块儿的 当然 众说分云 也不一致 说哪六家呢 头一家 霸王项羽 据说 十枪的当中 楚霸王项羽 站着一角 项羽有劲 有举顶八山之力 踏实的大枪 没有对手 尤其像你研究的 一字摔枪式 一招分八招 更是精益求精 这头一个 二一个 赵云 赵家庆 要说赵云 在三国当中 那是长盛将军 没打过败仗 说指挥千军万马 打败了 那不算 就说单对单 个对个 把赵云迎着的 没有 那是开天匹敌 头一个长盛将军 赵家的枪 站着一角 赵云的枪法 跟老项家的 还不一样 讲究一个柔子 赵树使得巧妙啊 这个相红这小子 还会老召集的枪术 第三家 罗家枪 要提起罗城来 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什么 握马 灰身枪 无虎 断门枪 使绝了 罗家枪 站着一绝 第四家 高级的枪 白马 银枪 高斯基 老高级的枪 站着一绝 也是打遍天下 没对手 第五家 老阳级的枪 六郎 阳警 阳燕昭 你看阳门啊 七郎八只虎 要讲究功夫高 还得说阳六爷 他自己研制了一套枪谱 号称阳级枪 这第六家 就是小霸王向红 自己研究的 把这六家的枪 穿在一块 故此 叫六合枪 他的梅花圈 这一练子 都删了 掌中拿的哪是枪啊 分明是一条怪莽 金龙相似 啪啪啪 寒光闪闪 冷气逼人 人虽枪转 枪随人走 两旁的人这一看 无不鼓掌成的 好啊 连你好啊 连徐良都挑大指赞成 好 真好 哎呀 徐良一琢磨 枪中子有枪中手 能人背后有能人 把这个家伙安排的头一阵 甭问 是挺难对付他 不然的话 朱亮能让他开场吗 大伙心里头想什么的都有 但是说小霸王向红 亮完了大枪了 唰啦一收招 再看气不长出 面不耿色 说这玩意 练完了满头大汗 累得呼呼之喘 把大枪放在蹲些歇会儿 那就没功夫了 别看这么练 谈笑风声 轻松自如 向红亮完之后 把大枪的枪尖 往地一出 呸 枪杆之哆嗦 他冲着东看台 一抱拳 开封府的各位 方才我献丑了 练了一套大枪 说我这枪啊 拿不出手去 不过我喜欢 练不到好处 各位包含 因为老建客 猪链 非让我开场 这玩意 头三出 没好戏啊 我就豁出 我这张脸来了 但是已经下场了 怎么办呢 也得把它维持下来 我说开封府的各位 哪位能捧捧场 跟我交交手 我请这么一位 有没有 这就叫叫叫号 蒋平 那站起个人 四老爷 我 家子我了 大伙回头一看 喝 小伙长得个漂亮 看年纪 二十五六岁 穿白挂素 头上戴着月白段杂金 身穿月白段浅袖 妖杀五帅四万代 东当滚裤 英格绿抓地府的快靴 手中提着一杆梅花亮金枪 徐良他们都认识他 东京汴梁开封府的人 家里开的是永胜标局 他老师就是赛书宝的亲戚 他是顶门大弟子 人颂绰号 神枪无敌赛罗城 相恋的一绝呀 这个年轻人都好斗 假如说 项红不练枪 他也就不出头了 一看使得兵刃相同 小阳雄罗文岂能让步 这才当众讨令大枪 要会大枪 神枪无敌小罗城 罗文 跟蒋平要求 要下场比武 江四爷这心里头 有点犹豫 为什么呢 他虽然听说这小伙子有两下子 但是没见过 在这种场合比武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望小处说 不是人家的对手 不是受伤 就是丧命 望大处说 石阵赌书营 这有树木所限 这要败了 就是一阵 所以蒋平呢 有点犹豫 这一犹豫 小英雄罗文 有点刮不住 本来一普热心 当众讨令 这玩家人给驳回来 面子上下不去 年轻人这火性都足啊 就见小伙 这张白脸 也变成红脸的 四老爷 您是不是 有点不放心呢 有点 四老爷您放心 没有三把身杀 不敢到反西期 我心没底 我绝不敢讨令 您呢 就把心放下 您瞧好得了 怎么样 让我去吧 这蒋平实在没办法 问徐良 徐良点了点头 可以 不过你可多加谨慎 您放心吧 您 要说别的兵人 我不敢说 要说使枪 探囊取物一般 罗文说完了 拎着枪下了东彩台 一边走 一边收拾 把英雄厂脱了 往地上一扔 把帽子的袋 连紧了几扣 周身上下 紧承利落 提着这条大枪 来到梅花圈 未曾动手之前 他先把大枪 捋了弄几下 啪 啪 啪 颤完之后 枪尖朝下 啪 往当地一戳 冲着 冲着这相红一抱拳 老英雄请了 来来来 我陪你走几趟 这个相红啊 你别看嘴里说的挺客气 什么 你赏脸呢 我练得不好啊 那是假的 从心眼里来说 那骄傲的不得了 眼里没人 他认为这 开封府 得派一个侠客 或者是剑客 得派那有名的 他一看来个小孩 顶多也就是二十四五岁 心中是十分不悦 他眼珠子转悠转悠 把脸上去给沉 年轻人 贵姓啊 啊 免贵姓罗丹字文 哦 你是开封府的半差官吗 不 我是人家约来的客人 以保镖为生 跟我老师 在开封府 开了一座永圣标局 哦 是这么回事 哈哈哈哈 这项红说着 把手一背 在梅花圈还溜了几圈 年轻人 我不是打你的高兴 你从哪来啊 你还回到哪去 我不能跟你伸手 你说这玩意 叫人多下不来台 罗文一听啊 眼眉就绿起来 我姓像的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还很清楚 我能跟你伸手吗 你是个小孩啊 当然 你也可能娶妻生子了 你也可能当爹了 但是你在我面前 你是个娃娃 我也不是自己吹 我练枪这个年头 比你的岁数都大 我能跟你伸手吗 当场不让步 举手不留情 一旦 我失了手 把你给伤了 是不是都不好 你回去 你把徐良给我换上来 徐良要不来 你看见没 你们那个头牌坐的那些人 有和尚 有老道 还有成名的剑侠 你随便换哪一个都行 你呀 不配跟我动手 小伙子 我不怕你不爱听 我要跟你伸手 我栽了 我不欺负小孩 问我 这小霸王向红说这话 脸软带硬 听起来是好话 食指上是无情的讽刺 罗文可气坏了 罗文仰面大笑 姓像他 你不要自显其能 人老了不值钱 武艺高低 不在年龄 金刚钻小 能揽瓷器 猪肝子 个大 空袋的 你在这跟我摆什么老份 你 你端回去 我告诉你 你呀 也是个无名少姓之辈 我从来就没听说过 普天下 有老相就这一号 跟我呢 也是个无名之辈 别看我的祖上有名 到了我这辈子 什么不是 咱俩正合适 什么不是 对什么不是 那些高人 能跟你身手吗 就像你刚才说那样 徐良过来 你怎么想来的 徐良什么身份 穿新鞋 能踩你的狗屎吗 你这种呢 就得我对付 哎呀 小娃娃 我一片好心哪 你不但不领情 你还敢出口伤人 看来你是活够了 我就把你打翻了 他把这条花枪抄起来 罗文也不示弱 把自己这条大枪也抽到长东 两人低溜一转身 没伸手以前先抖枪 惊机乱点头啊 干什么这叫 走行门迈过步 运气呢 转到两圈半的时候 罗文有点沉不住气了 后把一压前把一翻 呸 往前的一踪 啪一抖手 分心就刺 大枪直奔向红的心窝 向红赶紧跨步歇身 使了个怀中抱琵琶 往外一蹦 开 把罗文的枪就蹦出去了 再看向红 手腕子一翻 大枪的枪尖直刺罗文的软肋 罗文跨步闪身一转个 大枪走空 再看罗文 搬枪头 现枪转 那枪后头有个嘎的 那玩意都是钢的 论分量 没有一斤也差不多 这玩意轮起来 揍脑袋上也受不了 这个大枪 顺折式枪 横着可以用磅石 所以他现枪转当磅石 奔向红的太阳穴就抽了 向红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 这一枪转抽空 向红抖枪 奔罗文的双腿 罗文使了个汉帝八冲使 腾身而起 一老一少 在梅花圈就站在一处 在场的人四五千个 也不玩有身份的 还是在这打杂着 都瞪着眼睛 往梅花圈看着 特别是开封府的老少英雄 一个个并喜名声 紧钻拳头 替罗文使劲 最担心的 就是他老师 赛书宝的秦夕 当师父的能不挂念吗 秦夕都站起来了 手扶着八仙桌子 把身子探出多远去 老头子心里头默默祷告 老天保佑 可别让我这徒弟出事了 但是想这玩意没用 当场不让步 举手不留情 两条大枪约在一起 这就是稽叉的 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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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眨眼二十几个回合 罗文的枪 分心就刺 向鸿用掌中花枪 往上一开 开啊 拔一波 紧跟着向鸿 后把一粒 前把一滴 枪奔罗文的心口 罗文往旁边一躲 坏了上当了 人家招是虚招 紧跟着一翻腕子 奔小肚子来了 罗文再枪躲就来不及了 而论中就停下 啪 这一枪扎了个大透堂 带小腹扎进去 在身后把枪尖就露出来了 罗文叹叫一声 大枪撒手 再看向鸿 后把一压 前把一抬 把罗文挑到空中 两臂一抖 吹 你娘 就 行 啪 就甩出梅花圈 罗文 手 跑脚 等 眨眼之间 这条性命就结束了 全场一阵骚动 战云说开封府台上的 哗 人们摇头叹息 许 奥平 急得只拍桌子 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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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怎么说来的 我说 不让他去 不让他去 这孩子真定 是非去不可 怎么样 怎么样 те 但是后悔有什么用 那比武就得死人呢 在蒋平的身后哭通一声 赛淑宝的亲息死过去了 疼的 众人一阵忙乱 把亲息搀扶起来 揉前胸垂后背 好半天呢 老镖头才晃过气 哎呀 孩子你死的太惨了 这阵一辖太保留是节 孝敏郎君沈明杰 领着几个人下了台 把罗文的尸体抬回来 血迹擦干 这又没棺材 往哪放 只好暂时 放到彩台的后面 用他的衣服把尸体包裹起来 这亲息放生痛苦 孩子 在天之灵别散 师父我给你报仇 说话之间从背后拽出熟铜双茧 眼珠子都红了 这就要下场 蒋平过来赶紧把他拦住了 老镖头 且慢 老镖头且慢 您怎么了 难过 谁不难过 可是临来的时候 我怎么说的 这是战场 战场就要死人 不是咱把人家争死 就是人家把咱争死 您这点事还想不开吗 我看你悲痛欲绝 神志都不清了 你就是下场的话也不利 我说老镖头 你好好地歇一会儿 我派别人给你徒弟报仇 怎么样 不行 要结心头恨 拔剑斩仇人 我不把姓像的砸死 我不能活呀 四老爷 你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他要撞头 哎呀 蒋平你看这怎么办 如果他是开封府的人 那好吧 蒋平一瞪脸 谁也不敢不听 你这是客人 千里迢迢来帮忙来了 人家徒弟死了 当老师就能不难过吗 你要非兰就不让人下场 这门也不好说呀 四爷一犹豫这功夫 赛书宝的气息 倒堤双减住 来到梅花圈 二话不说 举箭就砸 向红一看来个老头 岁数跟自己差不多少 面如江黄 两道红眉 六龙抽口的壮金 一身短铐 手中拎着双肩 还没等说话就打自己 向红 一窜 跳到东北方向 把掌中大枪一拖 哎哎 我朋友 你不够义气 这怎么回事 你得抱同名姓 叫普天下的人 知道知道你是谁 秦西文庭 悬崖怒火 把脸上的绿水 蹭了蹭 好 要问老朽 东京大国的人士 我开了一座永胜标局 我就是总标头 赛孰宝 秦西 方才死的那个人 就是我徒弟 我要给我徒弟 报仇血汗 是这么回事 哎呀 这我挺同情 打了孩子 大人得出来 徒弟死了 老师能不难过吗 不过姓秦的 你我都这般岁数了 你听我几句谅言相劝 这个仇你报不了 你徒弟跟我伸手的时候 我不愿意 一再相劝 他是执意不听 结果 自个儿败搭这条命了 你跟他是一样 你说报仇 这仇报不了 你没那能耐 你就得借助旁人之手 咱俩商量商量怎么样 你叫徐良过来 我要跟徐良大战三百合 你呀还不配 他刚想嘛瞎说 清晰气的 实在无法容忍了 呀呀呸 小子 你要把我赢了 三将军自然就能来会你 要赢不了我 你呀 就得死在我的箭下 糟了 一箭快是一箭 一箭紧是一箭 频频发动进攻 恨不能一下把向红打个肉泥烂将 可有一样 那么打不着啊 向红这小子真有两下子 前船后纵 卓夺右闪 比狸猫还快 掌中这条大将呼呼挂风 秦夕想要报仇 势必登天 这玩意打仗啊 脑袋得保持冷静 得清醒 你这玩意连苦再打 那能行吗 秦夕啊 就犯了兵家之计 在这在心里明白 腿大镖 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 二十几个回合 一个没注意 被人家向红一枪 刺中软肋 咔嚓 这下就扎进去了 老头叹叫一声 蹊跷流血而亡 向红把两倍一斗 吹吧 把死尸甩出梅花圈 比武台上又是一阵的骚动 蒋平立刻派人 把老镖头的尸体搭回来 用一件袍子把它裹起来 放在彩台的后面 众人无不落泪 你标局子来了十几个伙计呢 这伙计就哭开了 蒋平解劝了半天 咱不说这个 单说这小霸王向红 连上了两阵 他就找不着北了 飘飘飘飘 他把大枪往地上一戳 把胸脯一拔 呀 呆 各位 可能刚才有的人不在 不知道我是谁 我再报报名 我姓向啊 我叫向昆 人送绰号 神强无敌 一小爸爸 方才大伙都看见了 我连胜两阵 一老一少把性命搭上来 实质上我乐意这么做吗 不乐意 我这枪下不死 无名之辈 可这两个人自找凄苦 我也就讲说不起了 我说开封府的各位 你们能不能派一个有能为的 别忘了派饭桶行不行 我看那意思 你们今儿这饭桶可来了不少 一伸手就来了 我可把丑话说前边 你们要再派这号人 我可不陪着了 我说徐良来没 你怎么不下来 我久慕你的大名 想恢恢你的金丝大魂宝道 徐良 你敢来不 你别在那坐着装蒜 你叫着你了不起 姓像的 没拿你当回事 你要敢下场 我叫你跟他们俩一样 身上来个窟窿 叫你透透风 你说这小子这不是成的吗 满嘴胡说八 本来徐良不想下场 你说石阵赌书营 谁能预料后边都是什么呢 徐良的攒足了力气 应付呢 最难打的 可没想到这小子口出狂言 当众叫号 越说越难听 徐良那活可哑不住了 从就站起来 蒋四叔 我瞎启发 哎我梁子 你怎么了呢呀 今儿这活怎么这么大呀 他放的这叫嘟噜屁 你听这干什么 你听拉了鼓叫就不中地了吗 坐下 用不着你去 这儿有的是 四叔不对啊 你忘了 打仗讲究一鼓作气 我们连败了两阵 元气大伤 如果不扭转扭转 势气低落 往后这个五就没法比了 你可这个小子多猖狂 我看我下去还是对的 哎蒋平一算一刻也是 一开始这就出师不利啊 让人家的士气给压住了 要不把这个局面扭转过来 恐怕也是真不利 梁子 要那么说 我同意了 速战速决 你小子也得谨慎点 你别看这个姓像的没名 可也挺厉害 还是说你放心 徐良拎着刀 从台上下来了 脉步赶本 没花圈 可徐良这一下场 全场都开了锅了 一个个指手画脚 哥哥兄弟 哎呦呦呦 这小子就是徐良 你看那白眼没多白 哎 你看他本身 他就是个怪性 这小子是个怪人啊 有不少人没见过徐良的 大伙子贫头论诸 但说徐良 走进梅花圈 把大魂刀往地上一戳 把衣服脱了 卷了卷 放到东北角 把壮帽 摁了一摁 大袋勒了一勒 还是老样子 一走山颤有 来到向弘面前 我说你挑好啊 向弘一手 真是白眼眉 你看刚才我赢了两阵 不算什么 就那个无能之辈啊 我挑死二十 也不算露脸 我要能把徐良给赢了 不用说要他的命 我就给他放点血 我是一举成名啊 谁不知道 小霸王向弘啊 在阎王寨英雄大会上 立胜山西燕白眉大侠 那时候我可就了不起了 这家伙 这家伙越想越美 想到这里满面 陪笑一报权 三将军 哎呦 真没想到 您真赏脸 怎么 愿意陪我走几趟 对了 不但愿意陪你走几趟 我还想给刚才死去的那两位报仇 小红 我瞅你这个人挺忠厚的 咱俩商量商量 你啊 不要伸手了 干脆把眼睛一闭 让我把你脑袋补了下来就得了 忍呸 没这么重厚的 徐三将军 咱可不开玩笑啊 既然下场了 我可不客气 请亮你的包刀 说着他把枪抄起来 哎呦 俩眼睛一立 跟狼似的 撕着牙咧着嘴 叫奔须良 正这时候 西看台上有人喊了一声 那 姓向的等会儿 我说两句话 大伙一看全乐了 西伯大头鬼方说安 方说安 走下西看台 跑进梅花圈 我姓向的先等等啊 说着把衣服归整归整 来到徐良面前 双膝跪倒 老爹爹在上 还要跟老爹爹磕头了 向红一看你哪头的 怎么管贼人还叫爹 徐良一看 他说你这这来干什么 你起什么哄 老爹爹 你先把火压一压 我劝劝他 转回身 他被向红来了 姓向的 你不认识 这是我爹 我是他干儿子 我爹那能的 你知道吗 刚才我爹说那话多好 让你把眼一闭 一刀把你脑袋 剥了下来 一点痛苦都没有 你说上哪找这便宜事去 你想要比通一巴狗还横 你还不听 我可你要吃亏呀 干脆你认个错得了 跟我笑 把鼻子拉下去 一块拜干了 我吹你妈的 我向红气的 好像没疯了 心说心方的 一会咱再算账 他一脚把方书安 蹬出梅花圈 方书安一晃脑的 好啊 好良言 男权干死鬼 你看我爹怎么收拾你 单说徐良 晃金丝大昏兜 才要力战小霸王 小霸王向红 一脚把方书安 踢出梅花圈 用手点指高声断贺 姓方的 你小子损透了 任贼做父 恬不知耻 要不看在 你我同事陆林道 我先一枪 结果了你的狗命 滚 这向红呢 还真气急了 方书安一鼓励声 从地下站起来 把大脑的一晃 好 好啊 这才叫忠言逆耳 如果你要出了事 你可别后悔 姓方就走了 大头鬼 回到西彩台归座 那位说 他在光天化日之下 众目睽睽 就管徐良教干爹 这些陆林人能答应他吗 要换旁人 谁也不行 就这大头鬼例外 咱们前文已经说过原因 在这里不必重续 有些人呢 认为他被徐良 下出神经病来 这人怪可怜的 也没人跟他计较 先言少叙 书归正文 但一说徐良 手提金丝大魂宝刀 甩甩 晾了个夜战八方 藏刀室 把门户就晾出来了 姓下的 枪 向洪心中暗想 我如果一枪 把徐良给放在这 我这脸 从地下就露到天顶上起来 无形之中 我就成了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人物 但愿祖先有灵验 保佑我姓向的 今儿个露个大脸 他想的这可有点紧张 阴阳一合把 把大枪颤三颤 摇了三摇 先使了个金鸡乱点头 后使了个怪盲出动 唰唰唰唰 围着徐良转了三圈 冷不定往前一根步 大枪奔徐良的 耿嗓便刺 咒 一点憨心就到了 徐良啊 一不慌 二不忙 拉着架子 温丝没动 俩眼睛 盯着向洪的眼睛跟大枪 一头的枪到了 多早了不行 多晚了也不行 得找出了火号 眼看这枪尖子 似挨肉 似挨不着肉的时候 再看徐良 把金丝大环刀的刀背 望上一横 喊了声 开 正崩到枪杆上 把这条枪崩起了 有三尺多高 紧跟着徐良上步闪身 国脑仓头 唰就离到 直奔小霸王的薄像 这一招 干净利落 发招甚快 向洪说声不好 赶紧使了个锁梗藏头 望下大哈腰 嘿 徐良这一刀 从后背掠过 向洪也不怠慢 阴阳和把枪走下盘 奔徐良的双腿变刺 老仙徐良脚尖点地 腾身而起 紧跟着使了个黄龙大转身 刀随人转 人随刀转 使的是蓝腰锁玉带 被向洪的腰部斩来 向洪呢 赶紧往地下一趴 徐良的刀又走空了 就这样 人来人往 两个人就站在一处 徐良是有能耐 要说三下五出二 就把向洪给赢了 不那么容易 向洪呢 要想圣刚才二位 那么简单 刚不容易 所以这两个人 一伸手就是急查的 刀枪并举 各不留情 耳朵中就听见 兵刃挂着风声 呼呼山响 大战到十六七个回合 为什么打这么长时间 徐良一边打着 一边看着 他一瞅向洪这能耐啊 也就是这样 也就是这样 从这十八个回合来看 他的功夫也都失掌了不得理了 做到心里有数 再看徐良 徐晃一招跳出圈外 把向洪闹闹闹了 双手抱枪 把眼珠子一瞪 徐良 你怯敌不成 非也 怯战不成 也不是那么回事 既然不怯敌 也不怯战 怎么打着打着 你不打了 我姓吓的 我有两句话 打算讲在明处 有话你说 你这两下子 我全看到了 也不怎么样 现在呢 我就要打发你归位 你还有什么话留下没有 跟你的亲属讲一讲 然后呢 我就送你上西天 哎呦 好小子 你损到了 咱俩还不定 谁行谁不行 招枪 徐良 王 他们一躲 小霸王 向洪 我告诉你 不是 丧西人说句大话 你再要伸手 我如果叫你在我的面前 过去 三个照面 我就姓你的笑 真的 真的 中文 大家听见没听见 徐良刚才可说了啊 我们俩再伸手 我在他面前过不去三个照面 如果要过去了 他可姓我的下 我要收个儿子 徐良小子 你要不当众贵道 管我叫好听的 你他妈不是人 老少英兄 你听啊 心里认为着 徐良说话 一点过分 你就动手 得了许这个愿干什么 常言说 人有尸首 马有漏蹄 万一叫他 混过三个照面 你怎么办呢 你这工拉的太满了 其实啊 徐良心里头有数 刚才打过这一阵 他已经知道 相红 有多大分量了 不然的话 第一次比武 他为什么不这么说呢 徐良 把招数 全都想好了 怎么能赢得了对方 咱们单说 小霸王相红 抱着一团的热心 恨不能把徐良给赢了 往前一根部 抖手又是一枪 分心变刺 再看徐良 把大环刀一提 刀尖朝下 刀壩朝上 用刀被子一挂他的枪 开 这一刀正好把枪给他绷出去 紧跟着 徐良上步近身 就贴近了相红 刀随人转 使了个国脑藏头 刷这一刀 奔相红的脖子就来了 相红一看徐良来势盛盲 又往下一笔头 刷 徐良的刀走空了 后背 对着相红 相红心中高兴 小贼 你贪功心切 用力过猛 将这刀把你拽得 伸得来个大鸣个 把后背对上我了 你还活得了吗 卖说三个照片 这俩照片 我就结果了你的性命了 想的是年枪就此 把牙齿咬得咯咯咯之想 姓徐良 你在这 枪奔徐良的后背 眼看要扎上了 就见徐良使了个黄龙 倒转身 正好转到相红的身后 相红的一枪扎空了 他呀真是用力过猛了 枪发招太猛 把他身子拽得往前 来了个联系 脚底下站不稳定了 再想变招 贪得何容易 这阵徐良在他身后呢 再看老心把金丝大魂都举起来 以上事下 心中默默祷告 塞淑宝的亲戚 小英雄罗文 我给你们报仇留 刷就这一道 等相红回头一看 一道冷气来了 他知道性命休业 啊 斜肩产被 把他批为两半 死尸张导 大枪落地 整个鼻鼓场上 就像开了锅了一样 有恨徐良的 有赞成徐良的 什么心情的都有啊 再看徐良 飞神星跳出圈外 抬靴的底 把大魂刀上的鲜血蹭了蹭 尝尝 宝刀欢笑 用手指了指 像红的尸体 你个瓦巴绿球球 你这是自己找的 跟撒西人毫无关系 再看徐良 转身 回奔东看台 一辖太保刘世杰 心给您了个手 进往前一臂 三哥 擦擦脸吧 您算给咱们大腰提气了 徐良长出了一口气啊 总算夺回了一阵 不然的话 整个开封府的人是士气低落 这一刀皮像红 士气高涨 跟刚才是截然不同啊 老少英雄 一个个把胸脯全都拔起来 按下拆关队 这本祝贺不提 单表飞剑仙诸亮 亲眼目睹 这个残景啊 向红死得太惨了 老头子把眼一闭 晃了晃脑袋 李悦 赶紧派人 收尸 这边也缺了人了 把两半的尸体拎回来 这怎么办呢 两半的 林玉给出个主意 拿麻绳子 大针 给缝的一块 把流出的那个五脏零碎 再给揣在里头 都给缝好啊 用好光果成炼 将来送回原籍故土 这后事 咱不必细说 有喽喽灵下去 到梅花圈把血迹都擦干净 一切恢复正常 飞剑仙把三脚的小红旗 往空中一举 摇三摇晃三晃 第二阵开始 就见西汉台上 第二排的锦头 站起一个人来 就这个人呢 真是高人一头 榨人一臂啊 个头都出了号 一踩在这台板上 嘎吱嘎吱山响 再看他大目流星 来到梅花圈 这位甭说练武艺 望这一戳一战 全场一片惊虚之声 呦呦呦 哥哥兄弟啊 我这家是人吗 就说呢 怎么那么大个儿 闹了半天这个人呢 个头都出了号了 在场的四五千人 没有第二份 这位身高 能有一丈三十五 比最高个的 劈里鬼寒天井 金塘乌地匠 余奢还高着一脑袋 头四脉头 颜四刚铃 满脑袋帘卷的黄头发 梳着十六根 虾米须麻花式的辫子 用金环扣的一块 往头上一看 带着三叉汉堡金棍 身配牛皮的麒麟包甲 牛皮的眼心 前有护心镜 后有眼心镜 腰杨瘦面 吞头丝乱带 凤凰裙折住双腿 脚下 当着一双特大号的牛皮战血 看年纪 三十岁挂领 大腿好像防凉 胳膊好像防领 面如青蟹盖 是满脸的杀气 这个人如果长了毛 真像个大猩猩相似 围着梅花圈 他转了三圈 然后面对开封府的东彩台 他说了话 开封府的 认识我是谁吗 我乃西夏国的 人送绰号 顶天立地 神威大将军 我叫巨武霸 你看咱说书呢 咱得说清楚 实质上这个人 说的不轻 有很多人听不懂 他说的什么话 这位舌头根子 有点发硬 说这个普通话呀 说的不利索 就好像个半语子 实质怎么回事 他是西夏国的 宁夏国的国王赵元豪的战殿将军 官方顶天立地 神威大将军 姓巨叫巨武霸 这第二阵就是他的事 这巨武霸摇头晃脑就说 我这阵不比别的 我要比比力气 咱们练武的人都懂 一力相识会 不管你有多大的能耐 你没劲 你吃亏 不管我能耐大于小 我有劲 我就顶十个会的 众位上演 我可要献仇了 他说完之后 又下了几个西夏国的军兵 帮着他摘盔卸甲 换好了短衣金小打扮 然后呢 给他拿过一个灰盆来 里头有点白灰 他两只大手伸在里头 揉了揉白灰 为的是怕发花 之后他一掂手 手下的翻兵给他准备了 时间不大 就听场外头 嘎嘞 嘎嘞 打回去什么 顺商镁关桥 从东北那个空隙 推进一辆铁车 这铁车这个翻脸 没有三千斤 也差不多 车身长 能有七尺 宽能有四尺半 完全是生铁铸造的 下面带着六个铁咕噜 这铁车的前面 按着十二把尖刀 那刀心锋芒利刃 人们一看都知道 这种东西就叫铁花车 你没听唱戏吗 枪条铁花车 某人某人枪条铁花车 就这玩意儿 铁花车是干什么的 守城和守要塞的东西 杀伤力最大 这玩意儿居高篱下要放弃去 他得带骨骼 这充力得多大 有时候这一辆车 能杀伤对面几百人 可大伙不明白 今天在梅花圈 献一笔五 用铁花车干什么 而且大伙还发现 这辆车都出了号了 一般的铁花车也没有他大呀 一共是十六个军兵 连推再拉 把他拉进梅花圈 放稳当了 这些军兵退下 就见巨武吧 把胸脯一挺 用手指着铁花车 哎 大伙看见没有 这上边有字 两千六百五十斤 呦 两千六百五十斤 可不是 上的是有字 大伙这才看清楚 现在 我就拿他练一练 说话之间 就见他把铁花车 后边那俩把 抄起来 没费吹灰之力 往前推了九步 往后拉了九步 然后 又拉着这车 围着梅花圈 转了三圈 其实这都不是正式的 这是为了活动 活动筋骨 然后他又在灰盆里头 把手上抹了点白灰 围着铁花车 转了几圈 望下一下腰 哎 把车头绊住 这只手 把车后边的 绊住 就见得脑瓜子一晃 使了个七瓦敦当事 叫唤了一嗓子 就这一嗓子 山谷都硬灰音 哎呀 起呀 这两千多斤的铁花车 当时就离了地了 被拒五瓦 抱在怀中 又见他一转身的功夫 起呀 吴丢一声 把铁花车是 举过头顶 在场的人 无不惊骇 哎呦呦 是人吗 这家伙 好大的力气 果然神力 好啊 鼻屋场上 爆发出人民般的掌声 俊勇霸 轻轻的把铁车又放下来 再看 气不长出 面不耕色 人家得一套了 烧停片刻 眼望开封府这方面 哎 我请一位 哪位如果按照我这样子 你能做到 你就算赢 有没有 哪位下来比比力气 这一下真给大伙叫住了 不怕千招会 就怕一招熟 您说这巨武吧 这个儿一丈多 他天天练这玩意儿 尤其像他 生长在塞外 营养又相当好 天天吃牛肉 喝麻奶 那体格够多棒啊 专门练举重的功夫 你说你跟他怎么比 你举不起来 你就得算认数 樊江叔 蒋四爷 往左右看看 我说各位 我可不是长人家的威风 灭咱的锐气 要讲就高的高去 陆地飞腾 刀枪剑戟 俯越勾插 咱不怕 这玩意儿 咱该够像吧 哪一位敢照亮照亮 有不服的没有 蒋四爷的话音 刚落地 第一排 站起一个人的 四老爷 在下不才 我下去照亮照亮 众人甩脸一看谁啊 正是塞北三角的老三 人送绰号 神手大圣 夜度灵光 祭迁 祭老英雄 就是咱们前文说 他长得 颇像蒋平的那位 那哥就像蒋平这么高 没想到这老头起来 四爷心里凉半截 心说咱老哥俩 差不多少 那劲从哪来啊 你敢比比 你没车那车吗 要装咱这样的 能装六个 但是蒋平心里这么想 嘴不能这么说 四爷一笑 老人家 怎么您打算下场比比 正是 实不相瞒 我这人就爱举重 这这铁车 我可没举过 但是在九合宫 我没事老举顿子 我下去照亮照亮 怎么样 可不一定行啊 我不行 再换别人 蒋平多明白 一看人家谈笑自然 就知道人家心里有底儿 好嘞 但愿老爷子 马到成功 哈哈哈哈 借你吉言 季三爷 手踢大带一转身 登登登登登 顺踢子下枪 一步三遥 慢慢的来到梅花圈 到了巨五八身旁 哎 年轻人 我陪陪你 你看怎么样 这巨五八低头一丑 面前站个小个 和这乡老头 长得尖头顶尖下颗 窄叶了盖 炸脑门两栽 无肉骨瘦 如柴鸡鼻子雷公嘴 一嘴的芝麻烈牙 俩嘴子八点儿头 狗幼虎七根朝上 八根朝下 一对黄眼珠子 鸡鹿鼓鼠烂拽 掐巴掐巴 不够一叠子 按吧按吧 不够一碗 我就这干不及 都简直笑话一样 巨五八看 八多时 我大嘴一咧啪乐了 哈哈哈哈 来来来 请问你尊姓大名 季三爷 当场才有现决议 是可不及的 是可不及的 在过程中 好像是可不及的 这两个人 是可不及的 还可以 是可不及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